十秒踩一遍 射很难嘛 姐夫威武 这真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你们先跟着小秋练习麒麟步法 等基础打好了 我就教你们九强拳 好 好 燃起来了 交给我吧 姐夫 喂 小北 诚哥 你知道地下拳馆吗 什么 你也有个五年没回家的大哥 诚哥 我测明心就让人套路了 你别把鼻涕擦我身上 前几天我在地下拳馆认识了一个女孩 叫白凤 长得那叫一个标志 而且她真的好懂我 我还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 事后 她居然说我正在喝醉酒非礼她 还说自己有男朋友 是皇甫和育的儿子 皇甫介 事后我一查才知道 是白凤专门联合皇甫介来整我 想搞得我身败名裂 家里不肯帮我得罪皇甫家 我只好请阳城富二代圈的大姐大 江姐助面 江姐面子大 可以帮我求求情 先给被方说 不说出去可以 但要我去给她磕头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快给我喝两杯 她找人套路 现在还要你给她道歉 犯了怎么办 皇甫介人才疯高 在阳城无人敢惹 是吗 那让她爸爸过来聊聊 怎么样 皇甫和育 二十一九八 来聊聊你儿子的事 季少 你看她这表情啊 摆明就是不服啊 这可跟陶姐说的不一样啊 皇甫介 又是你们 你就是皇甫介 有点眼神啊 是下辈新收的小弟吗 竟敢直呼季少大名 好大的胆子 成哥 你这人 怎么突然跑过来 把脸凑到我手上 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啊 你看我死了你这张嘴 星宇 季少 你看他们 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敢打星宇弟弟 本少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摇人 别一会儿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不需要一个小时 你爹已经到了 小死 业障 你出镜 好大的威风啊 爸 你怎么在这儿 我要是不在这儿 还不知道你要闯下多大的火 站起来 去给楚师傅道歉 爸 刚才在打我朋友 楚师傅愿意出手教训你 那是你的荣幸 我道歉再说话 我知道了 别打了 对不起 抱歉 楚师傅 逆子给你添麻烦了 不用跟我道歉 向夏北道歉 皇甫盟主 不如先让这位白少爷跟你说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吧 事情就是这样 你还有脸说夏少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你不就是在说你自己吗 爸 别打了 我知道做了 小北 这件事真是对不起了 子不教 父之过 使我对小姬缺少了管教 夏北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还有你呢 白家的子辈 什么时候也这么长出息了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们这是想要夏北身败名裂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自己准备一份赔偿 具体看诚意 好的好的 求你们不要告诉白家的长辈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这个楚晨究竟是何方神圣 先是让宁家为他出手 今晚还让皇甫和玉当中抱作了自己的儿子 有意思 江总管 你多打听一下关于这个楚晨的事 是 楚师傅 今天就由我们送您回去 喂 大哥 你还有脸喊我这个大哥 因为一个女人成了笑话 夏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马上滚回家受刑 完了 这下回家 又要被大哥吵麻烦了 怎么了 我大哥一直觉得我有手好闲 今天被他抓到我被女人骗的把柄 我肯定 要被他一顿家法自吼 喂 小周 叔叔 今晚我大哥的擂台赛就要开始了 我现在过来接你 行 皇甫盟主 我有事想先下车 你先送小北回家吧 不知方便不方便 懂的 没问题 丢人现眼的东西 终于赶回家了啊 好久没给我抓到把柄了 今天看我怎么教训你 大哥 皇甫盟主怎么也来了 皇甫盟主肯定是来上门找茬的 盟主都上门找事 夏北这家伙的死气 终于到了 皇甫盟主 夏北犯下的错误 我们一定会严惩 定会给皇甫盟主一个满意的交代 不 不 也是 得罪了皇甫家 只是道歉当然不够 夏北 你完了 该是我这个逆子 给小北一个交代才是 快点 给人家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这样对夏北 等 跟小北道歉 皇甫盟不是该让夏北道歉吗 早晚天你自己打车回家 爸 皇甫盟这种打烧也会跟你道歉 你给人管什么迷魂汤了 我也不知道啊 陈哥一个电话他们就道歉了 陈哥 是夏北那个合作对象出臣吗 死人竟如此深不可测 你带我来这地下拳馆 居然在五百强企业的光明大厦内部 是的 每个地下拳馆背后都有资本力量 光明集团这是拳馆的其中一个老板罢了 是吗 总之今天的目标是打败你那战神哥哥 楚叔一定让他回家的 谢楚叔 默然 有预约吗 有预约 我们来挑战战神 又 又有人要挑战战神了 就这两个戏狗 又是来给蒋池充钱的罢了 楚臣 他怎么也在这里啊 居然又有不怕死的要挑战战神了 这是战神连胜的第多少场了 三百三十三场了 每次都是一样的结局 毫无悬念 随便下注吧 我呀十万 赌战神五分钟之内结束战斗 正好缺点零花钱 我压五十万 堵十分钟内结束战斗 楚臣居然要挑战战神 只是 这赔率看起来 没人相信楚臣会赢啊 我压五十万 就压楚臣胜出 姑娘 你确定吗 这可是战神的擂台 小姑娘新来的吧 听我的 压战神 包你稳赚 不必了 我确定能让皇甫家扶手称臣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今天战神的称号似乎要换人了呢 加油啊 楚叔 放心吧 没想到三百三十三连胜后 居然还有人敢来挑战我 半年来你是第一个 战神必胜 战神必胜 还没自我介绍 宁老仙应该是你太爷爷吧 我是宁老仙的弟子 按照辈分 你该喊我一声楚书 宁家 又是宁家 我已经和宁家没关系了 宁老仙 哇 这威力 不愧是战神大人 我的脚步 圣宁子墨距离仙天只差一线之有 境界跟我差不多 舞者境界分为明镜 暗镜 仙天 宗师 大多数习武之人都属于明镜 像皇甫和玉这样的暗镜舞者 你算是普通人中的顶级强者 仙天是一道温水里 进入仙天就正式超脱寻常人范城 真正引气入体 强化肉身 甚至不畏制寻常死亡 宁子墨虽然境界和我差不多 但要论对舞道的理解 还是差得远了 居然踢下了战神一脚 这个畜臣 还没结束 有点意思 再来 奉陪到底 我的天 有人跟战神强势对轰了 上一个跟战神对轰的 三拳就被红下擂台了 现在处臣和战神已经不止十招了吧 是这一招 这个处臣什么来头啊 与战神对轰 居然占了上风 我的天 我现在反悔压楚神还来得及吗 怎么样 还站得起来吗 五年了 终于碰上强者了 这将是我第一次放开手脚战斗 来陪我痛快打一架 这气劲 这是要突破到先天了 不过他距离真正突破 还差临门一脚 我下山前 你太爷爷还偷我照料你们宁家的后辈 既然如此 那楚楚今天就中你的祸吧 这里你应该以上臂方力 对 再狠一点 你这套拳法既然讲究快转狠 那就不要轻易躲避 没吃饭吗 再用力点 混蛋 这里是在指点我吗 守死 战神这权力 是不是比之前更强了 这可是花岗岩的地板啊 这是 感觉力量好充盈 我这是突破了 大哥这是零件突破了 这下零发前吻了 哎呀 前辈这俩打得有来有回的 真是给我吓一跳 你在打斗中助我突破吗 不得不承认 你对武道的理解 确实强得出人意料 再来 我已经突破先天了 就算技巧不如你 力量上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好 既然你已经突破了 那楚叔就不让着你了 这权力 啊 结束了 我的一百万没了 战神 居然输了 楚臣竟然还真赢了 楚臣 你还真是让我意外 哎呀 以下变成两千五百万 该怎么花呢 我的十五万啊 您这本事不错 以后有问题 随时来请教楚叔 大哥 你输了 我们回家吧 好啊 原来这家伙又是你请来的 大哥 你听我说 小周 别白费力气了 就算离开拳馆 我也不会回去的 哎呀 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 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走 楚叔请你吃烧烤 不去 大哥不愿意回家就算了 连跟我这个弟弟一起吃一顿饭也不愿意吗 那 好吧 听小周说 你是因为一个女孩才待在永夜的 是 我是宁家的骄傲 家族不允许我跟地下圈馆出身的小锦交往 还藏起了小锦 所以 我只能离家出走 大哥 爸爸虽然不同意你们交往 但他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小锦的事情来 这其中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那你说说 为什么小锦会在那时失踪 这 莫名失踪 知道小锦生辰八字吗 我或许能替你算算 有的 不妙 怎么样楚叔 算到了吗 我算到他现在正处于危险当中 什么 小锦有危险 有没有他的照片 我托人找找 有照片 有我跟他的合照 你边上的这个人 就是杨小锦 这不是上次在阳城听演奏会的时候 见过的那个人 我见过他 我知道一个人 也许能查到杨小锦的信息 太好了 喂 你好 萧小锦 我是楚辰 之前我们见过一次 你还记得我吗 楚辰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之前你在阳城开的那场演奏会 你能查到购票人信息吗 五排三座有个人 很像我失踪的一个朋友 五排三座 那是我送小锦的票 你也认识小锦 那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他已经失联三天了 什么 失踪 找到小锦了吗 他现在什么情况 我朋友知道杨小锦之前的住处 但他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笑了不明 先过去看看情况 我去开车 在那里 小狼 这位是杨小锦曾经的男友 我们是来帮你找小锦的 男友 嗯 这里是小锦以前住的地方 我先带你们看看吧 这里是小锦以前住的地方 我先带你们看看吧 这 你确定杨小锦以前就住在这里 这里看起来像是很多年没有人住了 他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又是野蛮 无法打扫 野蛮 他眼睛受伤了吗 我居然 不知道 哥 这事都不怪你 你别自责 哼 这是 无神门的幻神阵 幻神阵 幻神阵一般是配合幻神谷时 将蛊虫种入人体 再配合迷幻法阵 就会让人失去记忆 对下国者言听计算 成为养骨的工具 小狼 你有没有见过杨小锦 摘下眼罩的样子 或者 他脸上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有 我偶然看见过一次 他的眼罩下面 都是类似虫子 爬过留下的疤 那确定了 应该是乌神门的幻神蛊 他恐怕是被乌神门选中 当作饲养蛊虫的容器了 什么 蛊虫容器 我们再上楼看看 好多虫子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刚好碰上乌神门 来清理县城 喂 你是留在这清理阵法吧 你是宋家储禅吧 怎么找上这来了 既然你们看到了 那你们一个都 别想逃 你怎么不让人家把话说完 反派别那么多话 快老实交代 你同伙都在哪 否则 你们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欺负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 才炼成那灵蛇 对付你们这些世俗污者 绰绰有余 这种小蛇 下酒我都嫌淡 怎么可能 嘿哟 嘿呀 哇 咱们把杨小景抓到了明治小区 C洞601 明治小区 小莫 一会儿你跟我去那地址看看 我叫乔老过来看着他 好 应该就是这里了 搜紧 全走了 看样子 对方提前得到消息了 可恶 看来他们走之前销毁了证据 这里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不过杨小景的住处也有些蹊跷 一会儿你查一下 那别墅是买在什么人名下 好 我说 查到了 杨小景的别墅 是以宋庆鹏的名义买的 宋庆鹏 这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姓宋 楚叔 这人跟你有关吗 太有关了 他怕是做梦都想弄死我 不过如果是宋庆鹏的话 我不会让他好过的 喂 小秋 你认不认识宋庆鹏以前那帮狐鹏狗友 找几个 看看能不能把宋庆鹏约出来 搞到他现在的位置 好的剑夫 真无聊 想去酒吧玩一把 不能出去 外面没准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我们斗不过楚臣 而且刚才的位置都被楚臣发现了 我们得隐蔽 不过我刚才请了师门的吴卿长老 他明日一早就会来对付楚臣 那小子 没几天可蹦得的了 是是是 长老 都闲出屁了 想办法找点乐子 彭尚 最近怎么都不来酒吧了 今晚又来了新人 我一看就知道是彭尚会喜欢的 算你有良心 钢子 这几个给我留着 我一会儿就到 我出去抽根烟 嗯 别了那么多天了 终于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玩一玩了 鱼儿上钩了 姐夫 宋静鹏那小子出来没 出来了 现在已经引蛇出洞了 就等他回去 带我们找到蛇窝 哈哈哈哈 酒吧喝酒就是开心 不像那个杨小锦 天天和眉树眼的 没个好脸色 这个时间 五星长老应该在修炼 只要我悄悄地回去 五星长老 长老 我就下楼抽支烟 您不是不喜欢闻到烟味吗 是吗 哎呀 这一出财 当我傻呢 五星酒期明显刚喝了不少酒 你一定出去了 长老 我错了 你是主持人那帮人跟着你找到这来 我就帮你剁了喂狗 救命啊 长老 你帮你被跟踪 你赶紧滚去收拾东西 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是啊 我还得带着这么一个大活人跑路啊 真麻烦 喂 醒醒 嗯 嗯 谁 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 主 主臣 你怎么来了 你 走红哥最后一层啊 主臣 你别乱来啊 长老 长老救我啊 你 你是谁 我是肖狼的朋友 专门来救你的 狼这些找你来的 对 五星长老 救命啊 你发什么神经 楚臣 楚臣在房间里 你心 出来受死 走 五星长老 别来无恙啊 李子墨 楚臣 该死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还要多亏了你啊 鹏哥 你跟踪我 你变态 就是你们 将小警从我身边带走 我宰了你们 别得意的太早 兄弟 你就是杨小警 曾经那个战神男友吧 在奇门弟子面前 你不过是不堪一击的 世俗武功 守灵吧 小警这些年受的苦 你都要还回来 这经历 他已经突破先天了 行 章狼 你先撤 想跑 这是 化地为老 章狼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 章狼 五星长老 这么着急 是要去哪啊 小警 我来救你了 你 你是谁 我是子墨呀 子墨 子墨是谁 离我远点 小警 他现在受换神谷控制 失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 什么 你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能破出这个谷 换神谷 无神门 是你们把小警害成这样 你不要过来啊 我要你们 给我死 谁指使你们抓走小警的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要抓住无神门 我只是一个连仙廷都还没踏进的小长老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不管 比不了我想要的答案 今天我就要你们血债血偿 明天 明天 无神长老会来接走杨小警 无神长老是门主的亲信 他肯定知道一些什么 无神长老 姑且信你一回 转告那个无神 杨小警我带走了 够胆的话 明天晚上 我在老街星罗小店等他 小莫 你继续打吧 怎么还有继续啊 小警这些年受过的苦 我叫你们将费赴还 他叫你 小莫 你们曾经是恋人 还记得起来吗 您子墨 完全陌生的名字 但是为什么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会不自觉流泪 慢慢来 不要着急 楚叔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先给杨小警解除幻神蛊 再对付乌神门 嗯 放心吧 消除这些血骨 是我九旋门弟子的职责 我一定会让乌神门这帮人渣 有代价 主乌神门 主书这是在干什么 不止关心阵 换神蛊破骨的时候 宿主可能会失控 所以 需要关心阵来压制 关心阵 很厉害吗 关心阵 很厉害吗 嗯 也就是个下品阵法吧 不过 像楚城这样 信手就能制成下品阵法的 也算是很厉害了 法城 金色 上品阵 关心阵 怎么会是上品阵 又是楚城改经过的 来吧 站到这个阵法中间来 小姐 小心楚城 一定没事的 参见门主 嗯 这感觉 有人动了我的幻神骨 无心呢 不知道 无心长老 不是去接幻神骨了吗 好像到现在还没回来 伯仲 不好了 无心长老出事了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快说 无心长老一直安排我留在禅城外 每天联络 最后一条消息 是让我们前往老街 星罗小店支援 门主 无心原本与我约定 明日在禅城接应 不如属下 现在就提前赶往禅城 你随我一同去吧 换神骨 也该换个新主人了 门主要清零禅城 门主清零 明日 禅城 势必成为乌神的囊中之物 见面之前 就先准备一份大礼吧 虫子已经出来了 说明楚城用的术法 非常有效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 收起 怎么会 小五雷不 去 成功吧 还没结束呢 这 小锦 没事了 让他在这关心镇中 休息一下吧 楚叔 小锦 他这是怎么了 恐怕是乌神门 有人察觉到 我们在破骨 于是催动了幻神骨 现在已经没事了 明天让他在关心镇里 再休养一下 很快就会清醒过来了 幻神骨 是乌神门至宝 虫虫现在被我困住 乌神门肯定不会善把甘休 而且他们既然能驱动幻神骨 说明离我们不远 我们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以防万一 叫扣员 楚晨 找你好久了 你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后天就是北城之要正式挂牌的日子了 你没忘记要回家准备一下吧 这么重要的事 我怎么会忘呢 还真忘了 刚想起来 老婆 你来得正好 来看你老公 怎么打败邪恶传销组织 门主 放开 在我催动幻神骨的时候 对方居然还能施法拔除 难道有舞蹈松师在场 看来此前往禅城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马上准备机票 我们连夜赶往禅城 幻神骨绝不容有事 是 门主 请 哇 cosplay 门主 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能感应到幻神骨最后消失的地方 但是我担心对方有舞蹈宗师作证 什么 舞蹈宗师 门主 那我们现在还去吗 当然要去 不过 你先去探探前况 我跟在你后面随机应变 门主 这不好吧 乌卿长老 你对乌神门的忠心日月可见 我相信你不会拒绝这一点付出吧 我 我明白了 门主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方神兽 要与巫神门作对 门主居然让我打头阵 舞蹈宗师 我何德何能啊 还好门主在这儿 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吧 有人 就是巫神门的人吧 终于等到你了 救助杨小锦的 原来是宁子墨嘛 看他的气息 怕是已经突破到仙天了 只是刚刚踏入仙天的话 可挡不住我 正好拿他试试我新收服的伞蜘蛛 刚有仙天也敢拦我 蜘蛛 蜘蛛 触发前带了蜘蛛给的蓄灵符 应该能挡下巫神门的毒物吧 这蜘蛛 简直像是风中落叶一样 干得好 不愧是我千辛万苦寻来的宝贝 快给我咬死他 这小子身上还带了屈灵符 看了他身后应该还有别人在帮他 不过 谁去吓得灵符 看我破了他 小心 牧神门袭击 老天 林老大都要不行了 你赶快通知姐夫 姐夫 丁老大被蜘蛛网困住了 对方说要破了屈灵符 啊 是吗 那就让他试试看吧 新冠 这屈灵符怎么 这屈灵符 怎么可能破不掉 我还遭到了反噬 难道这致不知人 就是武道宗师 行 风险太大了 还是从长 蜘蛛发动 这老屁股 这时候催动孤虫 只要我继续深入 不顾我的死活 没办法了 只要记住我的本命孤虫 凭此一战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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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精神不命术 不 不好 无神门 无神门为非作歹 伤天害理 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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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长老真是危险 不如让我来会会你 我当时何方神圣要与我巫神门作对 原来是药谷啊 方才就感觉屋内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还以为是武道宗师 原来只是药谷长老 只是一个药谷长老 根本不足为惧 就让你们见见我的王牌 好大的一条蛇 狗狗其错 这蛇是刀挑不住吗 小长老 要不要我去找人来帮忙 除师叔那边顺利的话 我们很快就能赢了 终于挣脱了 看来光靠武力 想要对付奇门手段 还是不行 不知道事后 能不能向楚叔学两招 朝长老 我来助你 好 我的股 谁在送我的股 不行 我换神骨一定不能有事 赶快去换神骨 你们会被巫神诅咒 会永生有事 不得安宁 楚臣 真的会像他说的那样 被巫神诅咒吗 巫神若是敢诅咒我 我楚臣 连巫神一击斩断 各位今晚都辛苦 改天让我老婆请大家吃饭 到底是什么人 与巫神们作对 巫神不会放过你的 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我们走 老婆 我们回家 这些人太血腥了 我们别和他们一起玩 宁子墨当年是天南石公子 他身边的杨小锦 肯定也备受瞩目 巫神门敢找这么热眼的人下手 背后恐怕有别的靠山 那就得看巫神门的嘴 有多硬了 有人跟踪 老婆 跟我来 楚 楚臣 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 等会你就知道了 虽然已经结婚五年了 但是 但是这也太快了 该死的 人哪 老婆你看 那有人在跟踪我们 什么 你拉我进来 只是为了躲跟踪者 怎么会 那你还想做什么 走 我们追上去 我倒要看看 是谁胆大包天 跟踪我老婆 可恶啊 怎么突然一下就不见勾影了 抓住你了 啊 楚臣 早就听说暗门弟子大多入室 打着大隐隐于室的旗号 接起了私家侦探的火 没想到今天就碰上了 你是自己交代雇主呢 还是等我把蛊虫喂进你嘴里 再交代呢 我 我只是个摄影爱好者 随便拍摆 你误会了 你既然偷拍了我那么多照片 那应该知道幻神谷在我手上吧 想尝尝被幻神谷寄生的滋味吗 啊 得 双目失明 面容被毁 活在幻神谷操纵的虚幻世界 这种感觉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 是前部少 是他让我跟踪你 从你到地下拳馆打拳开始 我就跟踪你了 前部少 算你识相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最好别让我再看见你 明白 这个任务失败 我们绝对不会再接了 难道是前老爷 担心你玩不成赌约 怕你耍赖 所以找人盯着你 和前老爷打赌 开一百家药店的事吗 那他可要失望了 少兄 一大早就将我俩叫来 是有何好消息吗 昨晚派出去跟踪的人失败了 不过他应该没有供出我们 只是昨晚的照片全部都被楚臣拿走了 无妨 调查楚臣身份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毕竟楚臣和前老爷的赌约 也够楚臣喝一壶了 确实 等楚臣输了赌约 他就要像狗一样滚出禅城 明天就是北辰制药正式挂牌的日子了 我们是不是该准备点惊喜啊 正合我意 宁子墨这会儿应该在审讯那个乌神门门主 不知道有没有问出什么来 这边的事情还是你处理吧 明天就是北辰制药挂牌的日子了 我要去准备一下 你也别忘了 放心吧老婆 我再问一遍 是谁让你将幻神谷放在小井身上的 我已经说了 当年偶然路过阳城 看见这小牛水灵灵的 挺适合当幻神谷的技主 还想骗我 妈呀 这也太虚心暴力了 我还是个孩子 我也还是个孩子 你别度我后面 怎么样 有问出什么来没有 还没 问不出来吗 这家伙的面相 看起来不像是硬骨头 恐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果然 你身上有果毒 我可是乌神门主 谁能对我下果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能破幻神谷 或许 也能破你体内的谷 这是 是天下地狱七门 九旋门的受主令 原来楚臣是九旋门的受主吗 怪不得能破解幻神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或许我真的可以求助楚臣 其实我并非乌神门主 我本名李震 是门主的亲传弟子 拜师那天 我本以为会走向 武者巅峰之路 却没想到堕落深渊 因为门主给我种下了 控制我的骨 让我当他的替身 做起了假门主 就连我的妻儿 也被下骨作为妖邪 六年前 门主给我下达命令 让我带着幻神谷 前往阳城 对阳小锦下骨 我到阳城后 当时接待我的 是一个叫宁浩岩的经历 姓宁 宁浩岩 看来宁浩岩内部 也有争斗啊 你继续说 这件事还有谁参与 当时宁浩岩将我 带到地下拳馆 找到杨小锦 让我对杨小锦 种下了幻神谷 之后杨小锦 就一直被囚禁了 你 我自知罪孽神主 死有余辜 但我的妻儿是无辜的 我希望九旋门 能救救我的妻儿 你的妻儿在什么地方 在 不好 他这是虎虫发作了 小锦 叫上乔章了 把他送到两百里外的海上 距离远 他才能脱离骨的控制 好的 铁剥 李正体内的骨 这时发作 说明 这个骨的主人 恐怕就在这附近 搞不好就是物神门门主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至于他吗 打断一条腿 丢出去吧 好 小无忧 你去后院看着杨小锦 要是他醒了 你就告诉我 小锦姐你醒了 小锦醒了 啊 啊 头好痛 啊 小锦 你感觉怎么样 怎么 是我 小锦 你终于记得我了 他的记忆恢复了 你们可以好好聊聊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楚大哥 你别拽我 我还要看呢 小小年纪 别直想直挂 不要啊 对不起 都是我害你受苦了 没事 我这六年像是睡了一觉 倒是你 你现在应该已经是宁家家主了吧 我 早就和宁家断绝关系了 什么 而且 你也是我宁家的人害他 宁家有人敢对你下手 我一定会把他抓出来 让他付出代价 哟 小夫妻相认了 多谢楚叔救命之恩 你们这是干什么 以后楚叔有需要 我宁子墨赴汤蹈火 你在所不惜 自家人别客气 来来来 喝茶 嗯 这可是莫老根藏的大红袍 趁着他今天不在 我才敢翻出来 哈 莫老孙女还在这呢 哼 这还真是热闹啊 什么人 小五雷夫 去 雕丑小技 武道宗师 什么 武道宗师 宗师 仙天之后就是宗师 在宗师面前 寻常仙天便是再多 也不过是随手一击就可以轻易击倒的渣子 楚叔 我留下拦住他们 你们快走 你拦不住 不用 你带大家先走 怎么 你觉得自己拦得住 不信是怎么知道 真是有趣啊 我都有看看 你的实力 是不是和你们最一样硬 楚叔 楚 楚 什么人 我倒是想问问你是什么人 敢对我们九玄门少主下手 新王门秘迹 拆新手 该 人呢 好的倒是快 这难道就是 创立了我新罗门的师祖吗 来得挺及时啊 你们认识 楚臣 就算你位分高 是师兄 也不能对罗云道尊这么无礼吧 大师兄 我收到你的传讯符特意赶来看看 五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没进入武道宗师啊 你这也太文件了 啊 这 这是说来话长 对了 刚刚被打跑那人 你帮我跟踪他 看他跟谁接触 放心好了 我在他身上下了九玄追降伞 他逃不掉的 不过 我只能出来七天 七天后 我就帮不了你了 没事 七天够了 看装扮 刚刚那一定是乌神门的人 我想知道 这个门派究竟想做什么 行 那就没问题了 我还听说 行罗令牌也在这里出现了 哎 就是你这个小姑娘嘛 你自知不错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跟我回九玄门吧 呃 这 九玄门 真的吗 我也可以进九玄门吗 顺便把他爷爷带进去吧 啊 这个嘛 我只有这一个名额 没事 你到时候报我的名字就行了 既然大师兄发话了 那这事就没问题了 只要楚大哥发话就可以了吗 那是自然 如果说九玄门中 有谁可以自由带人进出 除了几位师尊 恐怕也就只有大师兄了 加油吧 小无忧 在九玄门 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 楚大哥 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 嗯 啊 啊 我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成这样了 别看我 小姐 小姐 这都是暂时的 小姐 小姐姐 让他们两个自己消化一下吧 那位想必就是幻神谷的记主吧 可惜了 幻神谷留下的疤痕可不好清理啊 唉 这事也要拜托你了 幻神谷留下的疤痕要想治好 估计也只能请师父的老人家亲自出手了 放心吧 大师兄 楚叔 还没睡啊 李正那边情况现在如何 嗯 跟小秋了解情况呢 小秋和乔长老 现在在两百多公里外 这个距离基本上可以隔绝乌神门主的掌控 李正交代了妻儿的位置 还说乌神门为了养骨 捉了不少普通人 关押在山村内 乌神门此番触犯了武者界的禁忌 乔长老会以岭南药谷的名义发起讨伐 三日之内 让乌神门在武者界除名 你和杨小锦呢 现在什么情况 他还是很介意 楚叔 小锦脸上的伤 真的不能治好吗 换神谷留下的伤痕 天底下只有两个人能治好 一个是岭南药谷谷主 人称岭南医圣 还有一个没什么名气 说了你也不认识 朝长老是领南药谷出来的 我去求他 你就别操心了 这两个都是我师父 我会信力 但我也不敢保证 他俩有没有人愿意出山 楚叔 谢了 谢爱了啊 你放心 伤害杨小锦的人 一个也逃不掉 你楚叔我 会让他们全部服发 你吓死了啊 你吓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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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是给我传送到哪里了 这么多臭猪 要不是保密要紧 老子才不用这随机传送符 别过来 臭死了 滚开 你 该死的 这随机传送符到底是哪个弱智设计的 一点都不好用 没想到 罗云道尊居然会现身助阵 不过听说九旋门出入森隐 罗云道尊肯定不会久留 我万一再在阳城兜几圈 再我在阳城逛两圈 再去西关大屋 好臭 他背后果然还有人呐 大师兄说的没错 我也想看看 这青狼面具下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脸 大哥 你这失手被抓了 什么 我本想冒险出手 解决掉那几个小子 没想到竟然碰上罗云道尊 我也失手了 罗云道尊 他怎么会在阳城 前段时间 新罗令牌在阳城出事 我估计他是专程为了这个来的 正好让我撞上 我被他一招逼退 就逃回来了 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他没追你吗 我用随机穿送服 趁机溜走了 我说大哥 我就算打不过 跑还是逃得掉的 我还在阳城转了好几圈呢 你别担心 二弟 你大意了 马上离开这里 找个机会将身上的衣服换掉 让别人带着衣服四处转 甚至离开阳城 你再洗个澡 才能回家 这是 那恐怕是九旋门的九旋追降伞 你中计了 二弟 好 我这就走 对了 大哥 我在新罗小殿没看见李镇 也感应不到他体内的骨 我估计 他已经被人带走了 我担心 他把我们供出来 这些我来处理 你赶快先离开 好 来人 大人 有何吩咐 亲自走一趟 转移李镇的妻儿 随时保持联系 如果有什么异动的话 直接将他们处理掉 明白 这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哎呀 不管了 先回去告诉大师兄再说 哟 师弟回来了 怎么样 我不会用手机 就把那人样貌画下来了 这是昨天逃走的那个人 他去见了一个被他叫做大哥的人 我还没来得及话 嗯 干得不错 是他 你认识啊 哦 难怪觉得眼熟 这家伙看着确实和你有点像 那他去见的那个人 你说不定也认识啊 我确实认识 这人叫宁君和 他的大哥叫宁君孝 宁家庞之众多 历人选拔家主都是能者居之 在我父亲那一辈 最终绝如家主之位的 就是我父亲 以及我父亲的弟弟 我唐叔 宁君孝 宁君和 则是宁君孝的地铁 这么看来 情况很明了了 多半是你唐叔 为了对付你爸 所以选择对你下手 这事要跟宁家主说明一下吧 不 宁家主未必不知道此事 能坐上天南第一家族家主之位的 怎么可能是平庸之位 他或许不知道宁君孝 还有乌神文掌权者这个身份 但宁家主肯定知道 杨小姐一事 背后 一定是宁君孝的动手脚 宁家主唯一没想到的 就是自己的儿子 最终会选择成为拳馆的战神 而不是天南十公子 师弟 宁君和见了宁君孝后 说了什么 他们准备动手 对付李震的妻儿了 乔长老和李震 应该已经出发 讨伐乌神门了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能在宁君和等人 动手前赶到 此事咱们暂且按兵不动 师弟 你继续跟踪宁君和和宁君孝 等乔长老他们回来 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好 一会儿我让无忧教你用手机 也不能跟不上时代啊 师弟 你给我老实点 人都齐了吗 所有人质都在这里了 把李震的妻儿带上来 死啊 你 你们干什么 可别怪我们狠心 要怪 就怪李震不失台阶 都怪他背叛了乌神门 所以门主 只好请你们去死了 妈妈 我的金针洞秘术 乌神门作恶多端 丧尽天良 今夜无者借诸多正义之事 联合讨伤 连和讨伐乌神门 明晚不灵 顽固抵抗者 就地格杀 杀 对不住了 对我欺而下手 老哥 爸爸 乌神弟子听令 杀光所有冒犯乌神的人类 是 好为乌神 杀呀 这群被蛊惑了的人 不见鲜血 是不会醒悟了 一个不留 覆灭乌神门 是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这是 发生了什么 不好了 大量乌者删过来了 就是要覆灭乌神门 覆灭乌神门 爸 我们怎么办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往后山跑 快点 快跑啊 爸 你小心点 救我 救我 爸 你别拉我 这羊 救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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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间盘啊 哎呀 我的拨冷盖啊 好 有落单的 你们 你们干什么 你们别过来啊 我们要抓紧一点 爸妈应该都已经在准备剪彩了 好嘞 爸妈已经开始剪彩了吗 我们过去看看 啊 怎么会是他们 多谢各位今日 前来捧场 快看 是楚城 楚先生 听说北辰将与林氏周氏展开深度合作 请问这是真的吗 听说 北辰城里也有林氏周氏的处理 请问这是真的吗 楚先生 楚城 你可算来了 我和你林哥都等你好久了 你们不是已经和宋家断绝关系了吗 还敢来 北辰之药从策划到成立 跟你们两个有丝毫关系吗 宋小姐 话可不能这么说 北辰之药 要想打开禅城市场 光靠楚城可不行 就是 你的两个姐夫就很聪明 直到来找我们合作 你们两个为什么在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车中途被人围堵 所以来迟了 老爷子 今天是北辰之药的挂牌仪式 闹得太难看了 损失的是北辰之药 况且没了宁家之耻 你们觉得还会有谁买宋家的账 怕是连捧场的宾客都没有吧 要不要我现在请几位朋友 来撑场面啊 你们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就看看今天这个场子 你们撑不撑得起来吧 这小子到底在得益什么 今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来老婆 吃水果 刚刚闹了一出乌龙 都是四家人 一点家务事而已 各位不要见怪 等客人到齐 我们就正式开始剪彩 有客到 这是 这是谁啊 天哪 是九城宗室联盟的皇府盟主 您好 请问您是 楚臣呢 在贵宾席呢 您这边请 皇府盟主 是 梁城的那个皇府家 天南十大家族之一 大人物啊 楚师傅 你真不够意思 今天这样的日子 你竟然不邀请我 原来是皇府盟主 欢迎欢迎 请坐吧 看 是光明集团的江小姐来了 光明集团 我也来凑个热闹 江小姐好 什么意思啊 只有我就够了 什么 说好了我来招待客人的 你滚 你才滚 嗯 楚臣呢 江小姐 这边请 楚臣什么时候还认识了光明集团的亲戚 你不忠忠的废物 看来 还是得靠我自己 喂 你在干什么 天哪 那不是 消失了六年的天南十公子 明子墨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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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根烟 楚根烟 楚叔呢 这人也是楚叔请来的客人吗 啊 这 他不是楚先生请来的 那就赶出去 好了 带我去见楚叔吧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我没听错吧 刚刚明子墨叫楚臣什么 楚叔 三个大人物居然亲自来给北城制药捧场 这三人棋卷 真是世纪性的大新闻啊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北城成立 我比任何人都高兴 无论是三方合作 还是皇家倒台导致的金滩城地体贬值 北城这一路 实在称不上顺风顺水 但好在 最后一切顺利解决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也想邀请一个 对北城来说至关重要的人上台 虽然这个人总是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 哎呀 离掉 如果没有楚臣 北城制药恐怕也没有今天 所以今天 我希望楚臣 能和我一起为北城剪彩 老婆 好 这是无趣 我们走 可恶啊 我那一步 前男的据点都被端掉了 我们这些年的心血 全都复制一致了 朕 若不是他泄露了巫神门的地址 巫神门不至于一夜轻浮 叛徒 必须死 上次没能感应到李正的位置 估计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李正要想解妻儿身上的骨 肯定会找楚臣帮忙 我们只要盯紧楚臣 就一定能抓到李正 我已经派人时刻盯紧楚臣 到时候 你就跟着对方传来的定位 先杀楚臣 再亲李正 总之 一个都不要放过 看来大哥 都已经魔化好了 那我也该准备出发了 老婆 老婆今天上哪去啊 北城刚成立 正是准备药品上架的关键时期 我听到一些风声 担心前世 会在这时候推出 跟我们一样的商品 别担心 老婆 不会有事的 希望吧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在准备 给李正一家破骨用的福禄 那电视怎么开着 让你们的光之力量 借给我吧 融合升级 还是奥兔麦 老婆你不懂 一边看这种电视剧 一边画符 额外带劲 我燃起来了 啊 随你吧 姐夫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联系了顺城熊家 那边来消息说 准备了绝对安全的地下室 我们可以出发了 顺城熊家 你们去顺城干什么 是这样的 先前李正被擒 乌神门据点被灭 闹了这么大动静 乌神门残党 肯定会紧盯着我 为此 我们制定了一套新计划 我们已经通知了李正一家 下午在顺城郊外 某处会合 到时候 会有小秋先去和他们碰口 并把他们带到熊家 而我先找地方 甩掉跟踪着 再到顺城 当然 小秋若是也被跟踪了 就先找地方甩掉跟踪着 再去顺城 与李正一家会合 放心交给我吧 姐夫 你们如今 卷入了这种事情当中 我也不想劝你们 做事不理 明哲保身 但至少 一定要保重自己 放心吧老婆 就是 姐 你就放心吧 一帮畜生而已 怎么可能难得到你老公 出发吧 好 抓住跟踪者以后 可能还需要你继续在禅城东圈 吸引巫神门的注意 此事还是有些风险 要劳烦黄虎 楚师傅客气了 我没想到世上 竟有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我本来也该充分理财师 报告 楚臣上车了 跟上去 绝对不能让楚臣 离开视线范围内 是 姐夫 我用你给的侦察服看过了 应该没有人跟踪我 那我就先去顺城 和李嘉他们会合了 嗯 去吧 我也得尽快去离开 把人的团子才行 先跑 没那么容易 习惯 楚臣 到底要去哪儿 走不停了 啊 这 糟了 糟了 到了 嗨 楚臣 你别过来 哟 现在才开始害怕 过了 完事 黄伯兄 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 带着这个手机 好好出去兜个风吧 没问题 放心吧 楚师傅 要是有人敢跟踪我 我就叫他们有来无回 那就交给你了 嗚嗚 祝月 各位好啊 麻烦各位了 不麻烦不麻烦 能为楚少办事 是我老熊的福气啊 上次腾龙酒店一别后 也有一个多月没见到楚少了 那个 宋少爷 楚少今天不过来吗 我姐夫一会儿就到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边吃饭边等吧 我已经让人订好了包厢 几位里面请 熊家主客气了 这人是谁啊 老爹为什么跟个孙子一样凑上去 不知道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熊家主这样对人笑领相迎的 有没有觉得 这小子的眼睛 长得跟家主还有点像 该不会是家主的私生子吧 是 什么 啊 楚公子到城外了 小光 你先替我招待一下宋少爷 反正你们都是同龄人 应该也有共同话题 我先去接楚少 老爹 你就放心吧 这位宋少爷是吗 我们顺程比较重上练拳 可能手劲比较大 宋少爷不要见怪啊 不会不会 我也喜欢练拳 正好吃完可以跟熊少爷讨教讨教 哦 是吗 我师从霸道拳馆 真霸道师父 不知宋少爷是从何处啊 我的师父就是我姐夫 他们都叫我姐夫 南拳之师 南拳之师 好大的口气啊 之前这么说的 都被我姐夫教训服了 怎么 熊少爷想练练 好啊 宋少爷真是爽快人 走 我家有专门的场子 我们可以好好操练 好啊 说了就走了 熊少爷又惹是生非呢 可别把人打得太惨 到时候家主回来不好收场啊 梅花庄 这东西可太亲切了 来吧熊少 我只用一招麒麟布跟你打 怎么样 我不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跟你这样说话 熊少 这个速度可不够看哦 白白了熊少 天哪 熊少 这也太狼狈了 居然被人一招就踢下来了 好好好 你小子确实还算是有点本事 那你再试试这招 你这家伙倒还真是有几分蛮力啊 可惜 只有蚊力根本不够看 你这是什么腿法 这可是我姐夫叫我的独门秘技 看好了 这身法叫做麒麟布 这 这速度 可惜我的功夫还是不到家 要是我姐夫在这儿 能在一瞬间就把这里全部的梅花庄都踩一遍 你姐夫 就是我老爹一直念叨的褚少褚臣 没错 原来是此等人物 陈祥马上见一见啊 哇 姐夫 你还没有来到顺城 顺城已经有你的传说了 哦 还有你的小秘密 主上 这边请 我们已经把场地都准备好了 主上 姐夫 啊 啊 啊 主上 主上不可以 这边是我围图啊 啊 主上 你这是宋少爷的师父吗 哎 主上 你看我 能不能学麒麟布 主上 受我围图吧 啊 我可以给双倍学费 不 十倍 你 主上也是你想拜师就能拜师的吗 老爹 你干嘛啊 你还说 这瓜娃子 屁都没搞清楚一个 就敢拜师 上次围剿皇家的时候 我收到的可是九玄少主令啊 九玄少主令 象征着九玄门内 除几位师祖亲吏以外最高的权力 一切九玄门产业 都要绝对服从 雄家 这是九玄门的世俗产业之一 不出意外的话 当初被楚臣用九玄少主令 叫来帮助宋家的另外八个家族 恐怕也是如此 况且论辈分 楚臣该是雄家全的师祖 哪能随便拜师啊 楚少 小孩子不懂事 您别在意啊 无妨 可别因此惹怒了楚少啊 嘿嘿 姐夫 你来之前 我跟雄家人切磋了几招 现在盛程也有你的传奇了 原来是你小子给我了 想学麒麟布的话 就拜小秋为师吧 我已经全部传授给他了 小秋 可别藏私啊 姐夫 你又跟我 走吧 雄家主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破骨了 是 麻烦你了 你们三人种的 是此母融血骨中的子骨 母骨在乌神门手上 一旦子骨有异动 母骨那边一定能感知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速战速决 多谢恩公 无论今日成功与否 我不会将我知道的一切 全部说出来 放心吧 此母融血骨遇到我 必无疑 过程可能运动 但是快就运动了 坚持住 陈的路线还真是刁钻呢 不好 走走死啊 会不会开车 叶斯 被耍了 祖辰根本不在这个方向 他已经开始拔出子骨了 什么人呢 大白天的发什么神经啊 跟子骨传来的波动 就是在这个方向 楚辰 你休想透我的子母融血骨 多两分钟 祝你狗命了 大功告成 恭喜你们 重获自由了 感谢恩公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情了 有人晕过去了 多谢恩公的大恩大德 有关巫神们的一切 我一定知无不严 也无不尽 只是 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先出去找宋舅哥哥玩一会儿 好吗 好 多谢恩公 虽然这些年 我在巫神门坏事作近 但如果可以 我还是希望能在孩子羡慕中 保持一个好父亲的形象 你知道巫神门如今 在各地出没的目的是什么吗 巫神门有一处禁地 充满蛇种毒物 原本是给巫神门弟子修炼用的 自从现任门主善位 那里就成为了他研究尸骨的实验室 尸骨 将火人的精血炼成骨 打入死人体内 会令本来以死之人挺尸 并且力打无穷 不惧疼痛 这就是尸骨 像一些先天武者 活着的时候 也许个人有个人的心思 但被炼成尸骨后 却会成为言听计从 且汉不畏死的死士 据我所知 用来研究尸骨的材料 都是门主从人贩子手中 买来的活人 你的意思是 巫神门暗中涉及人口买卖 是 此事与地下拳馆永业有关 巫神门是拳馆的幕后主办 而支展海上跨国运输的千叶集团 也是拳馆的股东之一 巫神门就是通过千叶集团 购买海外人口进行实验 好像有听老婆说过 这集团业务很广 互联网产业一手遮天的同时 海运生意也风生水起 是可与宁家比肩的庞然大物 这些年因为尸骨死去的人数不胜数 其中还有不少是我亲手抓回去的 我死有余辜 只求恩公严惩巫神门 换世间一个太平 巫神门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 巫神门居然在进行如此伤天害理的研究 但是 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将军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初晨 我听说你在调查永夜的宁子墨和杨萧锦 该死 大哥 我迟了一步 骨虫被破了 你的状态如何 被骨虫反射受了点伤 问题不大 那就好 先回来吧 储存的出现 虽然让巫神们损失了不少 但对大局无碍 接下来 不仅要把我们的计划推进 还要干掉这帮碍事的家伙 宁子墨 就是第一道 不好意思啊 将军 让你久等了 算不上久等 快请坐吧 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司徒敬 求养你的大名哦 初晨 司徒小姐太客气了 这位嘛 你就是初晨 看着很一般啊 李念凡 希望之后的合作当中 你不会拖我们的后腿 你鼻孔里有小零食 快擦擦吧 什么意思 好了 这是要紧 这是你拜托我调查的 杨小婷的资料 江市光明集团 也是地下拳管股东之一吧 江姐 恕我貌美 如果我说 我要做的事情对拳管不利 你还会继续帮我吗 放心 你可以绝对相信我 无论你需要怎样的帮助 我都会欣然出手 因为 我们其实是同路人 我的工作比较特殊 因此平时 也不会对人提起 正好 就趁这个机会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 华夏特战局南区侦察部 第九组小组长 江应桃 现在 正式邀请你协助我们调查千叶集团跨境人口贩卖案 特战局 特战局 华夏特别行动部门 专门负责一些重大恶性事件 尤其是有特殊群体介入的事件 懂了吗 不懂 啥特殊群体 就是像你这样 有奇门 鼓舞传承的人啦 你这可太出人意料了 江姐 你家里 知道你的事情吗 我爸以前从不会跟我聊起家里的生意 我也是加入了特战局以后 才发现要追查的地下组织 居然也有我家的一份 不过你放心 如果最后此事真的涉及到僵尸 我也绝不会寻思枉法的 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你先看看杨小景的资料吧 我跟你讲一下 目前地下拳馆的情况 永夜 也就是你上次去过的地下拳馆 算是所有地下拳馆当中规模最大的 全国各个地方都能看见他 但其实 永夜的每一场前在背后 主办方都在暗箱操作设计底盘 功夫人玩乐 而永夜 几乎每天都可以入账几千万 堪称暴力 据我所知 永夜这整个盘 是靠天南树家商谷大家 共同支撑起来的 杨氏 江氏 乃至宁氏 都有参与其中 明天找你 主要是想聊聊这个杨氏 千业集团 内属杨氏 负责海商运输 你肯定想不到 这块业务曾经的负责人是谁 这还真是 想不到 杨小景的养父 也是做税产的 还是永夜拳馆的股东 这件事牵扯的 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我们还是先谈谈 特战局找我的目的吧 我聪明人说话 就是轻松 第一 我们在千业集团安插了人员 得知千业集团这段时间 一直在暗中招揽 先天舞者 应该是有什么大动作 我们侦察组 目前还没有先天舞者 由于此案线索太少 向上升挺人员支援 也很困难 所以你们希望我能找到 先天舞者支援你们 是啊 若非案情推进困难 我们也不希望将 无关人事牵扯进来 但这也是目前 最稳妥的办法了 这个我没问题 让小莫去 应该能对付绝大多数情况 第二是关于杨小景的 十年前他莫名失踪 而后出现在地下拳馆 我认为这之间发生的事情 会是本案的关键 堂堂杨氏千金 失踪前负责的 还是杨氏最重要的海运生意 莫名失踪一段时间后 却出现在 不见天日的地下拳馆 这太反常了 简直就像是触碰了 不可侵犯的律令 然后遭到了放逐一样 我猜 他恐怕知道了什么内幕 我希望你可以从他那里 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经历 我会尽力去做 如果真是如此 那这事可就有点复杂了 也不知道小莫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静烈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是在陪你玩过家家 需要的是保证完成任务 杨小景极有可能 涉及到本案关键 你要是问不出来 我们特战局 会亲自审问杨小景 够了 你们最好不要对杨小景使用特殊手段 我楚城没有什么本事 但是 保护自己的朋友 我会用尽全力 江组长 有进展在联系 下次 我不想看见暗眼的东西 有 他说谁是暗眼的东西 谁跳脚就说谁了 你说够了没有 租长 我不懂你为什么看中一个乡门老 我不认为他对破案有什么帮助 说不定 不然会打草惊蛇 引起千叶集团的警惕 是吗 你是这样想的吗 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这是楚城之前提供的线索 千叶集团从海外运来的货物 都提供给了巫神门 目的地是前南 并且此地已被药谷清剿 什么 你要是不信 你 那就由你去此地收集线索吧 天呐 我们三个月都没查到千叶集团的货物留下哪里 这要是真的 那可是突破性的大线索 是啊 所以就让李念帆去好好看看别人的战绩吧 真行啊 李念帆 另外 你的个人情绪已经严重妨碍了本次行动 年底评级的时候 我会将你今日的表现算在考核内 可恶 我倒要看看这个主持人到底能有多少本事 好的 放心吧 小姐 我就是答应了楚叔帮他一个忙 过段时间就回去了 没什么大事 喂 那边那个 老大叫你 好 那我先挂了 有事来找我了 老大找你有事 跟我来吧 你也来了有几天了吧 这边的工作熟悉了吗 差不多了解了 就是押运货物之类的 好好干吧 年轻人 看你身手真的很不错 老大肯定会重用你的 二叔 你找我 小莫来了 来来 过来这边坐 来 喝茶 这半个月 适应得怎么样 我还好 你有什么事情 就直说吧 你应该 也了解 这边的工作了 就是保证 码头货物的安全 现在 有一批 特别重要的货物 我思来想去 还是找自家人 最靠谱 我没问题 一切看二叔你的安排 果然和途叔说的一样 一进来 就会交给我重要的任务 小莫 这次任务只能拜托你了 我师弟那边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好啊 有闲职帮忙 这趟货物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 这次结束以后 你说你想回到宁家 重新管理公司 二叔 一定鼎力相助 另外 我还担心你 记挂当年杨小锦的事情 正好 我这里有一些 关于当年的真相 你可以看看 这 这是 少爷 这份视频 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从前你多么疯狂啊 全阳城的青年权贵 加起来 也不起你半层威风啊 现在你为了杨小锦与宁家决裂 将六年的时间浪费在地下全馆 可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他又告诉过你他的真实身份吗 宁大少爷大概想不到吧 你傻傻的为储臣做事 都不知道自己被杨小锦与宁和储臣联合起来欺骗 储叔和小锦与宁家决裂 你自己说说吧 你当年为什么会出现在地下全馆 我 我是杨氏集团总裁 杨倩的女儿 我在杨氏码头工作了六年 一直不知道自己负责的是什么货物 父亲告诉我 是外国的一些珍稀动物 是国内动物园下的订单 后来我才知道 那些动物 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一直被父亲蒙骗 为他做了六年的燃口贩卖的帮凶 我去找父亲要个说法 就被他软禁在全馆 时刻被人看守 毫无自由可言 当时我走投无路 正好碰到了来大全的楚臣 是楚臣告诉我 过段时间会有宁家的人来全馆 让我找好机会 抓住宁家这条线 我按照他说的去做 果然得到了宁子墨的帮助逃了出来 想着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但楚臣却拿杨氏码头的事情威胁我 不想被宁子墨知道 你和杨氏的真面就乖乖听我的 我只能听从他的命令 为他套取宁家的情报 我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宁子墨 我怕他因此离开我 同时也担心父亲会一错再错下去 于是只能配合楚臣演戏 继续哄骗宁子墨 怎么样 宁子墨 这个真相是不是解决了你很多疑惑 你可以自己查查看 楚臣这个家伙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 杨小景又是谁的女儿 这 二叔也知道 这个真相很残忍 你们年轻人总是把爱情看得太真挚了 但其实啊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纯真的感情 杨小景背着你 暗中传递了多少宁家的情报给别人 又让宁家生意场上受了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 所以啊 真正会全心全意为你考虑的人 只有与你血浓于水的亲人啊 我明白了 二叔 你明白就好 只要你重新回来 我相信你父亲也会原谅你的 好 我知道了 师弟啊 最近这段时间 还要麻烦你帮我盯着 看看旁城近期除了千叶码头以外 还有哪些码头是在准备迎接大货轮的 建峰 不好了 杨小景不见了 什么 杨小景不见了 你不是安排萧朗这些天一直陪着杨小景吗 萧朗早上找到我 说杨小景不见了 这是我找人翻了杨小景的邮箱以后找到的一个视频 好 姐夫 你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小景是不是被绑架了 这视频明显是伪造的 杨小景估计也是找人假扮的 我和杨小景原本就素不相识 根本没有所谓的找他配合演戏 再换取宁家情报这一说 那他们伪造这种东西干什么 这视频 估计是宁家故意发给宁子墨看的 虽然连人都是假的 但麻烦点是 杨小景的身份以及他对宁子墨的隐瞒 这些关键的点都是真的 哦 这 什么 还有我的身份也是 当初失忆流落宋家 没带身份证 宋家脱关系给我伪造了一场 这样看来 我现在还真是个可疑人士 不好啦姐夫 现在社交媒体 到处都是杨小景和宁子墨的八卦 还有说他心急的用肖朗的 我看看 给 看来杨小景多半是看了刚刚那个视频 打算出去找宁子墨解释了 这个视频的主人 恐怕就是想将他引出去 什么 杨小景对小莫来说至关重要 要是抓到了他 那么小莫一定会被他们威胁 现在先让所有人都先去找杨小景 至于小莫那边就相信他吧 好多人 你好 对不起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旁程 能不能让我先过 我可以给钱 多少都行 你 你是不是杨小景 你 你认识我 那太好了 我是杨小景 我现在真的有急事 可不可以让我先过 是天鹅肉的宠女 还想插队 门都没有 她就是那个算计 肖朗和宁子墨的丑八卦 天哪 真人比照片还可怕 情少也太不挑了吧 怎么会看上这种丑女 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 算计 我没有算计 肖朗姐姐和子墨 还好意思问 身为肖朗的朋友 嫉妒她失业有成 屡次找借口让她推掉演出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去阳城那场演出 推掉了多少客户 当位朋友 说的就是这种人吧 肖朗真是太可怜了 我 我嫉妒肖朗姐姐 我们把这个丑女 抓到禅城广场去 让所有人都看看 这家伙的真面目 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此人的真面目 还要直不跟肖朗道歉 住手 肖朗 是 是肖朗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这些人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我没事 但 都回去我们再说 不 我还要去找子墨 我要跟她解释清楚 小姐 你和宁子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难道 你对她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我 小朗 我们是在帮你啊 快离这个女人远一点 她只会害了你啊 她是我朋友 绝不会害我的 这 难道小朗 没看到网上那些信息吗 谁知道呢 怎么能想到这种好办法的 居然能想到散播杨小姐的脸 是因为用了北辰的药的谣言 简直是一石二鸟啊 叶少 你这是上哪找的网络推手啊 真是不简单啊 暗王有一批人 是专门休息暗器清宫的暗门弟子 如今暗门子弟大多入室 干的就是类似网络推手 或者私家侦探的活 这个组织叫魅影 我记得它 还有一个叫蝶影的对家组织 我打算把蝶影也叫上 继续煽动肖狼的粉丝 让杨小姐无处可逃 怎么了 蝶影拒绝了我的订单 还说楚臣的单子一律不接 为什么 老大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叶少的订单 我们和魅影竞争这么激烈 少了这一百万 要被魅影比下去了呀 为什么 你忘了上次那个跟踪楚臣的人物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人能逃脱我的跟踪 楚臣是第一个 楚臣死人 绝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 与他为比 早晚会遭殃啊 你确定这样不是再让蝶影 平板损失一百万 甚至更多吗 这要姑奶奶怎么来了 老大 你完了呀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假如因为这一百万 我们这个月的业绩输给了魅影 你打算怎么负责 我们蝶影和魅影 同为暗门成员 每个月能从暗门那里拿到多少奖金 都是看月底的业绩排名 我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养着你 你就是这样做事的 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 大小姐 我曾经跟踪过楚臣 他不是普通人 巫神门一夜覆灭 也和楚臣有关系 巫神门的覆灭 不就是药果发起的一场江湖围剿令吗 哼 我要告诉我爸 你这个蝶城负责人一点也不称之 就知道拖我后退 好自为之把头 老大怎么把这大小姐派过来了 这不是添乱吗 魅影现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云乱推动 肯定是刚刚那个买家又加钱了 你这家伙 这家电影损失的可不止一百万 你给我走着瞧 快走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回去 去找楚臣 楚臣 嗯 这些人如此大费周章 宣扬你和宁子墨的事 肯定还有其他的目的 现在只有楚臣能帮我们了 好 找死了 小心 哇塞 那是干嘛 也是cosplay啊 抱歇 抱歉师傅 可能给你添麻烦了 但我们真的很急 能不能拜托你帮我们甩掉这帮人 哦 要是换做别人 我可不答应 但既然你是消了 这帮我帮定了 不好 不好 他们要跑了 快跟上 别让他们跑了 师父 你这车也太野了 嘿嘿 想我年轻的时候 还拿过省级赛车大奖呢 那时候 每到比赛 我就在车里放你的钢琴曲 现在想起来 还是让人心跳澎湃 可惜啊 青春一去不复返 原来师父还是我的粉丝啊 跟着我们的车 怎么越来越多啊 你们折罪的车 是什么人啊 啊 这是 丑女 马上从小郎身边消失 我的青春 我的男神 凭什么你怎么会喜欢 这样丑恶的女人 就看不惯你这种恶心的女人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的照片 传到到处都是 小锦 别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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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小锦 我一定会想办法 治好你的脸的 况且我的小锦 坚强又勇敢 比世界上很多人都更耀眼 说得好 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被人误会过 因为我成绩太突出 所有人都怀疑我 作弊 可最后 我用更多的胜利 狠狠打了那些人的脸 是啊 小锦 现在更应该做的 就是活得好好的 打那些人的脸 哦 楚晨 我已经找到小锦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脱身回去 大概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定位 到时候你们下车进去躲躲 剩下的交给我们 小锦 没事了 楚晨来了 啊 啊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小锦 怎么办 楚晨 小锦碰到那些脑残粉后 现在状态不太好 你把电话给他 小锦 假如今天小货在这里 以你对他的了解 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 啊 怎么 他 一定会陪在我身边 没错 最爱你的人都不在乎你脸上的伤痕 旁人的目光 能够这么轻易撼动你的内心 你现在的状态 恰恰正是背后操纵者 希望看到的 你越是柔弱 可怜 绝望 小莫越会疯狂 失控 你难道打算 让自己变成伤害小莫的那把刀吗 啊 你说的对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保护我 这一次 也可以我自己来面对这场风暴了 小锦 谁 全敢拦我们 你们先去我说的地方 这里交给我 是主臣 他来接应我们了 快 师父 陈旋在 甩掉后面那些人 好嘞 走 走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 想都别想啊 可恶 要追不上了 休息这个主臣 谁不让你们这么轻易逃掉 喂 这里 可以关门了 小宝 休想 该死 这帮人躲到哪里去了 喂 老大 任务恐怕要失败了 杨小锦 杨小锦已经和那个楚臣会合了 不妨 货已经到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 我早就已经将这批货拿到手 之后的事情 就随他们闹吧 谢了师父 改日你联系我邮箱 我请你吃饭 好嘞 一下子好像安心下来了 楚臣呢 我们就这样不管他吗 你最不用担心的人就是我姐夫了 嗯 喂 楚臣 小锦 我还有些事情要仔细问 你知道乌神门在研究什么 他们利用活人在研究一种灭绝人性的尸骨 用的就是千叶集团提供的货物 尸骨 你是杨千的杨女吗 你当年到底是怎么出现在地下拳馆的 希望你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 当年 当年 我只是在船上替我哥打下手 关于货物的内容 我一概不知 是什么东西 要用这么大的集装箱 后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哥喝醉了 我替他去检查货物 才发现这些货物居然全都是活人 第二天 我哥醒来后 得知昨天是我替他去检查货物 反应却很平静 这件事 等回家之后 我会给你一个解释 然而 等我回家后 对 对不住了 等待我的 却是无止境的囚禁和监视 后来 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从家里逃了出来 就顺着从前知道的一些线索 调查到了地下拳馆 你不是那个被通缉的 然而 在调查中 我不深暴露了自己 才发现 家里人早就利用全部人脉 在通缉我 后来 我被巫神门的人 软禁在地下拳馆 只能被迫听从他们的命令 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了子墨 后面的事情 你们也都知道了 当初千叶敌团射击的几条海上路线 你还有印象吗 记得 但是当年的路线 说不定已经被淘汰了 无妨 就让特战局去碰碰运气吧 桃姐 又见面了 嗯 主导这一场网上舆论风暴的 是一家叫做魅影的自家侦探公司 这家公司在禅城有三个点 那 红色电头标记的地方就是了 特战局办事效率就是高 那么 这是我这边的调查结果 呵呵 合作愉快 楚辰 西文都说 你们的药吃得让人毁容 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个说法 这种无良指药公司 就应该倒闭 各位 请冷静一点 楚辰 快 上车 老婆 你怎么在这里 我掐指一算 觉得此刻出现 正好英雄就美 怎么样 我来的是不是很及时 说正经的 呵呵 我说的是真的呀 我们现在是去干什么 我已经查到 这帮幕后网络推手的身份了 现在 当然是去把贼人的老巢 一窝端定 大家放心 这次事情办成以后 肯定不会亏待大家的 哦 是吗 可惜 这次的事情 你们注定是办不成了 楚辰 你怎么可能找到这里了 这个世界上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着呢 就一个人 还敢把摇摇大摆来这儿 小子 快快 快给我拦住他 是 想拦我 可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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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什么 我们也只是男人钱财 替人办事啊 是吗 那我也给了自己五毛钱 发誓一定要让魅影消失 快说 你们的幕后指使是谁 我说 我全都说 是叶家叶少皇 倒是不出所料啊 这样吧 我给你三十分钟 我要杨小锦的流言消失 是 我还要你传播一个消息 就说 叶 钱荣 三家的大少爷 在暗地里 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啊 这 做不做 啊 我 我做 楚辰怎么还不出来 完事了 老婆 我们下一场走起 等解决了这边 北城那边聚集的人 应该也散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 我还有点事情要回去处理 没问题 一会儿我送你 你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是被策反了 还好没跟楚辰作对 大小姐 在看人的眼光这方面啊 还得是我这块老僵啊 你在得意什么啊 你这个楚辰的手下败将 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老大 魅影在禅城的据点 全部都被端掉了 迫不及待给你发消息 这些都是楚辰干的 真的是楚辰 哈哈 这下好了 魅影在禅城的势力 算是完蛋了 耶 以后禅城 就是我们迭影的天下了 那还不是多亏了我 我可真是个辅主啊 一来禅城 什么都不用做 魅影就自己完蛋了 是 楚辰 还真是个不可小瞧的人物 我倒是对你越发感兴趣了 下面为您带来 禅城富豪三少 不得不说的背后真相 西之禅 心口雌黄 魅影拿了我们的钱 去抹黑我们 他们一定会被同行唾弃的 现在被唾弃的人是我们 先想要怎么办吧 我爸已经打电话 就等我回家就打断我的腿 不知道哪个混蛋 把我们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现在一帮风就在楼下堵着 一定就是楚辰 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就堂堂正正走出去 我就不信这帮人 还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是 那我们就堂堂正正走出去 哎呀 想没长眼睛啊 呃 不好意思啊 真是晦气 让我进去 全部后退 这个独家大新闻一定是我的 快看呀 是夜少 他们来了 现在出来是要承认那些报道属实吗 请问三位对于最近网上的爆料是怎么想的呢 爆料是假的 我们三人是朋友 没有任何勾心斗角尔鱼我诈的剧情 请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 这么轻易就说出口了 不愧是夜少 容上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呃 我 怎么回事 有种奇怪的感觉 我 其实 网上的爆料都是真的 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疯了吗 没错 我们三家就是表面关系好而已 十几个字都在背后 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太好了 这次可算挖到大新闻了 容上 请您详细说说吧 重大新闻 禅城翻上背后 不得不说的丑闻 我让你发报 让你在戏上比较瞎说 别打了 小兄你们别打了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了 小兄你们别打了 这陌生玩意儿 这下回家怎么交代 妈 我现在在皇帝酒店门口 照辆车来接我一下 九千零人术 发动后能短暂对人进行暗示 将人变成自己的傀儡 真是灰气 好好享受吧 三位 前世常识完 天心关爱你的身 强身丸 我记得老婆之前也说 美真打算推出一款类似强身丸的宝贱产品 这挂香 是招小人呢 看样子 老婆那边恐怕遇到了一点困难 正好就利用你一下吧 你个倒霉玩意儿 妈 我没事 我不去见青帮道长 我根本就没事 你看看你前些天闹出来的丑事 还说没事 我看你就是中邪了 张道长前段时间外出云游 我好不容易才拖人打听到他今天回来 今天你不去也得去 开车 道长啊 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这是我儿子荣东 您帮忙看看 他是不是中邪了 嗯 带我掐指算一下 此人的命数我居然算不错 只能算到此事和宋家有关 还看到了一个福禄 奇怪 宋家的命数居然演变了 之前明明算得听清楚楚 如今居然也算不透了 我一生钻研骑门相数 自诩向人无数 前些日子去参加九学门的考核 却最终落榜 原本还以为世道不公 可现在 难道真是我学艺不经 二位不妨先在灌内小细片刻 本道有事 去去就来 二位这边请 啊 好 妈 这道长该不会是个骗子吧 这 我倒要看看宋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门口连宝安都没有 这不是清风道长吗 罗云道尊 你怎么在这里 这次上九学门参加考核 考核我的就是罗云道尊 落榜后 我问他我还有没有机会加入九学门 他也没有全然否定我 道尊 你看我还有机会加入九学门吗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一切都看机缘 道尊来此 可是找宋家人 我正好与宋家人有些交情 道尊居然会出现在宋家门前 难道这就是道尊说的机缘 不不不 我来找我大师兄的 既然你今天找到了这里 说明你我缘分未尽 随我来吧 好的 大师兄 九学门的大师兄 居然在宋家 兄 这不是那个傻子楚城吗 宋家还没把人赶走呢 师弟回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楚城 什么情况 这个世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重启了吗 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一点眉目了 嗯 哟 这不是张道长吗 好久不见 快起来坐 啊 啊 啊 好好 刚刚我又掐指一钻 发现楚城的气运我也算不清了 究竟是这一切发生了什么变化 还是我就是这么猜 楚大哥 我爷爷来让我问一下 什么时候正是去九学门 身边我还想请教一下 你说的九学灵人数 这不是星罗小殿的莫无忧吗 他要败入九学门了 刚解决了这边的事 我就让师弟带你和莫老回九学门 好 这楚城看起来好像不傻了 而且听这意思 只要楚城一句话 罗云道尊就会带莫无忧回九学门 难道楚城以前都是装的 就是为了考验宋家人 难道他就是罗云道尊所说的机缘 嗯 这家伙老瞅我干啥 算了 礼貌笑一下 道尊对我露出了鼓励的微笑 一定就是这样 好对了 其实我刚好有点事情 想找张道长帮忙 张道长在禅城富豪圈里很受信任 我算到他今日会上门拜访 正好借他的手色反溶洞 楚大师 你的意思我懂了 啊 以前对你多有冒犯 是我学艺不经 还请您见谅 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他懂什么了 今日宋家门前无人开手 想必也是楚大师 算到我今日会上门拜访吧 嗯 我现在也明白了 楚大师今日迎我来此 想必就是为了指点我 如何处理溶洞的事吧 嗯 今天门前无人开手 是因为我算到下午有特大暴风雨 在室外不太安全 就让他们全部回去了 特大暴风雨 我懂了 楚大师这是在暗示我 下午有天象 可以助我说服荣东奴子吧 那我得赶紧回去 放心楚大师 我全明白了 保证帮你把事情办妥 哦 诶 张道长这是怎么了 看样子 张道长这是自己脑补的不少啊 倒是省了我不少力气 道长 你可算回来了 那我儿子的事 你儿子的事情 我已经明白了 真的 那拜托道长 这肯定是天神将法 是神法 神 神法 啊 这 怎么突然下雨了 天神将法若想破解 只有去请求开罪者的原谅 若是七天之内得不到谅解 轻则飞来恨祸 中子家破人亡 啊 未来恨祸 家 家破人亡 哎呀 你这个不少子 我求是让你别整天出去毁困 这下好了 你到底在外面都做了什么人呢 哎呀妈 你别打了 都是钱不少做的 他找的网络推手 黑楚辰和杨小锦 我只是在边上搭把手而已 我也没做什么 诸咒为虐 也是一种罪过 哎呐 多谢张道长指点迷迹 我一定会督促我家逆子 痛改前非 好好做人的 嗯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朱大师 荣东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 以后有事 您随时找我 但真是太谢谢张道长了 哎呀 您太客气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嗯 师父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 笑得好猥琐啊 小莫 在 小莫 你在千叶集团 卧底也有几天了 有得到什么线索吗 有 宁军河让我五天后 去千叶码头接货 千叶码头 太好了 朱叔 你旁边还有别人 特战局的成员也在 之后会有专业的侦探员配合你 有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联系特战局 嗯 之后会有我们组的黎玄明配合你 小莫 你现在状态还好吧 我 不想被宁子墨知道你和杨氏的真面 就乖乖听我的 视频里看到的那些 究竟是不是真的 朱叔 小景这两天怎么样 你放心 小景最近一直跟萧朗在一起 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世界 如果宁军河跟你说了什么 一定全都是假的 好 那个视频多半是假的 只是 这些天我也调查了一下 储叔和小景的背景 结果和宁军河说的一样 小莫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 不 算了 没事了 有新情报的话 我再联系你吧 那好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朱叔 我怎么能怀疑他呢 二位都听到了吧 小莫这边得到的消息是 五天后 千叶码头会有交易 小景那边也说 千叶码头是最常交易的码头 很感谢你提供的线索 楚晨 我们已经通知了突击部门 届时会实行抓捕 对了 这位是 是个鼻孔长在头顶的老巫婆 小景 特战局侦查小队七组组长 陈章仪 幸会 此案毕竟牵涉到我的本家 陈组长是专门来监督我的 摊上这老女人 陈尖 你真是倒雪梅了 行吧 那就五天后 千叶码头见真章吧 看来特战局内部 也有私人不对 前世提前推出养身丸的事情 想必 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这次 我们虽然被前世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各位还是要振作 现在 正是北辰的生死存亡之秋 必须尽快策划出新的 能够一举打开市场的药品 前世提前我们一天推出同款竞品 很明显是我们公司内部 有人走漏了消息 这个内鬼不抓出来 产品策划的再好 有什么用 是啊 为了这款产品 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 如果不能借此打开市场的话 恐怕北辰就要破产签算了 嗯 大家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请各位放心 之前宋家与皇家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有听说过 我们宋家不打没把握的仗 这次也是一样 请各位相信我 我们还有另外的底牌 找到间谍 打开市场 我们都会做到 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啊 宋总 但是北辰现在的情况 实在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啊 我相信你 宋总 北辰的待遇在夜内不说顶级 也算得上优渥 既然你愿意相信我们的能力 那我们也愿意和北辰共度难关 既然宋总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也再给北辰一个机会嘛 反正真到了最后时刻 相信宋总也不会亏待大家的 是吧 那就再信北辰一次 就当是报答宋总之遇之恩了 感谢各位的信任 秀柔 你跟我来一下 其他人也都稍安勿躁 一会儿我还有其他任务 要布置给大家 希望北辰能挺过这一劫吧 是啊是啊 宋总叫你 刚刚宋总跟你说了啥 只是安排了一下 之后的任务而已 哦 总算是安排完了 小言 你都做了什么安排 还有你刚刚说的底牌 能不能先给我们透过底 我要是真有底牌 我能瞅到现在 我给他们每个人找了一家药企去谈合作 说这就是底牌 只要能谈成 北辰就能起死回生 到时候就看谁的合作出了问题 就知道谁才是内鬼了 等到那个时候 北辰还在吗 当然还在了 楚辰 你怎么过来了 来给我老婆送汤啊 结果一来就看到你们全都唉声叹气的 是因为前世的事 哦 是 你也看到前世的广告了吧 真是愁死了 我们和前老爷打赌 要在禅城开一百家药店 现在也还有一段时间吧 来不及策划新的产品吗 新品需要大量的时间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很难 而在功效相同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企业 会放弃资本雄厚的前世 而选择出出茅庐的北辰 就算新品研发顺利 只要前世的一句话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让禅城的全部药企 都不敢上架北辰的商品 我记得 岭南药谷在世俗间 也经营了药店 好像叫领宝堂 我记得禅城规模最大的药店 就是他吧 不能联系领宝堂吗 禅城的领宝堂 是前世的特销商 哦 听说前世家族不少的子弟 都在领宝堂实习 两者可谓欺辱一家 可以说禅城的任何一家药店 都有可能跟北辰合作 唯独领宝堂 绝对不可能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我敢保证 这个号码 只要你们敢打 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乔林云 那不是领宝堂总裁 主持人 你认识领宝堂的乔总 只要能救活北辰 没什么电话是不敢打的 我来 嗯 嗯 接通了 乔总您好 我是北辰制药的宋言 宋小姐好 这通电话我算是宫后多时了 要先变的话 您这边订个时间吧 那就今晚九点 华藤大酒店见吧 约到了 对方甚至还说 宫后多时 诚哥万岁 那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们先走了哈诚哥 九点见 啊 不是 我 等等 啊 书晨 我 不好意思 私量往哪了 啊 你们继续哈 嗯 嗯 哼你个下呗 老婆 啊 你记得喝汤啊 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啊 等等 啊 走去吧 去吧 这真是 送汤好啊 送汤好 下次送什么口味好呢 我来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吧 乔总 乔凌云 林宝集团总裁 也是林宝堂的第九代传人 楚少叫乔总可太客气了 叫我林云就可以了 我家那位爷知道我要来见楚少 可是一直喊着要来呢 过两天有时间的话 我去见见乔老爷 那老爷子肯定高兴死了 还请各位放心 只要你们一句话 蝉承一百四十九家零宝堂 都会和北辰合作 上下北辰的药品 挂北辰的名号 跟陈哥待久了 这种事我都有点习以为常了 乔总 我替北辰谢谢你 但是 林宝堂如此大张旗鼓地上架北辰的药品 先是不会为难你们吧 放心吧 林宝堂和前世只是合作关系 林宝堂怎么做 前世管不着 合作愉快 乔总 合作愉快 慢走啊 乔总 不送 不送 啊 陈哥 我不想努力了 以后就抱你大腿了 这可是领宝堂啊 干什么干什么 当着我老婆的面就对我动手动脚 我老婆要是吃醋了怎么办 楚晨 乔总是不是和那位乔前辈有关系 他俩是堂兄弟 陈哥 乔士是岭南药谷很核心的一脉 林宝堂是乔士的产业 也算是岭南药谷的产业 我有个师父 正好是药谷谷主 从前就听楚晨说 自己有九个本事不凡的师父 还以为是在说笑 没想到 目前已知的两个 一个比一个传奇 这家伙究竟什么来头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走吧老婆 我们回家 我该不会是捡了什么 珍稀保护动物吧 喂 陶姐 初晨 出事了 我们派去配合宁子墨的侦察员 李雪明失踪了 宁子墨说要去找 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宁子墨去找 他虽然是先天 单论侦察专业能力 远不比你手下的专业侦察员 换一救人没救回来 反而打草惊蛇怎么办 他主动要求的 我拦不住 从进入天野码头开始 一直是那位侦察员 和宁子墨接头 他们两人 应该是最熟悉的了 你继续盯着 有新情况随时联系 我马上到 姐夫 这大半夜的 你不睡觉 又要去干什么 小莫那边出了点情况 我现在要赶去捧场 什么 那我也去 黄浦叔去吗 我也去 走 七祖那边 同意我们前去支援了吗 他们还是那句话 在没有屈切情报的情况下 突击不闻不会行动 等不及了 我去找陈章仪 江应桃 你真是让我失望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这么意气用事 我意气用事 仙夜码头的舞者 最高也不过仙天 职员的舞者 完全可以隐藏自己的气息 现在只有保证 侦察员的安全 才能真正保证 情报万无一失 就算情况是 你说的这样又如何 现在是我在指挥 这次的行动 你怎么保证 现在出动 不会打草惊蛇 好 既然如此 那我自己去支援 族长 小静 你在这里留守 族长 现在不排除 江应桃有意打草惊蛇 破坏行动的可能 赵四 去把江应桃抓回来 是 等等 论潜伏侦察的能力 仙天舞者也不能 跟族长比 既然您不愿意 派出大部队支援 那让族长去 就是最好的选择 果然是江应桃 带出来的人 跟他一样 因其用事 要是他有意 搅黄这次的行动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赵四 我真的受不了 你这个老巫婆了 你说什么 要是我能抓住江应桃 回去 我就申请寄生组长 九祖长 你们不配指手画脚 不服去投诉 再继续跟上来的话 可没这么好说话了 就为之吧 喂 老大 我跟丢了 废物 族长干得漂亮 别高兴得太早 江应桃擅自行动 回去之后 族长的位置铁定不保 你最好祈祷一下 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 还有别的族 愿意收留你 老巫婆 小莫那边也联系不上了 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 师弟 按计划行事吧 放心吧大师兄 包在我身上 这杯恭喜大哥 尸骨的研究终于有了进展 这也多亏了你的支持啊 如果没有千叶集团源源不断地提供材料 尸骨的研究也不会这么顺利 我真是太佩服宁大哥的计划了 把假消息透露给特战局的握住 再让他把假消息送出去 就算特战局不来救人 也一定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千叶码头 谁也不会想到 其实真正的交易地点 是鹏城码头 还有两个小时就该收获了 喂 老大 不好了 金控胡人全部失灵了 什么 果然跟大哥预料的一样 特战局若是想要插手 肯定会先破坏监控设备 鹏虎 你去把上钩的鱼儿给大哥收过来 是 等等 你去跟宁子墨说 就是抓到了一个卧底 让他去把人处理掉 是 大哥 你这是何意啊 宁子墨这小子 要是乖乖听火 那我姑且留下他 可以牵制一下宁君炎 要是他死不悔改 我会让他尝到苦头的 特战局派来跟我接投了那个黎学明 今晚说是找到了关键线索 之后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宁君和突然说抓到了一个卧底 让我来处理 该不会 好黑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好像听到了滴水的声音 那 那是 宁静明 宁静明 你怎么样 坚持住 我马上放你下来 我马上放你下来 宁子墨 你别忘了 让你来这里是来做什么的 宁子墨 你最好想明白了 楚城和杨小锦对你多有欺瞒 他们接近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你现在为他们付出这么多 到时候 只怕他们转头就将你出卖 值得吗 与其相信一帮不知底细的陌生人 不如还是加入我们吧 现在你亲手杀了这个奸细 就能获得我们全部的信任 好好想想吧 你已经在拳馆浪费了五年时间 人这一辈子 也没几个五年了 用不着你多嘴 没错 就是这样 一刀刺下去 你还是宁静最风光的后辈 什么 你怎么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为了对你有所隐瞒的楚城和杨小锦 与宁静作对 值得吗 无论他们对我有没有欺瞒 至少 他们从来不会要求我杀人 老大 宁静墨叛变了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去死吧 反正宁静墨早在五年前 就该死了 遵命 宁静墨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了 能躲开我这一圈 你也还算不错 不如试试看 你能躲开几招吧 此人也是先天情节 而且先入先天的时间 应该比我更早 得小心应对 一圈速快 这一圈应该是 右边 还错了 什么 就凭你 别想看穿我的权势 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此人全速虽快 但并非不可预测 但可怕的是 在权力触及之下 他仍能随心所欲改变权势 仿佛完全不受惯性限制 只有将每一块肌肉都掌控到极致 才能够做到 真是痛快 再来 跟私人对战 必须更加专注才行 这样的大头太浪费时间和体力了 你要速战速决 有这点力气 没吃饭吗 这 这怎么可能 就凭你 别想突破我的金刚不坏之身 太天真了 哦 是吗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的金刚不坏之身 哪有多枪 没用的 别白费力气了 着剑无辱 不愧是先天武者 不过 就算是枪也没用的 非有人能突破我的护身刚器 是吗 就算是特战局 专门为先天武者特制的武器 也不行吗 呃 哇 什么 耿耿那声 是枪声吗 不是一般的枪声 看来特战局 早就已经行动了 让黑莲雇佣兵全部出动 我要他们 全部有来无回 啊 是枪声 陈组长 刚刚那一枪 肯定是我组长开的 现在 正是以调查枪声为名 正是搜捕码头的好时机呀 急什么 警官齐变即可 终于来了 喂 组长 能为特战局的行动牺牺牲 能为特战局的行动牺牲 是他的荣幸 快 立刻通知突击部队 半个小时之后 包围起夜码头 是 荣誉要收网了 整个计划 唯一的变数 就是江印桃 他真的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都这种时候了 还要说一句组长的不好 这个讨厌的老巫婆 组长 李玄明 你们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该不会是枪声吧 靠边停车吧 你俩跟紧我 凌人已失去意识 立即带李玄明离开 路上不论遇到什么人 不要恋战 好 你醒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你 你不是 怎么 第一天认识你队长我 队长 你看什么玩笑 我来背他 我们先把人带出去 慢点 我来开路 休息 不好 不好 刚刚反应要是稍微慢一点 今天苦马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算你小子反应快 谁让你躲过去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真是没想到 江家的女儿 居然会是特战局的隐纹 你爸爸知道这件事吗 少废话 你 应该对着我的心脏 或者头开箱 虽然那样也杀不死我 但你们的李玄明可就再也回不来 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是你们的队员吗 他恐怕是被附身了 之前调查的时候 又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令君和似乎正在实验能操控人的尸骨 现在这样太被动了 你必须先找回掩体 先推回堂库吧 现在想跑 太晚了 是吗 这是什么 如果我说 我今天就要带他们走呢 楚城 楚叔 我来了 你们就放心吧 该死了 楚城怎么会在这里 这具身体的实力 连先天都不到 恐怕不是楚城的对手 现在想跑 不好 化地为老 是奇门手段 既然如此 只剩半成品 送给你们了 李玄明 李玄明 我们共事五年 如果可以 我也不想这样做 但 与其成为犯罪分子的傀儡 不如还是由我 来给你一个解脱 等等 楚城 无神门的骨在我面前 就跟爬虫一样 化地为牢 护 楚城 楚叔 给我从他的身体 滚出来 什么 要是这个该死的楚城 别了 现在带他去接受质量 应该还来得及 再坚持一下 楚叔 嗯 怎么了 我有话想问你 是不是关于一个视频 你想问我的身份 我来自京城楚家 是九玄门弟子 我从来没有刻意隐瞒过我的身份 剩下的 路上跟你详细说 至于你们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身份 可能是我家太有钱了吧 嗯 真的吗 奇怪 先前黎学明传出的消息 明明是说 今晚千叶码头会有交易 但我看 此处全然没有即将要进行交易的痕迹 从幕后指使看见我惊讶的表现来看 对方应该不能够读取黎学明的记忆 那么先前与黎学明联络的时候 他能对上爱好 应该还是清醒的 看来我们的行动恐怕早就暴露了 对方这是有意设局 迎我们前来 必须赶快通知陈昌仪 怎么这么安静 宁军河就只安排了那么一点雇佣兵吗 我来之前 已经跟小秋还有皇甫盟主 把这里都清理过了 放心吧 他们已经在码头外等我们了 这是陈昌仪的车 里面情况如何 搜集到交易证据了吧 黎学明被对方用其门手段操控 现在情况危急 我们的计划恐怕早就暴露了 前与码头交易的情报有误 是情报有误 还是你想让我们以为情报有误 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 初晨和宁子墨都看见了刚才那一幕 他们两个都可以作证 你们三个现在都有勾结犯罪组织的嫌疑 给我全部扣押拘留 是 冒犯了江组长 陈昌仪 对方说不定就趁着这个时候 在其他地方进行交易 就算你不相信我 你也可以进码头看看 根本没有任何要交易的迹象 你还真是嘴硬啊 也好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我是怎么将无神门抓个现行的 把他们带上吧 各行动组听我命令 依次隐蔽进入码头准备 今天之后 你见我就都要打报告了 江映桃 行动 这女人还真是迷之自信 这下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被无神门 耍得团团转吗 别担心 船到桥头自然之 有情况 正在跟踪 传着什么东西 全部打给检查 温哥 一艘大船正靠近千叶码头 已经被海战突击组包围 报告 发现千叶集团老总杨谦 很好 一切尽在掌握中 老实点 可恶 小官 知道这船货值多少钱吗 凭你们是特战局 就可以干涉我们正常贸易吗 我要上诉 我要曝光你们 少在我面前虚张声势 今晚人赃并获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让你们的律师在法庭上说吧 今日 必要立大功 这 这怎么可能 空的 什么叫空的 知道我们为了搜集血源最纯正的空气 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吗 你知道这一箱能卖多少钱吗 这些的都是高端群体 知道每一个客源有多珍贵吗 今晚所有的损失 包括精神损失 你们特战队都要赔偿 你 会买空气的冤大头 确实不好找啊 其他的货舱检查过了吗 还没有 全部开箱检查 我就不信 这一整艘船都是这样的货物 什么 空气 居然全都是空气 还有没有货物没检查的 全部开箱检查 沈队长 把这艘船拆掉 也要把将军找出来 够了吧 陈章仪 还要继续无力取闹吗 这次行动失败 还不够你清醒的吗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故意开箱给他们警示 你就是想让这次行动失败 是不是 你惨了呀 江姐 神家这是给你准备了一大口黑锅啊 哼 哟 就醒来了 大师兄 确定了 鹏城码头正在交易 速来 江姐 鹏城码头正在交易 不知道 丁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你确定 当然 好 我相信你 我这就说服突击部门 去鹏城码头 江硬桃 你做什么 你勾结犯罪集团 马上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陈章仪 你最好不要妨碍我 如果我今天能找到证据 或许 你很有同情发落的可能 不然 等待你的 就只有法庭的审判 你 不好意思 今晚出了点差错 但我们接到最新情报 交易地点在鹏城码头 要麻烦你们 再跟我们走一趟了 没问题 鹏城码头 鹏城 你是故意的 对不对 你就是故意让李雪明 提供假线索 难道我们来此 想看我出丑 想解决掉我 是不是 是可而止吧 是不一致 我们要赶快 是 什么意思 客战局 无赖了好人就想走 不给个交代 今天谁也别想走 交代 当然有了 那边那个女人 就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要赔钱 还是要个说法 都认准他 可别找错人了 可恶 江映桃 你敢让我栽 这么大的跟头 我绝不会放过你 至于你 杨总 刚刚黑莲 前顾佣兵在你们码头 堂儿皇之的登陆袭击 这些可都是我亲眼所见 说话要讲证据的 江小姐 不然这是诬陷好功名吗 证据会有的 马上就拿给你看 让开 想走 没门 你 这拳 是你小警打的 老墨 你冷静一点 不就是一点家庭内部矛盾吗 下手这么重干嘛 我们走 是 多谢了 改天请你们吃饭 老墨 解决完了以后 自己过来吧 我要抄近路 先去解决定军河了 好 门主真是好计谋啊 这一出声东击西 把特战局那帮蠢货耍得团团转 真是让小的佩服至极啊 特战局真是一帮没脑子的蠢货啊 门主 我去把它解决掉吧 一个实验品而已 你自己解决就可以 你说啊 我该把你剁成多少块 鱼儿吃起来才方便一点 不 不要 住手 神赵 你 你是什么人 试试 你不如说说看 我该把你剁成多少块 才对得住这狼狼勤困 小妹妹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 哥哥要打怪兽了 别误伤你 初晨 开枪 射他 射 什么 我们是华夏官方特别行动部门 你们已经被包围 放下武器 马上投降 他们不是被引到千叶码头去了吗 他们会来到这里 该死的杨千 一点消息也没有 跟踪这么多日 总算能够痛痛快快的出手了 不好 我根本不是这人的对手 没办法 切持人之先逃吧 就是你了 真是自寻死路 哇 我知道初晨厉害 但没想到他的实力 强到这种地步 如此强大 还能运筹帷幄 这样的人才 不招进特战局可惜了 别哭了 已经没事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这种 枪必一百次都不够 无神门门主 命均合 你以为 你已经定了 只要抓到一瞬破绽 我就能反败为胜 来 走吧 无聊 怎么可能 我的蛊虫 就这破虫子 还想威胁到我九闲门的人 什么 九闲门 天下第一起门 在九闲门面前 我的古术简直就是 班门弄斧 连反抗的余地也没有 这下 我是彻彻底底败了 快跑 不正跑 把枪放下 屠机组 开启 开启全面搜查 脚强投降者不杀 违抗者 直接处决 明白 不愧是屠机组 战斗力真是强悍无比 十分钟不到 整个码头就能被控制住了 双手抱头 不让你看 江映桃 你擅自闯入千叶码头 私通罪犯 导致行动失败 还敢随意调配突击组 我特意叫了孙菊来看看你做的蠢事 今天你必须滚出特战局 你完了 九江 小春说你们在千叶码头行动 怎么又来了蓬城码头 这是怎么回事 报告村队 我们刚刚在这儿破获了一起人口走私案 共击毙犯罪分子二十余人 火捉三十余人 目测走私人口百余人 走私团伙的头目之一 令军和 被我们当场抓获 刚刚我还收到队员里面翻的来电 他在前南一处山谷 发现了大量尸体 极有可能是这些年来 死在这群走私团回手上的受害者 什么 江云桃你整我 这些线索你之前都没说过 今晚的一切肯定都是你计划好的 我要举报你 够了 小春 太过了 今晚你指挥失误 被犯罪集团耍得团团转 特战局的仪式英明 差别毁于一旦 多亏小江行动果断 人赃并获 才一举拿下犯罪团伙 她的功劳谁也抹不掉 倒是你 这 小春 搞砸行动还急功冒进 回到局里写一份检讨给我 是 小夏 这次你可是立了大股 我会向上面如实汇报 替你申请表扬嘉奖 孙局过于了 其实今天最大的功劳 应该属于另一个人 他 小夏 怎么了 这次行动 功劳应当属于七组全体 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 说得好 这次七组全都应该表扬 是两幅一曲 深藏功与名 畜臣 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今日重磅新闻 企业集团涉嫌走私犯罪 贩卖人口 七总裁杨谦 已被警方控制 产业被查封 宁家宁军和牵扯其中 疑似贩卖案主导 宁氏家族 预与宁军和 划新界限 宁军和劣迹斑斑 这次走私贩卖活人 更是严重触犯了国家法规 结局只会是枪毙 我提议 将宁军和从宁家族谱 剔除 其名下产业 由家族出面清查 以免宁家受更多牵连 我同意 同意 宁家家规 家族会议上超过半数人赞同 即可敲定决策 既然大家都同意 我作为家主正式宣布 宁军和和宁家再无瓜葛 君相 你和宁军和兄弟情深 不会对宁家的决定有意见吗 没意见 没有办法了 弟弟 我救不了你 所以我只能让那些害死你的人 在黄泉路上与你同行 黑莲雇佣兵吗 我另外跟你们再谈比大圣女 一千万 我要储臣 宁子墨的命 大师兄 我们这就启程 回九旋门了 七师弟 照顾好小无忧 回去后 替我向九位师尊问好 师姐说 在九旋门修行 只要表现好 出师前 每年都能出来谈一次期 一年之后 我再回来找你好不好 好啊 那你可得加油了 小无忧 太好了 楚泉哥哥 我会加油的 你可别忘了我 无忧无忧 本该一世无忧 只可惜 沾上了情 小无忧的这段感情 注定没有结果呀 大师兄 我们走了 楚沉哥哥 再见 告辞 嗯 再见 喂 小莫 怎么了 楚叔 刚刚小周告诉我 宁家召开了家族会议 决定把宁君和逐出宁家 宁君校也同意了 并且整个会议中平静了可怕 以我对这位堂叔的了解 他隐忍不发 一定是有更毒的后招 你是说 宁君校要报复 不知 或许整个宋家 都会受到牵连 小莫 立即联系宋家 所有人回家 我打过电话了 其他人都在回来的路上 只有宋秋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他好像一早就去了 精英全馆 好 你继续确保大家的安全 我去找小秋 小秋 快接电话呀 辅了 这拳法也太强了 宋师傅 再露两手吧 嘿嘿嘿 今天就到这吧 我还得回家 练我姐夫教我的九小拳呢 咱们明天继续 好吧 姐夫怎么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 不知道什么事 这么着急 宋家宋秋 能死在黑莲雇佣兵手里 是你的荣幸 躲开的子弹 怎么可能 我的天 什么情况 你 站住 这家伙 怎么这么能逃 这些年 我可都是零食物 这次竟然在一个滑下 少年身上失了手 很好 现在我不只要他的命 还要他死得无比痛苦 哪里走 这房间就这么大 小子 我看你往哪儿躲 对方可是专业雇佣兵 手里还有枪 要想活命 必须反击成功 机会只有一次 毫不掉的 别躲了 就是现在 什么 你受死吧 请 去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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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子弹呢 难不成是传说中的枪斗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乾坤挪一树 还好 来的不算迟 我明明开了枪 怎么什么都没发生 快了 你先撤 别跑 啊 双丸就想走 小车 没事吧 姐夫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刚才那颗子弹 是你解决的 啊 除了我还有谁 别愣着了 你先把他绑起来 好 黑莲居然这么快就得到了小秋的行踪 宁军校的势力在阳城 没那么快掌握宋家人的动向 一定是禅城的人在给他提供讯息 到底是什么人 嗯 喂 主臣 给我小心点 黑莲雍兵 已经进入禅城了 哎 你哪位 这声音好像没听过啊 什么 你居然把我给忘了 我是戎东 你曾经的强敌 啊 好会戎东啊 这我哪能认得出来 所以 黑莲雍兵是你雇的 不不不 我已经改邪归正 再也不敢和你作对了 只求你原谅我以往的所作所为 张道长可说了 几天之内求不到亮景 眼角深拔还会继续 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听说叶少皇为了八戒宁家一个大佬 主动联系了黑莲雍兵 向他们提供送家人的消息 那些雇佣兵起码来了三十人 全都在黄亭酒店住着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掺在我给你通风报信的份上 楚晨 你就别跟我计较了 原来和宁兵校勾结的人是叶少皇 虽然不知道戎东为何突然来偷诚 但或许 可以借他打探到黑莲雇佣兵下一步的行动 好 你继续帮我打探黑莲雇佣兵的动向 这事过后 你我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你是要我做 卧底 什么 居然是你 对不起 我是卧底 这简直就是男人的浪漫 楚晨你放心 我会好好当 卧底 刚还想着怎么威逼利诱才能让戎东答应 不过他似乎还挺喜欢卧底这个角色 这么迫不及待 那好 有消息了随时通知我 好 姐夫 我都听见了 居然是叶少皇派雇佣兵来的 接下来我们怎么教训这孙子 这人时不时的搞些小动作 我之前懒得理会 但这次 他触及了我的底线 哇 难道姐夫要去端了黄亭酒店 我燃起来了 哎 小姐 我要举报黄亭酒店 窝藏境外黑恶势力 原来不是要去打架啊 白期待了 什么 失守了 你们黑莲雇佣兵不是号成地表最强吗 怎么连宋秋这个弱姬都杀不了 这只是个意外罢了 这世上不存在黑莲雇佣兵杀不了的人 今晚午夜 黑莲的精锐会血洗宋家 可刚才的行动已经失守 楚臣他们一定防备起来了 只能是今晚 时间拖得越长 越有可能惊动华夏特战局 事情就麻烦了 这目标都在送家 直接杀进去 事成之后 立即从海上撤离 一旦登船 就连华夏特战局也奈何不了我们 这么说 楚臣今晚死定了 太好了 这次我不但能一劳永逸让楚臣永远消失 还能结交宁家 这么好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楚臣 你说的是真的 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佣兵 真的会在今夜来送家 嗯 我的信任是这么说的 荣东这小子还真给力 一个下午就打探到了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可是 放心吧老爷子 那什么雇佣兵 不过是群不入流的家伙 连小秋赤手空拳都能放到几个 没错 以我如今的身手 这样的杀手 来多少我打多少 强啊小秋 今晚你就能大展身手了 真的吗 姐夫 我的信任说 今晚至少会来三十个手持枪支的雇佣兵 个个都是黑莲的精锐 三十个 十枪尾图 姐夫 求赵啊 这么多我打不过呀 宋家的围墙 可挡不住那些亡命之徒 楚臣 你还有什么后招 就说出来吧 免得大家担心了 放心吧老婆 我早就联系特战局 部署好了一切 通缉组就埋伏在宋家附近 一丝一毫的动静 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从现在开始 只要宋家全体各自回房 不要开窗 不要随意走动 就不会有危险 待在房间里 就是最安全的 那还说什么 大家快洗洗睡吧 好主意 啊 楚臣 那你 老婆 你这表情是在担心我吗 还是害怕 要不今晚 我去你房间睡 我 我 那 那今晚 老婆 你放心睡吧 今晚我和小秋 还要负责首宴呢 你睡不睡的 不关我的事 讨厌 又死人了 唉 虽然难得老婆主动 邀请我一起睡觉 但眼下可不是好时机啊 走 叫上小莫 去湖畔凉亭 姐夫 什么事啊 好戏 马上就要开场了 初晨 真的不用突击组 进入宋家提前布置吗 嗯 不用 那你打算怎么解决那些雇佣兵 我先把人抓住 突击组再过来 把他们带走就行了 突击组可从没执行过 这么简单的任务 不过如果是他 还真有可能独自制服黑莲雇佣兵 好吧 我让他们就守在外面 一旦黑莲雇佣兵潜入宋家 我们这边就同步行动 进黄厅酒店拿下黑莲负责人 楚晨 注意安全 好 健福 你真有办法对付那么多雇佣兵 当然了 这回我布下的阵法 可是进阶加强吧 威力更甚 至于实际效果如何 不过就要等黑莲雇佣兵前来验证了 黑莲雇佣兵前来验证了 哈哈哈哈 和好 按计划行动 我终于 等到这一天了 自从宋颜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开始 我就仿佛被楚晨踩在了脚下 曾经何等依稀风发的我 一对上他 却只能迎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仿佛永无出头之日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让楚晨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这一次 楚晨再也能逃 快动手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到楚晨的尸体了 我保证 五分钟就会结束战斗 好 杀戮开始 OK 我的墙早已饥渴难耐了 杀 已经两分钟了 你们在干嘛 为什么我还没听见枪声 那家庄园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我们没能绕过湖坡靠近别墅 你们再等等 好吧 还没动静 他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什么 我们黑连古佣兵可不是杂鱼 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哈德斯里 你们竟然还没靠近宋家别墅 是的 我们已经全速狂奔五分钟了 给死了 这宋家庄园也太大了吧 怎么还没走到别墅 等等 怎么了领队 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 是不是已经来过了 好像是的 我想起来了 我们确实来过 刚刚我还被这块石头绊了一跤 我们怎么会一直在原地打转 难道是见鬼了吗 华夏太可怕了 我想回家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快撤出去 出不去了 我看不到路 华夏人到底使了什么邪术 我现在什么也看不清 该死 好好享受吧 九旋骑术 跨地贼牢 进阶吧 姐夫 这就是骑术 太神奇了 今晚真是长见识了 明明只隔着一片湖 这群雇佣兵 却一直在围墙附近转圈 就好像完全发现不了我们似的 输不去了 我想回家 唉 其实谈不上是多高明的骑术 只不过这群雇佣兵 对骑术一无所知罢了 也差不多该让突击组行动了 小秋 你去通知突击组进来 站在我指定的位置 好 我这就制作个缺口 让这群大死哥主动送上边 有路了 大家跟我来 灵队 这湖水很冷 水是真的 我们肯定能游过去 沉堆下水 这是 什么情况 其实刺杀失败 仅跟着今夜突袭也不顺利 我总有骨不祥的预感 我们先撤 是 等等 你们去哪 全部不许动 什么人 什么 我劝你老实点 华夏特别行动部门 你们已经被逮捕了 华夏特别行动部门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兵队 空凶器里怎么会有枪伤 管他的 上岸 杀了宋家人 我们立马撤 来 来来来 快点快点 谢了 伙计们 等等 其他人都在后边 那我的是谁 华夏特别行动部门 黑莲雇佣兵 你们被捕了 剩下的这些 也偷偷抓起来 好 明白 怎么会这样 辛苦各位走一趟了 哪里 还要感谢你配合呀 我们突击队才抓到了这伙臭名昭著的雇佣兵 你是 书臣 是你抱的姐 居然找那么多人围顾我们 你 你不讲武德 我是不讲武德 那又如何呢 我 我这 无法挽摩 林队 老实点 手把头 喂 张姐 我们已经抓到人了 你那边怎么样 行动结束了 我们活捉了黑莲雇佣兵在华夏的负责人慕尼亚 另外 黄鼎酒店涉嫌通敌 已经被查封 负责人叶少皇被当场专获 这次行动 圆满完成 多亏有你部下的奇数 特战局才能这么轻松的把这股丁外黑恶事里一网打进 楚臣 以你的能力 不禁特战局太可惜了 我懒散惯了 特战局不适合我 再说特战局人才集体 像我这样懂得奇门手段的人 应该不少吧 说起来 那股确实有穿严 特战局里 一直存在着某个神秘部门 里面每个成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只属于局长 专门负责国家最高级别中案 如果是楚臣的话 完全有资格进入这个神秘部门 当然 先提示楚臣肯进入特战局 楚臣 黑连雇佣兵我就带走了 你要小心 虽然这群人被一网打尽 但他们背后的人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放心吧江姐 就凭那些人 想找我的麻烦还不够格 不说了 我也要早点回去陪老婆睡觉了 这个楚臣 真够奇怪的 什么奇怪 这个楚臣啊 明明实力那么强 人却跟挑咸鱼似的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确实 不过跟他接触久了 不知道为什么 总常我想起一个人 大概是我的错觉吧 可恶啊 什么顾佣兵 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 连楚臣都杀不了 幸好 神谷马上就能裂成 要是就算楚臣再厉害 也招架不住神谷 偷走的活死神 下面为您活速带来 传遍蝉城的最新消息 叶家 叶少皇被捕 叶大少 请问皇庭酒店 为什么被查封啊 听说你勾结既外势力 在蝉城搞犯罪活动 结果被当场抓获了是吗 继皇家之后 蝉城又以豪门叶家 即将陨落 对子 你有什么感想 姐夫 你快看 叶少皇被记者围堵 挖得底裤都掉了 可真是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小秋 你拉我过来 就是看这些 我对叶少皇 可没什么兴趣 姐夫 我也对他没兴趣啊 又是看个乐 我拉你来 是想练练武师 毕竟过两天 就是千诗圣宴了 千诗圣宴 那是什么宴 就是全国诗王争霸赛啊 每年参赛的小组 都会超过千组 所以变成是千诗圣宴 今年轮到阳城宁家主办 据说还会有海外诗队参加 都升级成全球诗王争霸了 这种盛事 怎么能少得了姐夫你呢 像当初 金堪城的开业圣典上 姐夫很早产成诗王 英姿勃发 这次全国赛事备受瞩目 正是姐夫你 押压全场 走向国际 弘扬华夏文化的大好时机 好好好 那小秋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 姐夫 武师的技巧 我早就练熟了 还加了点 闯心进去 姐夫你看 我将麒麟步伐 融合进武师当中 二者相辅相成 堪称绝派 这次千诗盛宴 我势必帮姐夫杀出重围 让全世界都看看 我们南派武师的实力 小秋飘了呀 想当初金滩城彩星盛典 还瑟瑟发抖 现在面对天师盛宴 竟然这么奇怪 不过我这个做姐夫的 怎么能打击他的积极性呢 那这位小舅子 保将护行吧 来 小秋 我来陪你练练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尽管来吧 前世盛宴 终于要来了 多谢萧前辈 愿意替我皇家出战 我这次本来就是为玉衡 为皇家讨回公道 你们无需言谢 真没想到 秦阳派如此看重玉衡 还可为我皇家洗刷耻辱 对付楚臣 必须要抓住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太好了 玉衡 你别激动 身体要紧 我没事 小长老 您身为宗师 实力在武道的巅峰 那楚臣 还不到先天 您动动手指 就能碾死他 凡夫俗子 连宗师之上 还有气息境和反骨境界 都不知道 不过一个楚臣 确实不值得让我费心 放心 明日我就断他双腿 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多谢小长老 爷爷 明天推我进会场 我要亲眼看着楚臣 是怎么在最得意的时候 摔下来的 好 好 这次 楚臣必死无疑 欢迎各位来到全国师王争霸赛 这场面够宏大的呀 要不怎么说是几国盛宴呢 每次全国师王争霸 都是南北两个流派斗争最激烈的盛会 这一剑不仅仅是南北之争 还是全球争霸 姐夫你看 好 好多知名选手都来了 西洋狮王赵方全 北派狮王兼上街冠军填白光 武道宗师萧英奇 这些位都是本届独怪热门 这场大赛可谓是强者如云啊 但在我心里 最强的还是我们 姐夫 让我们身批战衣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战衣 说得我都燃起来了 好 跟姐夫走 姐夫带你杀的他们片甲不留 姐夫威武 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牵师代表金城 天白光加油 上啊 赵师王 楚臣加油 让他们知道南权的厉害 小秋 加油 楚臣加油 好兄弟 出啊 我可把宝都压你身上了 赵加油此 为朕八方 赵师方全 夕阳 现象 赵方全加油 给这些没见识的滑沙人一点厉害 瞧瞧 谢谢支持 小秋 这人什么来头 赵方全 据说他家从他爷爷那辈就是全师 后来他到米国扎根 成立全馆 近年来名声雀气 参加过的所有师王争霸 以及全师比赛 未尝一败 扎根 他们恐怕连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 都忘了吗 小子 赵师王也是你能评价的 或从口出知道吗 好 你是 我和赵师王可是老乡 虽然我们住在花夏街 但早就放弃花夏国籍如了米国 米国 你不说我还以为你从赤道上来的 这小脸 幽黑 甲一 你们 刚刚侮辱了赵师王 现在还敢这样羞辱我 今天我一定会让你们两个跪地求饶 怕你啊 也不打听打听 你禅城宋师傅 是什么人 待会我看你还能不能追应 好啊 走着瞧 还没开场就惹上对手 小秋 你飘了 赛场上本就处处是敌 我和足聚 拳头底下见真章 说得好 那就靠你了 毕竟那家伙是先天舞者 境界比我高 先天舞者 姐夫 等等我 别 别丢下我呀 肉场完毕 赛场 赛场 分八个区域 代号 从A到G 第一轮比拼 参赛选手 需越过障碍 前往擂台 前三十组 踏上擂台的队伍 直接进入第二轮比拼 三十组后 将视为自动淘汰 前师圣业 正式开始 姐夫 我看这一轮没什么难度吗 我们马上就能登上擂台了 一千组队伍 第一轮就要刷掉九百多座 难度可不在这段路上 而是 拦路的人 南派楚晨 你跑不了了 姐夫 后面的路也被切断了 他们是北派的武师 兄弟们 上 为北派真光 打趴南派这群软脚虾 小秋 后面的就交给你了 好嘞 先天舞者我打不过 先天以下 我可没怕过 小秋 打得漂亮 对付你们 根本凸显不出我的实力 不如我们捧一捧 让我来灵脚灵脚你的实力 小秋 怎么说 那当人 是跑了 见不够猪 诺夫 有本事停下来 接受我的挑战 傻子才会停下来 别跑 奇怪 楚晨怎么直躲不出手啊 对方很强吗 楚晨小秋他们 不会有事吧 原来如此 楚叔是在借力打力 哦 他看似多闪 实则故意与对方纠缠 一方面消耗对手的体力 牛虫 别动 都给我上开 分狗啊你 另一方面 借他人之手 解决其他武师队 走 最后祸水东野 完美抽身 天哪 已经有二十九祖师队 登上了一台了 最后一个名额 挂落谁家 这是最后一个名额了 姐夫 最后一个名额 就不必担心上了一台太早 枪打出头鸟了 小秋 走起 好 味够了没有 小心小心 多多闪神神的翻死人了 受死吧 大秋 祖宗 祖宗 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而已 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 小秋 走 哦 好 出现了 最后一组登上争霸擂台的师队 来自禅城宋家的 楚臣 好样的 楚臣 哇 厉害 精彩 这届武师大赛超乎我的想象 足以载入武师史册 尤其是这个楚臣 年纪轻轻 就有这般出色的实力 楚队觉得怎么样 哦 这人叫楚臣吗 确实值得我注意 第二轮比拼开始 正芭蕾台上的三十组师队 将进入盘登高峰的环节 也就是说 不分区域 先上绣楼 夺得绣求者 就是本届师王 哎呀 不愧是千世争霸 第一轮就淘汰了那么多组 够激烈 能挺过第一轮比拼 站在高台上的都是真正的强者 接下来才正式进入激战 不出意外的话 各组会保持低调 试探出其他组的实力 再决定下一步动作 楚输 应该也是这种策略 哦 楚臣这是在 老大爷柳湾 哎 妈呀 快躲开 楚辰来了 我还以为楚辰会出手 怎么朝A区去了 楚辰怎么跟个花蝴蝶似的 满场飞 这是什么操作 呃 呃 他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 莫菲勒台上 有他不想对上的人在逼近 嗯 都是没用的 五道宗师萧殷奇 飞夫 他好像在追我们 你才发现 他追着我们 都穿过大半个擂台了 那我们怎么办 母皇 躲开就行了 五道宗师啊 是有点棘手 看来得迂回一下 小舅 在家把劲 好的剑夫 惹不起惹不起 这两个够狂的呀 哈哈哈哈 萧前辈终于出手了 太好了 今日皇家的耻辱 总算能洗清了 楚辰 你完了 哈哈哈哈 黄玉衡 原来萧殷奇是他们请来的 衡 衡 别跑了 擂台就这么大 你还想跑到哪儿去 姐夫 现在怎么办 这个嘛 大概只能灵活运用三十六剂 三十六剂 什么剂 剑招拆招了 楚辰 受死吧 来了 第一剂 美人剂 躲闪摇 打不着 哇 剑夫还会这一首 敢戏弄我 可恶 没了石头 看你怎么嚣张 这是第二剂 叫金蝉脱鞘 哦 武道宗师干嘛跟我们过不去 还想石头淘汰我们 卑鄙 什么金蝉脱鞘 楚辰这小子本明是用了奇术 姐夫 你太牛了 把武道宗师涮到团团转 下一个你打算用什么剂 下一剂 自然是走为上剂 小修 跟姐夫绕场一周 活动活动筋骨 别跑 楚辰这个无耻之徒 武道宗师了不起啊 石头之仇不棒不快 吃我一拳 真麻烦 看来诸楚辰之前 还得先扫清擂台 我 滚 什么鬼 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导弹 那是 宗师发怒了 给我 简直不可思议 缠成皇家的狮子突然发动进攻 短短一分钟 半个擂台被清扫而空 误导宗师出手实在太恐怖了 我的天 这也太猛了吧 糟了 小音旗真战上楚辰了 楚辰是强 但也打不过宗师吧 嗯 那可未必 小音旗追着楚输跑那么久 连楚输的一脚都没碰到过 倒是误伤了不少其他师队 第二轮开始到现在 擂台上的师队 只剩下不到十组 这 难道不是因为楚辰运气好 跑得快 不 楚输是故意的 他在用消音旗清扫擂台 为自己铺路 楚辰 姐夫 那老贼追上来了 没事 他在加把劲 我们就能进前三了 哪里走 前面也来了一只 糟了 楚输被拦下来了 那红毛狮子看着好眼熟 我想起来了 那组的师都是西洋师王 赵方全 一个西洋师王 能接我一腿 小子你倒有几分功力 再占一个武道宗师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楚辰这次 该不会要栽了吧 还真是前有狼 后有虎啊 楚辰 做个交易如何 哦 什么交易 第一 让黄玉衡重新站起来 第二 将你生平所学的奇门之术 写下来交给我 你答应了 我就放你一条深路 否则你今天 绝不会活着走下擂台 身为九玄门弟子 你应该很清楚 一位武道宗师所说的话 绝对不是儿戏 你知道我是九玄门弟子 还敢触碰我九玄门 我九玄门齐术 如果不是听说 立志和九玄门对立的天机派重出江湖 青阳派还真不敢动楚辰 至于现在 抓住楚辰 就是递给天机派最好的头尘状 要的就是九玄门齐术 楚辰 这两个条件你答不答应 我说过要黄玉衡一辈子都得坐在轮椅上 他想站起来也行 下辈子吧 至于你想要的九玄门齐术 更是痴人说梦 无自量力 看来只有死人才是最听话的 这么说 小宗师是冲着楚辰来的 并不打算当失望 我若此时出手对付楚辰 竟能铲除对手 说不定还能结交到五道宗师 人是比好买卖 宗师 我来助你 来得正好 人和挪移 诚哥 等等 飞出去的那人 不是诚哥 收音机那一拳打歪了 小前辈 怎么连自己人也打 什么 人家西洋师王 可是诚心来帮你的 住嘴 竟敢戏弄我 乾坤挪移 小前辈 你怎么还打呀 什么 怎么又是你 我也想问啊 赵师傅 赵师傅 挺住啊 你挨揍的时间还长着呢 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 赵师傅多谢了 停手啊 真是精彩 赵师傅 为掩护楚城 竟然一次又一次 又连挡住了萧宗师的攻击 这份善意之举 就像一座桥梁 拉近了华夏和米国的距离 这是一份跨越国际的友谊 可恶 什么善意 什么国际友谊 分明是储臣用了奇术 若是我惜得奇术 实力一定能更加精进 来 第二次 哇塞 这 这西洋之王的鸡肉住什么吧 也太不经打了 要振那么久 我也该动你真格的了 能和我过招到现在 你小子也算有本事 只可惜很快就要死了 我相信等你死后 一定会乖乖听话 交出奇数 死后 有问题 九阳拳 强的拳风 那就让我用男拳来会会你 初晨居然能借助这一拳 我可是用了石城里 热得跟烤牙炉子里似的 姐夫不觉得烫吗 宗师果然非同反响 这一拳犹如九阳赤肉 竟然动摇了我的境界 心中隐隐有几分迷雾的感觉 我有欲可 再过几招 我就能踏入先天境界了 他的实力竟如此深不可测 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强了 不行 留下楚晨 日后必成我青阳派大患 今天必须杀了他 好机会 去死吧 楚晨 黑屋灵蛇 我的灵蛇 小九 我居然败了 败给一个连先天都没达到的小子 姐夫 强啊 小九 走 坚持圣焰 竹墙争霸 圣者已出 击败武道宗师的黑马 他就是 禅城楚晨 好耶 主晨 竟敢当众让我出丑 能下了赛场 看我怎么跟你算这笔账 清阳派号称正组大派 身为长老的萧殷奇 怎么会懂得黑屋一派的奇数 楚晨都怪了 那是我女婿 楚晨是我女婿 也是我女婿 好好好 他果然 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真为我们产生产光 楚晨 楚晨好样的 楚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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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请来祖师主阵 反倒让楚晨求尽风等 你不敢 玉衡 玉衡哥 你怎么了 这应该是解决楚晨的最好机会 偷偷来 却也落败 楚晨的细语 当真这番逆天吗 下面有请华夏武士协会的东会长 为师王颁奖 又到自古英雄初少年 楚晨 好好努力 你前途无限 谢谢 宫会长在武士级的地位举足轻重 被他夸赞还这么淡定啊 姐夫简直太帅了 对了 今天晚上八点 举办方会办一场师王之间进行交流的晚宴 你是本届冠军 可不能缺席 到时 你记得早些到场 有个大人物 想见见你 大人物 你回来了 楚晨一定死了吧 他的尸体带回来了吗 发生了一些意外 我没能杀了楚晨 什么 竟连你也打不过他 他毕竟身怀九学秘术 若不是这样 他早就死在我手上了 这样 就更得拿到他的尸体了 尸骨的关键 那于被重骨者的身体素质 被重骨者越强越好 叶军抓来的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了尸骨的力量 做出来的就是堆破烂 如果能用楚晨炼化尸骨 那他一定会成为我最强的傀儡 倒是连九学秘术也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你刚刚说 被重骨者越强越好 皇家现在对我有求必应 不如先给皇家的精锐武者种上尸骨 让他们帮我一起对付楚晨 尸骨能激发被重骨者最大的潜能 任楚晨再厉害 这次也绝对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这就是赛方举办的晚宴 真热闹啊 白天赛场上那些有名的选手都来了 那边人聚在一起看什么呢 我去看一眼 小秋 没事 今天赛场上小秋累得够呛 让他放松放松吧 不过老婆 你陪我来晚宴没关系吗 过两天就是北辰药品上架的日子了吧 你记得 失望大赛那么紧张 我还以为楚晨早就忘了和前世的赌约 这些天你一直在公司忙 我做老公的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楚晨 上次你说的北辰内部的奸细 抓到了吗 要不要老公帮忙 我可擅长严心拷打小皮鞭辣椒水了 小皮鞭辣椒水 还是这么不正经 不必大财小用 公司里我都布置好了 你就等着瞧吧 药品上架当天 内奸就能原形地露 老婆威武 老婆事业心太强 看来我只好安安心心当个贤夫了 楚晨 会长晚上好啊 郭会长 晚上好 要见你的人已经在等了 方便跟我过来吗 老婆 你先在这等我 我去去就会 好 来 这边请 他就在前面 去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谈话了 好 谢谢会长带路 能吩咐协会会长带路的人 来头一定不小 他究竟是何方身上 来了 坐下钓鱼吗 不喜欢 是吗 可我怎么觉得你挺喜欢的 堂堂九旋门传人 华夏隐士家族 楚家的少女 不声不响当了五年的上门女婿 不是钓鱼是在做什么 九旋门传人这种身份 倒不算是什么秘密 可隐士楚家少爷这个身份 一般人绝对不会知道 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说 少我便宜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很强的力道 这人实力深不可测 动不了了 这力道 这敏捷度 居然有股熟悉的感觉 像老爸的拳头 你真是我说 臭小子 叫二叔 二叔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你从小在九旋门长大 只见过你父母 认不出我也正常 我也是今天在狮王争霸上 看到你才认出来 坐吧 话说回来 你怎么跑到禅城 当了上门女婿 还一待就是五年 这就说来话长了 让我猜猜 你是在执行 师门任务 听你爸说 五年前九旋门派人 传来消息 说你要闭关五年 师门传话 原来师父们早就知道 我被镇魂服锁了 还选择看戏 难怪这五年来 爸妈没来找我 感情他们都以为我闭关了 镇魂服 是啊 当初我研究此服 不小心把自己给封印了 可我查了你在禅城的购物 听说你早在几个月前 就恢复清醒了 你小子不回家 呃 是在钓宋三小姐 哎 我今天留意了一下 宋妍这姑娘确实 貌若天仙啊 钓 原来二叔刚才说的钓鱼 是这个意思 二叔 妍妍是这五年来 唯一一个没有嘲讽过我 甚至还保护我的女孩 我确实想等她心甘情愿了 再带她一起回家 二叔 你帮我保守秘密吧 如果我爸妈知道了 肯定会直接杀过来 我好不容易追到的老婆 可不能被吓跑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 放心 二叔也是过来人 只要你答应二叔一件事 我保证替你保守秘密 直到你带宋三小姐回家 什么事 加入特战局的特殊部门 天网店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只有交给你才放心 没想到二叔会是特战局的人 听起来在天网店的地位还不低 什么任务 有鱼上钩了 还是条大鱼 出小子 你先回去 任务确定下来 我通知你啊 话题转移的那么生硬 看来事关重大 还挺让人好奇的 不过再大的事 都没老婆重要 那么大一个老婆呢 楚臣算什么 运气好 白捡了一个冠军而已 区区手下败将 不妆骂我姐夫 小秋 没事吧 你这种伐碎 也配在这大放厥词 我叔叔 一个小拇指就能碾死你 你 小秋 小心点 你们想碾死谁 楚臣 姐夫 没事 有我在呢 所以 你们两个是看准我不在 想来为难我老婆和小秋 我说的是实话 就算当着你的面我也敢说 楚臣 要不是我叔叔和肖宗师比武两败俱伤 就凭你 怎么可能捡漏冠军 嗯 胡说 明明是我姐夫以一敌二 力压全场夺的冠军 赵方权就是我姐夫的手下败将 一派胡言 当时不知道撞了什么血 总撞在肖宗师拳头上 最后还撞晕过去了 这个楚臣 只知道躲躲闪闪 根本没有实力 肖宗师输给他 八成也是因为轻敌 这让我怎么甘心把华夏师王称号拱手让人 哟 不服啊 那不如打一场 好 输了的人 立刻让出师王称号 还要从这儿跳下去 来回裸有竹将 楚臣 你敢接吗 啊 哇 刚刚那拳好快 楚臣居然这么强 姐夫 你太强了 他们俩都飞出去了耶 小菜一碟 嗯 哎呦喂 堂堂华夏师王 竟然打我这个老人家 看我奥斯卡 碰撕演技金奖的实力 你下一句该不会是要说 我不讲武德吧 打不过就耍赖 还真是人质贱责无敌 让一让 让一让 公会长来了 是公会长 听说赵方权在找 楚臣的麻烦 楚臣可是新进的 华夏师王 又是楚开平看上的人 要是被羞辱了 我可没办法交代 公会长 又见面了 什么情况 公会长 你来得正好 我堂堂米国师队代表 参加华夏师王大赛 是为了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刚刚楚臣居然当众击入我 这件事你得给我个说法 明明是赵方权他们挑衅在先 是啊 公会长 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这来的不是时候啊 赵方权有一点说得不错 他毕竟是米国代表 不能太落他面子 这件事 只能大事化小 赵师王是习武之人 脾气暴烈 难免对楚师王有所误会 不如这件事到此为止 就这么算了 不能算 我师父说过 碰到咬人的狗 就该出手教训 绝不纵容 赵方权 我劝你还是麻溜游到对岸去 在对岸逃走 我不拦你 但在我面前 绝对不行 哇 楚晨霸气啊 只可惜赵方权背靠米国 今天这事是哪有结果了 除非神仙下凡 逃 楚晨 你以为你是谁 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我可是有米国支持 今天我不但不会罗友 还要你给我磕头 忍错 你 哪来的病狗 敢欺负我的晨晨 天啊 竟然一招就中创了赵方权 哇 仙女下凡 真是好大的胆子 晨晨别怕 我来了 是 是是云魔女 九旋门脉主之音 五界巅峰 南宫云 那实力 九旋门中云魔女未必最强 可这上云魔女的后果最惨 这是舞者界公认的事实 是谁把这位姑奶奶给请来了 云姐姐 打掌 尘尘 就这么亲密 姐夫该不会对不起我三姐了吧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冰姐姐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别总揉我的脸 姐姐 这老贼欺负我 滚过来 向我们家晨晨道歉 工 工会长 人哪 工会长早就溜了 所以 赵师傅 你是自己游过去 还是要我送你一程 这 我 默默其进 浪费时间 放开我 放开 这下西洋狮王真挪泳了 好 够姐姐 管他什么狮王 现在都成洛塘鸡了 呦 赵师傅朝对岸游过去了 嗨 别走啊 赵师傅 跟上 跟上 这乐子可不多见啊 云姐姐 你怎么来了 知道我们家晨晨从镇魂服出来了 当然要来看看你 你们果然知道我被镇魂服封印了 还当乐子看 嘿嘿 这也靠太近了 只用五年 就从镇魂服里走出来 说明你不愧是百年一遇的奇门天才 对了 我听说你还娶老婆了 云姐姐 这是我老婆 宋颜 你 你好啊 老婆 这位是我师傅 师傅 这位神秘莫测的奇女子 竟然是楚城的师傅 那你为什么要叫姐姐呢 云姐姐总说叫师傅显得她很老实的 所以就让我改口叫姐姐了 你们和晨晨一样 喊我一声云姐姐就行了 好的 云姐姐 云云 你可真美 啊 陈阵走了狗屎院才去到你吧 初次见面 云姐姐也没带别的好东西 送你一个手镯吧 这 戴上吧 别辜负云姐姐的一番心意 真好看 谢谢云姐姐 这个手镯岂止是好看 那里蕴藏的奇门秘书一旦触发 足以抵挡一名武道宗师的权力一击 只要老婆不主动拿下手镯 即便是武道宗师都伤不了她 自家人不必客气 云姐姐送了这么一份大礼 就代表她认可爷爷 对了 云姐姐 罗鱼师弟这次回山 有没有跟你说杨小姐的情况 你说的 是那个曾被幻神骨寄生的女孩子 放心 区区乌神门的骨伤 很难不倒你云姐姐 带我去看看她 好 云姐姐 她人就在宋家 姐夫 你还没接受我呢 神仙姐姐好 我叫宋秋 楚臣是我姐夫 可恶 快看 有人罗有竹江呢 那是西洋狮王赵方犬 听说是和楚臣打赌输了 快拍赵方朋友圈呢 狮王出丑 太劲爆了 楚臣 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小莫 楚叔 你们回来了 这位是 我师父 你叫云姐就好 杨小锦呢 她在房间里 还是老样子 躲着不肯见你 当初多鬼楚叔 你告诉我真相 我才和小锦 解开了误会 子墨 我是杨谦的女儿 但我并不是 刻意隐瞒你的 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说 我明白 无神门覆灭 宁军河被抓 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 小锦 你怎么了 对不起 子墨 你让我一个人监警 但这些天的朝夕相处 小锦却越来越在意 自己脸上的伤疤 甚至到了躲着我 闭门不出的地步 事到如今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小锦了 你想放弃了 怎么可能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 才终于重逢 我不在乎那些疤痕 无论如何 我都会照顾小锦一辈子 好 是个男人 不过 你在不在乎不重要 重要的是 消除他心中的芥蒂 带我们去见小锦吧 我师父 能根治他的骨伤 嗯 真的 好 好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他 楚叔 你的那位师父 真能治好小锦吗 放心吧 有云姐姐出手 小锦脸上的伤痕 一定会消失得 无影无踪 啊 什么声音 难道出什么事了 小锦 你没事吧 这 竟然 子墨 我的脸 我的脸好了 一个两个 都这么一惊一乍的 有我出手 什么伤志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事后也不早了 云姐姐 我送你去房间吧 嗯 今天 你先好好休息 嗯 痛痛痛痛 好好好 别想着打罚我 晨晨 这么久没见 我要检查一下 你的功课 呃 云云 你老公借我一下 呵呵 好 云姐姐 你如今的气息 好像变得更高深莫测 已然超越了五道宗师 难不成 你的境界 又静静了 当然 不过 五道的顶点 不就是宗师吗 宗师之上 又是什么境界 气息静 嗯 好强 仿佛只要云姐姐 一个念头 这种气势就能扑上来 将我撕碎 啊 而且 收放自如 这就是武学的 更高境界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气息静 通俗的说 就是气势 将丹田之气 化为水质 一个眼神 就能治敌的事 气息静 原来如此 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突破仙天 才能感受到丹田里的那缕气 气满丹田 则超越五道宗师 进入气息静 你还没到仙天 告诉你也没用 什么东西 笔子 来一起安魂月 你下山后 我可好久没重温做师傅的威风了 晨晨听话 好吧 我开始了 不错 辽亮悠长 还是那么好听 晨晨居然突破仙天境界 还凝聚了气 如此有天赋 不过听我指点了一二 就凝聚成气 不愧是我的弟子 不出三年 估者皆必定再出一位气息静 今天不顺利的吧 会顺利的吧 当然 上次你不是亲眼看见 我和乔林云签了合同吗 放轻松 我保证林宝堂在陈城的所有分店 都会挂上北陈的名号 没办法 今天就是和前世打赌的最后一天 我实在轻松不了 毕竟你和前老爷之间的赌约 早已经传遍禅城 前世在禅城制药界 又算得上是一手遮天 那今天禅城的天 必定要塌下来 爷爷 我已经联系好了禅城有实力的药店商家 许道商 制药商 几乎所有人都表态 绝对不会上架北陈的药 楚臣肯定想不到 我们会玩这一手 好 同志安插在北陈制药的卧底 让他行动 给宋氏集团最后一击 哎 楚总怎么偏偏和前世对上了呢 这根本就不可能赢 就是啊 楚总输了 就得离开禅城 北陈也完蛋了 要我说 我们还是收拾东西找夏家吧 是啊 咱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 不少人还背着车贷房贷 何必跟着北陈同前世作对 万一彻底得罪了前世 以后在禅城 哪儿还有立足之地啊 邓经理 你这话说得不妥当吧 作为北陈的一员 该做好本职工作 而不是想着得不得罪谁 我也是为了大家着想 都是小人物 心里想的是明天那晚饭 何必卷入这场纷争 等北陈彻底败给前家 我们在禅城 恐怕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了 不如现在离开 免受牵连 邓经理说得对啊 北陈一败 禅城就是前世之药的天下 肯定没人愿意要我们 唉 现在的大环境 可不好找工作咯 不过 我倒是有个渠道可以试试 替大家张罗好下家 你说的下家 就是前世之药吧 不是 楚总 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 等着你和前世联手 把北陈搞得倒闭吗 这 什么 和前世联手 您再说笑吧 别装了 先前 我跟你们每个人都派了一个 洽谈合作的任务 但只有你去联系的那家药企 出了问题 什么 邓经理去联系的那家药企 被前世 节足现登了 嗯 看来是他 事先向前世通风报信了 钱老爷立刻派人 去合作对象那里施压了 我们早就发现 你是前世派来的间谍了 没有第一时间铲除你 不过是怕打草惊蛇 什么 之前产品泄露也是你做的吧 看在同学情谊上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没想到你就是内奸 郑英才 算我瞎了眼 没看清你这个卑鄙小人 怪不得寝室之前 对我们的新产品了如指账 原来是邓经理泄露出去的 太卑鄙了 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你们现在发现已经晚了 北城注定会迎来败局 楚臣自身都难保了 还顾得了你们 都好好想想吧 不想被打压 就跟我走 到前世去吃箱子喝辣的 我 邓经理 我跟你走 我也去前世 傻子在留下来喝西北方 这群白眼狼 好 既然这么迫不及待 那我就送你们一程 你 你 你们要干什么 放 放手 放开我 怪不得他一大早 专门去拳馆 叫了些学员当保镖 你 你 还有你 跟我走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清除了那天 我要先宣布一件事 留下的各位 我很高兴 你们最终选择了北城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北城最核心的班 这个月开始 所有人薪资翻倍 翻一倍 北城的待遇本来就很好 再翻一倍 天哪 妈呀 这待遇我做梦都不敢想 厨子 我们一定努力工作 回报公司 北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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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不过 待遇说完了 现在 该付出实际行动了 大家看见下面的车队方阵了吗 车队 这是属于北城的车队 里面放的是北城的新药 他们将从金滩大厦 开往四面发芳 遍及全城 现在是时候反击前世了 两人一组立刻出发 目标 灵宝堂 前老爷 前尚 欢迎我们的英雄凯旋 离开北城 将是你们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选择 明天起 你们全部入职前世之药吧 多谢前尚 多谢前尚 跟着前世混 一天吃九顿 北城之药算个屁呀 我们离开的时候 楚城那小子还搞了什么车队 大概是想把药品 拉去药店现场促销吧 北城之药的催泪促销史 这绝对是可以载入 禅城医药界史册的一幕啊 这个楚城 还真像打不死的小强 不过是无谓的挣扎 任何人跟我前世作对 都是自寻此路 不好了 前走 有消息说 北城的车队 全都开到了领宝堂 领宝堂全城的分店 都强势上架了北城的药 什么 不可能 是真的 新闻都播出来了 北城之药强势入住领宝堂 欢迎楚总 历领领宝堂 之前就非常期待和楚总合作 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乔总果然言而有信 以后我们两家合作的机会 还多着呢 提前助我们 合作愉快 前老爷 也说得彻底 初晨和领宝堂合作这么大的消息 你一点都不知道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初晨的人 故意让我放松警惕 不 先老爷 我不是 好啊 把这些人给我打一段轰出去 永不漏用 是 不 不 你听我解释啊 啊 哦 哇 大乐子 主晨 据说 邓队英才在前世被毆打 还被赶出去了 前老爷 前老爷居然怀疑他是我们派过去的双面间谍 哈哈哈哈 正常 前老爷子失了这么大的力 肯定要教训邓英才一顿来泄愤 不过邓英才那种没有职业道德的人 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初晨 这次对赌 你可赢大发了 按照赌约 前老爷可要向你倒查认错的 哎 你说他会什么时候来 不急 如果不是前世咬着我不放 我可不想欺负老人家 现在更重要的 是让北辰制药 借时而起 一飞冲天 乔林云总裁 热情招待北辰集团总裁处臣 请和北辰制药和林宝堂强强联合 可恶 小秀又被处臣赢了 处臣 请让你再得意几天 等我双腿恢复 我会夺走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走吧 哼 我的腿真的变好 小前辈 我愿意去特训 小前辈 你就是皇家的大恩人 一群蠢货 真以为我做这么多 是为了提携黄玉衡 你们皇家送来的精锐 我会好好使用的 这小前辈的笑容 为什么有种古怪的感觉 哇 好美 云姐姐 我们买的东西太多了吧 没事 晨晨会帮忙提着的 吃吧晨晨 呃 是是是是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在光街购物质方面 神仙姐姐也不能面俗啊 喂 周辰 救命了 求求你 救救我妹妹吧 黄玉衡 怎么回事 说清楚 嗯 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个青阳派的修营旗 他在皇家搞了个集训 带走了二十名年轻舞者 说要帮他们增强实力 我妹妹黄秀秀也被选上了 可是刚刚 我突然接到秀秀的求求电话 哥 小前辈要杀了我们 在我们身上中尸骨 他来了 他来了 救我 秀秀 秀秀 尸骨是乌神门的手段 看来萧殷奇 多半是和宁君孝勾结了 我在黑浑山 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到 有对付萧殷奇能力的人 初晨 我只能想到你了 求你救救我妹妹 萧殷奇 什么人 他是青阳派的武道宗师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是针对姐夫 前几天千诗圣宴上 他对姐夫那是一路追杀 还好姐夫够强 才没受伤 区区一个武道宗师 也敢欺负我家晨晨 地址 啊 就在禅城西郊 一个皇家的废弃别墅里 我发给你 走 给晨晨报仇去 云姐姐 等等我 老婆 事太紧急 我自己回去就好 让小秋送你们过去吧 放心吧 姐 老婆 你实在太善见人意了 爱你老婆 讨厌 这大庭广众的 制作师 融合成功了 果然只有武者的体质 才能接受尸骨的能量 而且融入尸骨后 他的实力比生鲜翻了一倍 融合越久 他越像寻常人 甚至记忆也会逐渐恢复 等到有人察觉时 我的古人早就遍布各大门派 九玄门 还有所谓的正通大派 都将被我巫神们踩在脚下 天下 请归乌神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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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乌神们 也妄想称霸天象 站在巅峰的 该是我青羊派 恶魔 你们都是恶魔 刚刚想逃跑的 就是你吧 那下一个尸骨 就种在你身上吧 去 什么人 是你 还好 赶上了 丑臣 丑臣 丑臣救命啊 救救我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残害人命 萧音齐命军孝 你们罪该万死 初臣小心 黄玉恒明站起来了 不对 他被尸骨寄生了 初臣 我正想找你 没想到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那就尝尝我研制成功的尸骨的利害吧 你上 以黄玉恒的实力 即便加受尸骨的力量 也不一定能打败楚臣那小子 放心 被尸骨操纵者最大的优点就是刀枪不入 不死不灭 每一招都无视法 用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打法 初臣不可能有胜算 想要尸骨耗索 挺有想法 可惜 还是太弱 什么 黄玉恒怎么不动了 鼓虫失灵了 我能感应到尸骨 黄玉恒爬不起来是因为 他的各个关节都被初臣追毁了 现在他根本就是一坛烂泥 该死 接下来 什么 生而为人 连良知都丧失了 你们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今日我就替天行道 亲妖邪 主臣的实力 竟然远高于我 不可能 他不过是个矛头小子 我可是武道宗师 怎么能败在他手上 苦臣去死吧 我的手 我的手 小阴气居然败了 武县 我不能留下当死 反正事故已经研制成功 先离开这里 日后再继续处成这个麻烦 还想逃 不愧是仙女姐姐 一生之敌 若不是晨晨想自己动手 我早就把这地方移为平地了 想不到萧阴气竟然和巫神门勾结 研究尸骨这等邪恶古术 也不知道他们害死了多少无辜生命 如果不是被你及时处理的话 尸骨势必会在武者间掀起腥风血雨 放心吧 云姐姐 我已经报警了 嗯 如此甚好 楚臣 接到你的电话 我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嗨 地下室里什么情况 萧阴气和宁君孝 就是杀人重尸骨的主谋 现在人被绑着昏过去了 还有一些幸存者在里面 这样子也可以进去看看 不过 友情提示 你们最好有点心理准备 不就是两个杀人狂 现在他们还要心理准备吗 我们可是专业的 我先看看现场 这 这里怎么回事 简直就是袖罗蝶鱼 总是做过了心理建设 但这场景还真是 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可真没想到 这两个家伙 居然这么残忍 这两人最大恶极 不绳之以法 都对不起那满地的冤魂 楚臣 谢谢你及时通知我 不用客气 应该的 我会把人带回特战局 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按照他们的罪行 很有可能会判处终身监禁 甚至是死刑 那人就交给你们了 我就不出面了 江姐 下次见 等一下 楚臣 江姐还有什么事吗 你真不打算加入特战局吗 看来江姐还不知道 我已经答应二叔的邀约 加入特战局天网店了 这毕竟牵扯到了我的真正身份 暂时还是保密的好 其实 你加入特战局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省去很多 没必要的麻烦 哦 江姐这话 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收到消息 西洋师王赵方全 要找你的麻烦 明天下午一点 他进来的五名世界级圈王 就会抵达阳城机场 但如果你有特战局成员这层身份 他们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你 赵方全想对付我 不会一连请来五名舞蹈宗师 我怀疑他们不只是冲着我来的 而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立威 打压华夏舞者 什么 沉着说的有道理 那 楚晨 你打算怎么应对 来者之客 他们既然踏上了华夏的土地 我自然要好好招待一份 世王争霸落幕 西方代表团 竟然对新晋世王楚晨发出挑战 这背后到底有何隐秘 本台记者实时追踪 为您报道 赵世王 请问 您为何要向楚晨发出挑战 因为楚晨德不配位 根本不配当世王 比赛结束当晚 我叔叔向楚晨表达几句恭喜 结果被楚晨当场羞辱 众目睽睽之下 罗用竹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多说无意 我们西方代表团遭受 这样的奇耻大辱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天后 是 今天我方特派出五名拳手 空降阳城 在赵家拳馆挑战楚晨 让全世界见证 西方格斗与华夏鼓舞功夫 哪个更厉害 一天之内 希望楚晨主动送上门来 不过 只怕他没胆子过来 谁说我不敢来 楚晨 楚晨居然直接现身机场了 这是来赌人的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可不喜欢废主 今天赵方权这群人 一个都必想走出鸡城堂 我来了 赵方权 楚晨 来得正好 这次我要让你丢脸丢出华夏 接机而已 何必这么行尸动众啊 马轮师傅 这 这不是马轮师傅吗 蝉联七届米国格斗大赛冠军 西洋全界一代宗师 莱克马轮 旁边还有西洋柔树第一人 怀克凯尔文 这五位 任何一个放在全界都是一尊大神 现在站在一起 这阵容太可怕了 西方代表团这个阵仗 楚晨还敢来 是条汉子 马轮师傅 他就是楚晨 哼 赵 这就是你说的很嚣张的小子 穿得跟个老古董似的 不会一拳就打散架了吧 有没有神美 这太极服可是神仙姐姐亲手挑的 舒适 大气 没见识的土鞭 小子 你敢侮辱我 你们要挑战的人 是我 这么急着出手 干脆就一起上吧 让我们五个一起上 小子 事儿随便一个人 都能碾死你 神仙姐姐 你看赵方全和那几个全师 都对姐夫虎视眈眈 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 不必 而且这次我不打算出手 不出手 让姐夫一个人面对西洋五大高手吗 这五位在西方全界 可是巅峰一样的存在 正是因为他们有些实力 才配当陈阵的陪练 陪练 陪练 不错 陈阵刚刚里无事 如今最缺乏的就是高强度的实战 在战斗中更能掌握自身的气势 也顺便教教这群所谓的宗师 什么叫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有货战 华 急 转 这是什么格斗术 明明这小子看起来像个弱鸡 可每一拳都蕴含着极大的能量 仿佛有暗机在体内炸开 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力量 卸身体验一下吧 这 就是华夏功 好 天呐 怀得卡尔文在楚城面前 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太给我们华夏人长脸了 剑夫刚刚那招也太帅了 那是什么招数 晃榜撞天岛 跺脚震九州 是陈阵改良过的八级拳 以灵动飘逸的身法 配合十指尖的八级崩力 可以瞬间令八级拳的威力提升十倍 剑夫好强 虽然改良过的八级拳威力强大 但绝不是陈阵的绝招 他用八级拳就意味着 他并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 这场对决 陈阵真正的对手 还没有出手 怀得 你轻视了华夏功夫 苦臣 是吗 年轻人太嚣张 可不是好事 这个要破坑 对方也领悟了事 马轮师傅不愧是世界级拳王 戏场太强了 曾经有人 光是对上马轮师傅 就吓得落荒而逃 来阳城之前 我特意和怀特切磋了几场 在我试的压迫下 他发挥出的实力不足平日的七成 虽然我还没有办法充分运用这股事 但对付储臣 豁绰有余 就这 那是储臣的事 跟云姐姐相比 这什么马轮的事 简直就是小儿科 还想用来你压我 马轮 你小子真那么强 顺臣的事 居然比我还强 这样下去 被压制的反而是我 不行 别怪忘了 所有人一起上 不然谁也赢不了 上 好 棋林步 可恶 好不要脸 居然一起上 解锋 我来 别急 晨晨不用帮忙 你没发现 晨晨从一开始就游刃有余吗 真的吗 去死了吧 雕虫小技 群流传四 这 什么 这不可能 不可置信 他这几招看起来轻飘飘的 怎么能倾诉化解我的权力 害怕我们都打退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姐夫会一会衣袖 莱特和马伦就被打飞了 这几个西洋拳手的格斗术 讲究招是猛 刚 强 是以力之胜 晨晨则是靠着身法飘忽不定 化解铁拳的同时暗欲杀击 周晴天 小剑解吏 飞袖攻击 真正以柔克刚的功夫 逍遥游 打完 收工 劝你们永远不要试图挑战滑下功夫 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被打脸 这 滑下功夫太恐怖了 即便我全力冲击 也无法抗衡 今天败在这儿 就丢脸丢大了 刚刚楚晨这小子 只是闪得快而已 不许他真能受我一拳 你下死手 这样能打到他 一定能反败为赦 总有人不听劝 自寻死路 萧尧尧 一方苍灵 天 天哪 西洋格斗术这么不堪一击 是 是楚晨太强了 居然真的打赢了马伦师傅 西洋拳戒五大巅峰高手啊 还没走出机场就全倒了 楚晨太强了 楚师傅才是真正的滑下功夫传人 不 简直就是 华夏武神 马 马伦 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华夏小子 竟然会这么强 连马伦都摆在他手里 要不是赵方全飞起我们来 我们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仇 赵方全 你惹出来的事 以后你不必再回西洋了 什么 怀的师傅 你听我解释 怀的师傅 哟 打不过就跑了 方才真是一场滑下功夫的盛宴 楚晨 你刚刚用的是什么招式 师生河畔 楚师傅 你太厉害了 现在加入精英拳馆 能学这招吗 呃 抱歉 我可奉告 太帅了 姐夫 刚刚的打道被人传到网上 引发了全网热议 网上已经有人称你为 华夏武神了 还有刚刚那套长法 嘿嘿 简直太帅了 怎么 想学 想 想 想 等你先会背逍遥游吧 到时候我就教你 啊 逍遥游 老爷子 我的好孙女婿 今天这一战后 你可是要名阳海外了 你们都知道了 其实没什么 不过是解决了个半吊子全尸而已 嘿嘿 你别谦虚了 对方可是世界级别的拳王 早知道我也去接机 还能看个现场 你们没看见真是太可惜了 当时的战斗超级精彩 是吗 网上的视频 我们还没来得及看 当时 姐夫全打莱特马伦 叫击怀特卡尔文 一招就把五大高手 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刚刚打了这么一架 陈哥 嗯 那什么 你身体怎么样 不累吧 怎么 你有什么事 有件私事 今天晚上有个圈子 邀请我去聚一聚 陈哥 你有空就陪我一起去呗 好歹 好歹你也是堂堂夏家的三少爷 北辰的夏总 区区一个聚会 你还怂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聚会 是阳城商圈年轻一代之中最顶级的那拨人组织的 以前我从没去过 陈哥 你要是不忙 就跟我一起去 就当帮我撞撞绅士 能让夏北这么紧张 这聚会不一般呢 反正闲来无事 去看看也好 行吧 什么时候去 嘿嘿 晚上八点 到时候我来找你啊 得谢陈哥 我早就看出陈哥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少来 对了 这几天前市有什么举动吗 嗯 没有 说来奇怪 前市上次最赌输给了你 竟然一声不响 也没再做什么针对北辰的事 只要前市不作死针对北辰 就不必管他们 陈哥 就是在这聚会 环境还不错 那是 这家会所今晚已经被包下来了 里面的一切设施 我们唱完 这可是阳城最顶级的富二代圈了 没想到 我居然能受到邀请 妈妈 我出息了 别这么没见识的样子 夏少爷 聚会要做什么 我刚才问了 想玩什么都行 这里有游泳池 健身房 桑拿 按摩 不过晚上十一点 要去六楼集合 到时候会有一些重要人物出席 那先去游个泳吧 储城 希望他能带给我们惊喜 舒服 一个人游泳多没意思 我叫柳千千 不如 我们比一场 来回有两圈 一举定输赢 怎么样 输的人 要答应赢的人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没有任何限制哦 夏北方移开 这两个女孩就出现 她上来就提条件 冲我来的 你认识我 男权之师储城 这几天 阳城还有谁能比你更火 怎么样 比不比 可以比 不过输赢的条件 还是要有个限制 比如 你不能缠我们身子 啊 本小姐才不会缠你 就这么说定了 姐 你当我们的裁判 好 柳家的小魔女 又出来祸害男人了 柳千千的游泳水平 可是能赶超国家队的 对方要是输了 估计会被要求裸奔阳城吧 三 二 一 开始 你们姐妹俩 今晚找我有事吧 你怎么知道 初晨 你再不下水 可就要输了 可别小瞧了 倩倩 那就等我和你妹妹比完 再说这事 这 这 这走都 初晨武力再强 在水里也没法施展 如果有点 阳城可没几个人能比得过我 就让他受个叫醒 诶 主晨 诶 我在这 你 等着瞧 我会追上你的 哥吧 到底什么事 啊 一共两圈 你才来回一圈 比试还没结束呢 我可没有跟小女孩争强斗胜的习惯 这场就算我说了 什么 谁要你让我了 我柳芊芊又不是输不起 那 算平局 你破坏规则 临阵脱逃 还是我赢了 说吧 你们想我做什么 我 楚晨 上六楼聊吧 好 我去换衣服 咱们六楼见 姐 没想到楚晨这么容易摆平 亏我还提前在指甲里藏好了软香伞 都没派上用场 秦天 不要小看楚晨 他似乎看透了你的手段 不可能 他明明就输给我了 他故意让你赢 恐怕 只是想顺势套出我们的目的 这人不可小觑 但也证明 那件事托付给他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不知道那柳家姐妹 到底有什么目的 陈哥 嗯 你说你遇上了柳漫漫 柳千千姐妹俩 是啊 她们 不对 是柳千千的小魔女 没对你怎么着吧 没事 我好着呢 没事就好 柳家在阳城地位可不一般 柳家中医馆遍提阳城 乃至月审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业务 极其神秘 总之在阳城 柳家处于顶级商圈的位置 得罪不得 只脚藏毒 又在阳城有深厚的根基 倒是像舞者界中那个门派的人 柳千千真的没折你 真没有 哟 还挺热闹 柳家姐妹约我来 她们人呢 这聚会可不同于一般只会吃吃喝喝的聚会 还很富有文艺气息 今晚参加聚会的人 可都是在阳城顶级富二代的文艺圈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当然 我除外 陈哥 你看 哼 弹琴的面人叫白木 阳城白家的公子 也是今晚这场聚会的三大发起人之一 他家琴行可是阳城最有名的 这位也是聚会的发起人之一 叫罗云阳 他家画楼遍布全国 白木和罗云阳被誉为阳城的琴画双绝 名列阳城十公子之中 好一副凤秋皇 空力深厚啊 罗云阳 你的画功又进步了 那也是在白木你高山流水的熏陶之下 我才能够进入这么好的状态 玄华夏年轻一代 恐怕没有第二人的音律 能与你白少将敌并论 哪里哪里 润水墨画 云阳你看称当代少年画圣啊 这二人技术是好 但也没好到能分为 华夏年轻一代第一人的地步 果然在顶级的圈子 也少不了拍马屁 柳家姐妹来了 不好意思啊 来得迟了 是刘嬷嬷 今晚这聚会 就是她要请我来的 陈哥 你说她有没有可能 看上我了 别想了 没可能 啊 蔓蔓 我刚刚的情音如何 蔓蔓 看看我最新画的这幅 嗯 楚晨 又见面了 是啊 现在有什么话 可以直说了吧 呃 蔓蔓 她是谁 以前从没见过呀 这位是楚晨 是我请来的客人 最近和赵方权斗舞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男权之师 蔓蔓 怎么说我们都是阳城青年一代的文艺权名流 你怎么请了个粗笔的武夫来 他们看见什么 照你的说法 武者就必须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了 本来就是这样 不过楚师傅 毕竟是漫漫的客人 干脆我写一幅浅一朵的字画 给你品鉴品鉴 拿纸笔来 哎 好多多少 楚师傅 你来品鉴品鉴这字如何 这字 呃 陈哥 那写的什么 歪七扭八的 看不懂啊 嘿嘿 龙凤齐聚一堂 舍鼠混迹齐间 这都看不懂 果然是粗笔的武夫 大字不识 还敢跟罗少叫板 把字送到楚师傅面前 让他好好瞧瞧 嘿嘿嘿 楚师傅 请 这次 这都不能忍呢 啊 主臣 你 罗少对吧 真是似如其人 你也一样吵 你凭什么说我吵 说我的字吵 我可是全国书画冠军 就你 冠军 那这比赛水平堪忧啊 你的画迹 从你身后那幅画 就能看出来 与其说是凤求黄 倒不如说是凤求黄 求尽的求 凤飞凤 黄飞黄 既无神韵 又无灵性 只能算是涂鸦之作 什么 这 凤飞凤 黄飞黄 确实如此 楚臣竟能一语 道破玄机 不过 以罗云阳的水准 这幅画也不至于是 涂鸦之作 这人真是 楚臣 你少在这里大言不惭 你难道还能画出 比我这幅更好的凤求黄 如果我能 你就当众位敲不起舞者 向我道歉 如何 好 只要你画得出来 我罗云阳前往直播 向你道歉都行 可要是画不出来 你就吃了自己的画 滚出阳城 再也不准纠缠慢慢 这不妥 没事 这赌约 我印象了 楚臣应该不是狂妄的人 他真有赢罗云阳的把握 那就在这里作画吧 小北 帮我铺一下宣纸 好嘞 楚臣 大家可没那么多时间 能浪费在你身上 两个小时画一幅画 够了吧 两个小时 罗少大气啊 恐怕这会是楚臣这辈子 最难熬的两个小时了 我们粗笔的舞夫作画 一向追求速度 用不了两个小时 只要 一瞬间 诶 横山画起来 还挺有模有样的 天哪 这一手太惊艳了吧 右右手一起画 这是什么招数 左手画缝 右手画黄 里中有仙 一心二用 这是 传说中的双仙入神 什么 不可能 双仙入神 可是画电失传的话计 哪怕是我们罗家 也无人掌握这种神迹 楚臣更不可能会 云阳的话有道理 要我说 楚臣大概是怕输得太惨 才耍了个花架子来挽回面子 画出来的成品 绝对才不忍 对 对 放好了 什么 嗯 哈哈 楚臣 这就是你的话 这凤凰 还真别致 哈哈 楚臣的话 借鉴如此低劣 难道我的猜想是错的 别急着笑 小心待会儿笑不出来 小北 给我一瓶水 好嘞 水来了 陈哥 你怎么喝起来了呀 要不行 咱们干脆跑路吧 大功告成 那 这一步 才是真正的凤球皇 哇塞 这凤凰 跟活过来了一样啊 两幅画摆在一起 罗绍那幅简直就是小儿科啊 厉害 这下高下立判了 和楚臣的话一笔 你的画简直丑得天怒人愿 还是趁早扔了吧 别啊 多好的纸 别浪费了 给我拿回家当厕纸吧 好呀好呀 你们 简直欺人太甚 罗绍 你输了 记得直播道歉 陈哥 前世还没跟你道歉呢 现在罗云阳也欠你一个道歉 你跟道歉是什么孽缘 回吧 再带下去也没意思了 我以战曲邀约 和你比一场 主臣 你敢硬吗 战曲 怪不得听起来有一股压迫感 主臣擅长的是画画 你找他秉情 太不公平了吧 自古琴棋书画不分家 楚师傅画画功底这么深 想必情界不会差 浦印阵不是不会 怕是不敢吧 不战而逃是为逃兵 逃兵的下场 大家都清楚 他们身后的城池被攻陷 家园被侵占 女人被霸占 启上你的狗嘴 既然白木少爷这么盛情挽柔 那我就不走了 没有情吗 有 楚臣竟然要应战 这下有好戏看 这是我的情 已经管用 多谢 娜娜可从不让人碰她的情 今晚竟要借给楚臣 莫非 她对楚臣有好感 来着我未来的女神 楚臣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 什么 这把情 可是家里为我克制的 情音急剧穿透的 能扰乱对手心神 楚臣居然 丝毫不受我情音的影响 楚臣的情境 竟丝毫不逊色于白木 不 应该说 他的情境远在白木之上 我的情意 竟然被压制住了 是毫无还手之力 我 不想 输给楚臣 我就成了整个阳城的笑话 不能输 我要绝地反击 天哪 白兽居然败了 他和罗云阳 可是号称情话双绝 名类天南石公子妹 今天都败在楚臣手中 楚臣这人真是不简单 何必自取其辱 你小子 楚臣 看来你就是我需要的男人 什么 先别问 先别问 找个能独处的地方 今夜我们慢慢谈 你 他这么无急 难不成是长我成哥身子 不可能 我的女神才不会开上楚臣 慢慢难不成 真像小北说的 插我身子 我是有老婆的人 等等 现在没人 说说吧 你到底想做什么 其实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楚臣 你有没有听说过 天机悬途 成哥 我不是在做梦吗 白木和罗云阳 竟然在你面前 栽了那么大的跟头 没办法 他们太弱了 哇 你好嘚瑟 要是他们听见了 八成会欺吐血 嘿嘿 比起他们 更让我感兴趣的 是柳漫漫提及的天机悬途 华校十大古画之一的天机悬途 这幅画应该被收藏在官方博物馆中吧 一个月前 天机悬途出现在京城某家古董拍卖行中 我们柳家的长辈们 通过视频确认那幅古画是真剑 可我们还没来得及接触卖家 对方营业之间 就惨遭灭门 灭门 为了一幅古画 天机悬途 不仅仅是幅画 传说 其中还藏有皇家宝藏的秘密 价值不可估量 不过 卖家在被杀的前一天 便将天机悬途秘密转手 所以凶手并没有得到古画 却那有流言 真正的古画 极有可能流入了阳城 楚晨 你在金灿城采清盛典上 以书法经验亮相 今晚 又一战成名 名气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书画圈 到时候 或许会有机会接触到天机悬途 这么了解我 看来 你邀请小北 就是为了给我下套 你们百花宫一向隐世壁俗 居然也会想要天机悬途 你怎么知道我是百花宫的人 泳之边上 你妹妹指尖的软香伞 可是百花宫特产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 那 你可愿帮忙寻找天机悬途 倘若能得到此话 我柳家必有厚礼答谢你 天机悬途这等宝物 其价值至少是以一维单位来估计 说实话 如果我拿到了 未必会给你 诶 楚晨 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个条件 哦 我的条件就是 如果你得到天机悬途 必须交给我 倩倩 原来费尽苦心给我下套 是为了这 没问题 如果我得到天机悬途的话 我会给你 太棒了 那我先走了 诶 你就这么走了 去哪啊 回家 打探打探天机悬途的消息 天机悬途流入阳城 一定有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了 更别提还有一伙心狠手辣的灭门凶手 看来阳城 你们快就会过太平了 可恶啊 从来没有人可以随意践踏我们这个圈子 楚晨必须为今晚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 没错 不过楚晨号称男权之师 论武力 我们很难报复回去 所以 不如借我们的家族鼎蕴 给予楚晨沉痛的一击 白兄 你的意思是 我们这样 然后再这样 先用舆论逼迫 再以力相邀 好主意啊 只要楚晨就不得不应战了 没错 我们两家那么多大师 随便请出一位 就能让他身败名裂 高 实在是高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两家联手 一起对付楚晨 好 双心入神 果真不烦啊 姐 楚晨留下的这幅画 你都看了好几个小时了 不嫌无聊啊 你是欣赏画 还是欣赏这作画的人啊 自然是画 你忘了刚刚我把画拿给管书 就连管书那样的大师都激动起来 说这幅画 当属传世之作 楚晨既然那么厉害 他一定能帮我们拿到天机旋徒 我厉害吧 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楚晨答应帮忙了 傻倩倩啊 天机旋徒哪有那么容易拿到 这是 不好了 姐 楚晨被白罗两家联合挑战了 怎么回事 这些世家还拿出了天价奖励 罗家拿出的是某大师的古话 世家近千万 百家出一份绝版情谱 各家奖品凑在一起 总加将近一个亿 这么多钱 楚晨肯定行动了 楚晨不像是会被钱打动的人 只怕这些人 为了逼楚晨应战 还会有其他动作 不知道楚晨会怎么应对啊 姐夫 你看到网上的消息了吧 阳城的白罗两家 怎么非要跟你比那什么情形数画 太奇怪了吧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不过是今晚的聚会上 教训了他们一下而已 不用担心 我挑起来的事情 我自会解决 这说的什么话 一家人 当然要共进退 没错 好 我们共进退 反正三天后 这件事就能解决了 三天后 姐夫 你该不会是打算应战吧 从一开始 我就没想过要拒绝 既然他们主动挑事 我就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赔了夫人 又折兵 哇 姐夫又要虐菜了 姐夫 你想怎么搞 到时候 我去砸烂他们的琴 撕烂他们的话 这次不是比武 小球你看着就行 我来 明早九点 到上次见面的湖边 二叔 二叔 来了 这是给你准备的 二叔是想把我发展成钓友吗 还是条大鱼 有心钓鱼鱼不来 无心插柳柳成音啊 你确实是无心插柳 还记得我说过 你加入天网店后 有任务交给你吗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只有交给你才放心 你的任务是 找一幅古画 又是古画 天机旋途 你既然知道 一定也听说 他在引发一场宣案后 流入洋城 昨晚你去的那个聚会 我本来打算让你想办法融入 估计是融入不了 现在我和他们水火不容 三天后还有场对决 等着我呢 你的洋城的热度 都超过明星了 再这样下去 离你家那两尊大佛 杀来洋城应该不远了 我想低调 可对手不允许啊 没关系 浑水更好摸鱼 你这一出 引起了整个洋城文艺圈的注意 或许反而能带出 更多天机旋途的线索 比试的时候注意点 没问题 不过作为交换 二叔 你帮我照看一下宋家吧 我担心白罗两家 会对宋家出手 放心 有我在 没人动得了宋家 多谢二叔 既然水越混越好 那三天后 我就让整个洋城文艺圈 全都闹腾起来 刚刚宋家出面 说楚辰答应宁战了 白兄 果然不出你所料 那可是上亿的奖品 楚辰不可能抵挡得了诱惑 他还不知道 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 说起来 刚刚我们给宋家的生意 找了点麻烦 不知道楚辰听说了 会是什么反应 应该 已经开始头疼了吧 喂 喂 蠢货 立即停止对宋家的一切打压 立刻 马上 不准动宋家 否则白家就完了 宋家被过的人若是发怒 我们可承受不起 怎么会这么突然 区区一个宋家 怎么可能让我们两家的家主 都这么害怕 看来要保宋家的 是与我们两家完全不同等级的力量 幸好 对方只保宋家 并没有贴极楚辰 干脆 我们就集中力量 专心对付楚辰 嘿嘿 好 哦 二叔这么快就把天机旋途的资料发来了 这是 调者 二叔给我起着代号的时候 八成在钓鱼 算了算了 反正我在特战局也没熟人 不怕别人看见 我记得调查九组是江姐的小组 没想到这次追查天机旋途 又要和他联手 江姐应该不知道我的身份 随便说点什么好了 组长 调者前辈发了一封公共邮件 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天网店的前辈 对 没想到我们的行动 能得到天网店的指挥 简直太荣幸了 好了 把你的传败收一收 前辈突然发来消息 说不定是查到了天机旋途的下落 这么快 这几天我们到处奔走 都没有任何收获 不愧是 咦 加油 前辈这是在鼓励我们 天网店的人这么随和吗 不对 能进入天网店 调者前辈必定是某个领域的顶尖强主 他说的话一定别有深意 我们的调查进度如何 这几天我们将阳城各大古文市场的数据录入分析 经过排查 还剩下七条线 天机旋途很大概率 就是通过其中一条线流入阳城 不过目前人手紧张 这七条线还没来得及核实 我明白了 前辈是在暗示我们尽快行动 以免节外生枝 立刻通知其他组员 加快跟进者七条线 务必要排查清楚 好 不愧是天网店的前辈 一举一动都那么高盛 我们还有得选呢 剑风 小秋 广常这个时候 你不都去湖边练拳的吗 姐夫 你来得正好 姐夫 这是柳家的柳冠师傅 他可是阳城最出名的国手级书画大师 旁边的这位是柳师傅的侄女 柳曼曼小姐 你就是用双仙入神绝技 画出凤秋黄的楚臣楚师傅 果然是一表人才 柳师傅你好 至于这位 又见面了 柳千千小姐 什么情况 这不是柳曼曼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曼曼姐 那还用问 一看你就比较小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年龄比较小的意思吗 姐姐 别闹了 我们来找楚师傅是为了正事 我都敢问一句 楚师傅双仙入神的绝技 师臣哪一派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出自哪派 那是我一个师傅随便教的 不过是些基本功罢了 基本功 多少话谈国手梦寐以求的绝技 楚臣居然说是基本功 这样的奇才一定要教好 楚师傅不必自迁 你的那幅墨宝堪称神迹 这些天漫漫对他爱不失手 我也好奇那画到底出自谁之手 就冒昧前来造访 顺便帮漫漫问问 你愿不愿意将那幅画出售 这是漫漫开出的价格 哦 五百万 姐夫你一幅画 居然能赚五百万这么多 不多 楚师傅的画 完全值得这个价格 听说两天后 在古董街 楚师傅有一程比试 柳家愿花一千万 买下楚师傅 道师所作的画 好说好说 我对钱没什么兴趣 不过也想借这个机会 跟柳师傅交个朋友 合作愉快 就一句话的功夫 姐夫又赚了一千万 姐夫 我现在学画画还来得及吗 一幅画居然能卖那么多钱 姐夫 你这也太逆天了 行了小秋 柳家人一走 你这话说了都不下十遍了 我画画就是个兴趣爱好 可不一定能教会你 我就是说着玩的 练拳我可以 我弄磨的还是算了 姐夫 你要出门 去哪 去找黄斧叔 他不是前阵子去京城了吗 他昨晚 已经回到阳城了 楚师傅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三日后古董街对局了事 没想到 你不但无意高强 还精通说话 谈不上精通 随便玩玩而已 之前我家老爷子 派我去京城收了屁股画 听说其中有几张 藏着什么玄机 早知道你感兴趣 我就约你一起去了 京城的话 还有玄机 难道和天机玄图有关 黄斧叔从京城带回来的字画里 说不定会有天机玄图的线索 不行 我得去一趟 好久不见了 黄斧叔 楚师傅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我家老爷子一大早就等着了 老爷子 他就是楚臣 南全之师楚臣 你在阳城的事迹 我可是早有耳闻啊 前阵子在机场打退西洋四大高手这事 看得漂亮 华夏功夫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传承 老爷子谬赞了 都是我该做的 听何谕说你对书法很感兴趣 他进来淘的几幅画都在我书房里 想不想去看看 好啊 姐夫你忙 我好久没见黄斧叔了 我俩去过几招 好 黄斧叔带回来的这些字画确实珍贵 不过都是些寻常画作 跟天机玄图毫无关系 陪老头子我看了一上午的话 还这么有耐心 你倒是个可造之才 不过你今天来的目的 恐怕是为了天机玄图吧 是 听闻天机玄图现世 我确实很好奇 这幅传闻中的古画长什么样子 这老爷子虽然年纪大了 可一点也不糊涂 心如明镜 今早来了几个年轻人 也是为了天机玄图 我嫌他们太胡躁 直接打发走了 慢 我们只是想检查检查画 老爷子 请您配合 我的藏画从不是人 何谕 送客 不过 我很欣赏你 你看看这幅画 或许是你在找的东西 这画 对这幅天机玄图 你有何评价 老爷子说笑了 这可不是天机玄图 何以见得 天机玄图流传了起码两百年 这只和末迹太新 根本不可能是两百年前的话 最重要的是 这还有老爷子您的亲笔签名啊 不好 居然忘了这茬儿 真是老糊涂了 开个玩笑 这幅虽不是真记 却和真的天机玄图别无二致 是十五年前 我凭借自己的记忆 临摩出来的 十五年前 这么说 您见过天机玄图 不只见过 他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不过 我已经勒令皇甫家所有子弟 不准争夺天机玄图 主臣 希望你也别再调查此事 毕竟那幅画太邪了 邪 这不就是一幅普通的画吗 好像并无特殊 难道是残缺的这部分有古怪 原画的一角就是残缺的 我也说不好 只是看着那幅画 就好像会被勾起人心中 最深的恶欲 恶欲 总之皇甫家不会参与这事 你若还是对天机玄图感兴趣 就将这幅灵摩图带走吧 那就多谢老爷子了 倘若天机玄图 真像老爷子说的那么邪门 就该彻底将他找出 才不会再有人因他而丧命 云姐姐见多识广 这件事 或许可以去问问他 这么悲伤的曲调 云姐姐 你有心事啊 哦 晨晨 不算心事 只不过在想一些事情罢了 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拿到个好玩意儿 特意来给姐姐看看 什么东西 这么神秘 哦 天机玄图的灵摩图 可以摩得还挺像 晨晨 你从哪弄来的 这幅图 是我从皇甫家老爷子手中拿到的 云姐姐 你一眼就认出来 莫非也见过真的天机玄图 曾经见过 十五年前 曾有天机派的人 拿着天机玄图挑战你三师傅 结果败走 这图也不知所踪 当时 毕严顽皮被罚在后山砍柴 所以不知道这事 毕是 十五年前 刚好和皇甫老爷子 提到上一次天机玄图出现的时间一致 所以天机玄图和那什么天机派有关 云姐姐 这天机派是什么赖头 为什么我以前从没听说过 天机派 属于其门一支强势的派系 鼎盛时期 甚至能与九玄门争锋 只是早已没落 武者界大部分人 都忘了他们的存在 晨晨 你若对天机玄图感兴趣 记得小心天机派 毕竟 他们与九玄门有仇 而且 师父们近期 恐怕不能给你撑腰了 其实我这次来 就是代表你的几位师父 跟你道个别 道别 我们要离开一阵子 去处理一些事情 一个月后 九玄门封山 云姐姐 你们去哪 什么时候回来 忽然封山 是不是出大乱子了 别问那么多 去准备两天后的笔试 琴琪说话 可是你三师父亲自教的 要是败了 看他怎么收拾你 哦 九玄门居然要封山 看来这次师父们 要处理的事不简单 既然云姐姐不愿说 就一定有她的道理 几位师父联手 天下再无敌手 云姐姐 我提前祝你一帆风顺 晨晨 别怪姐姐不能对你如实相告 这次出发前往吴明岛 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一方万一 九玄门必须留下继承人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 到现在也没追查到 天际玄途的消息 可怎么向师父交代呀 就算我们天际派的秘法 能在十米内感应到天际玄途 阳城这么大 鬼知道图在哪儿 都怪你 当初非要杀了那画伤一家泄愤 不然还能逼问点什么 又不是我一个人杀的 都别吵了 吵架能活命吗 过几天 师父就到阳城了 必须在他老人家抵达之前 找到天际玄途 后天有一场隆重的书画比拼 倒是我们混入人群 说不定能从内行里 查到天际玄途的线索 一定要找到天际玄途 否则大家都得死 我的天 白罗两家还真要和楚臣 比琴琴说话 南拳楚臣的跨界表演 声势有点猛了 这么大阵场 楚师父会来吗 来了 楚臣来了 好多人啊 姐夫你看 大家都是相信你的才华 来支持你的 没想到我在阳城的人气 都这么高了 华夏武神 上啊 用拳头把他们拳头大服 看来 大家更相信我的拳头 姐夫你看 今天的裁判都到齐了 还挺正式 皇府老爷子我认识 其他几位是什么来头 不知道 这些文艺圈的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狐立勇胡师父 可是职业齐王 多次包揽世界级奖项 堪称当今华夏奇界第一人 张诗教授是全国书法协会副会长 书法界的扛把子 那位忠秀卿大师我有印象 他成名多年 被誉为华夏古征第一人 白罗两家能请到他们做裁判 你的对手肯定很强 楚臣加油 放心吧老婆 你和爸妈待会儿 就看着我怎么拧压全场吧 各位 首先让我们鼓掌欢迎 男权之师 楚臣楚师父的到来 我还以为楚师父不敢应战 废话少说 怎么比 楚臣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待会儿 我要看着你灰溜溜的滚下台 本次比试 一共琴棋书画四成 公平起见 由楚师父自己抽签 来决定比试顺序 那我就抽这个吧 楚臣抽到的第一场比试 是棋 棋 太可惜了 简直出师不力啊 天天啊 有什么好可惜的 要是弹弹琴 做作画 楚臣不就能狠狠搭脸了吗 下棋那么闷 几个人看得懂啊 是吗 可我总有主意感 楚臣这人 反而会大方异彩 这场比试 楚臣的对手可都是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一上来就对上其中最富盛名的天南齐王 算费运气不 卢师父的对手 虽然不是职业棋手 但击败过无数世界级棋手 在天南又超高赞誉 让我们有请天南齐王 陶居 和谁比啊 快点 结束了 我还要研究这份棋 我 莫菲 今儿跟我斗棋的 即是您 没错 陶大师 您不必手下留情 直接杀他个片脚不留 不用比了 我认输 这是什么情况 两人才刚刚打了个照面 天南齐王 竟然不战而降 曹大师是在开玩笑吧 这么多观众看着 大家都很期待您的出手 不不不 没有比试的必要 毕竟 我十年前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这就我认输 冒犯了 大师兄 什么 储臣竟然是 天南齐王的 大师兄 关爱 师弟 没想到第一场的对手 竟然是三师傅的得意弟子 这还真是巧了 哇塞 天南齐王陶居 居然是姐夫的师弟 姐夫威武霸气 天南齐王向储臣认输 开什么玩笑 储臣 你能不能比 不能比滚下台 炒作吧 帮我们当猴耍呢 大家请安静 没想到天南齐王 和储臣 和储臣竟然有这么一种关系 储臣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啊 情话两场比试的对手 都是我白罗两家的人 储臣必不可能赢 接下来的三场比试 绝对不会再出状况 交进储师傅水平如何 很快就能揭桥 下面 有请储师傅抽签 等等 比一场就要一个小时 太慢了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 不如一次比两场吧 一起比 储臣 你的口气也太大了 你怎么不说三场一起 我怕今天我横扫全场 你们说太惨了 会当场哭出来 反正胜两场 就能直接赢得比试 不如少比一场 剩下时间 回家陪老婆 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 但这个储臣 未免过于猖狂了 是啊 两场一起怎么比 他还能一手画画写字 一手奏乐不成 真那样 倒比普通比试更有趣了 既然储小有这么说了 赶紧就看看他们 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惊喜吧 这 既然皇甫前辈都这样说 那好吧 评委们答应一次比两场了 也没必要抽签了 下一场谁想参与比试 直接上台吧 既然这样 我们两个就来会会处师傅 好 出场的两位选手 第一位 是罗家的金牌画师 罗克大师 他的八军图 享誉全球 据说请罗大师做话的人 都排到了两年后 是当之无愧的国手宗师 各叔 替我报仇 给楚臣那小子的颜色调调 第二位选手 则是白家秦航的首席秦师 白棋胜 叔啊 看你的了 包在我身上 楚臣 说吧 你想先和谁比 都说了让你们一起来 一个小时 差不多就能把你们都解决了 王王小辈 来会丢了面子 别怪老夫没有手下留情 观众朋友们注意 罗大师已经开始作画了 看罗大师准备的纸张篇幅 莫非他要做八军图出战 罗大师的八军图威震化戒 今天我们有眼福了 可楚臣怎么一点都不慌 好像完全没有要作画的意思 难道说 他并不打算直接迎战罗大师 就先解决你吧 我画画的时候 不喜欢旁边有噪音 好大的口气 我不信就凭你 能胜得过我的将军琴 将军琴 这可是白家琴行的镇殿之宝 白旗盛大师手中的绝世神兵 没想到白旗盛会用他来迎战畜臣 不知道畜臣又能拿出什么神兵 将军琴 好名字 那我这只干脆就叫神女笛吧 楚臣这么自信 这笛子难道是什么绝世珍宝 我就说辰哥怎么突然在路上买把笛子 十元一见 随便挑随便选 老板 给我来一把 神女笛 怎么看都是一兵普通竹笛啊 绝世神兵对破烂竹笛 楚臣这不是一乱击石吗 以竹笛迎战将军琴 楚臣如此轻挑 简直就是对将军琴的侮辱 要我说用不着白旗盛出手 白家那个小辈白木都能吊打楚臣了 忠秀卿这人最心秦记不问世事 还不知道白木早就败给了楚臣 比赛还没开始呢 何必这么早断言 说不定楚臣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既然前辈这么说 那我就等着看他的表现了 楚臣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天哪 世界燃起来了 将军琴 奏战歌 这也就是白家首席秦师的实力 一个字 诀 这人确实比白木更迟 不过 想用这水平的秦音碾压我 开玩笑 快看 楚臣吹笛子了 可惜声音太小 完全听不到啊 刚打照面就落了下风 楚臣不过如此啊 不太对劲了 怪 白旗盛的战局怎么越来越转眠无力 不想征战杀上的将军 反而像渗透之的中年男人 喂 总之白旗盛的战局少了杀气 反而多了道迷迷之音 诶 等等 是楚臣 是楚臣的笛声 影响了将军琴的战歌 怎么回事 比不起精神 想回家睡觉 白旗盛的琴好像一般般 真的我都困了 只是一柄普通逐笛就压制住了将军琴 这是何等功力 楚臣之乃傲视极才 刚刚你还说白旗都能吊打楚臣呢 打脸了吧 打脸我也要说 一万个白旗扎一几也比不上楚臣 难道就连我输 也行不了楚臣 不行 楚臣一赢 白家丢的不仅仅是掩面 还有各家错的议员打架 说 你快弹 不能让楚臣赢了 不 别过来 糟了 琴怎么炸了 还有 说 说 你的手 这是不做败事有余的东西 狗琴斗的就是替势 你冲着来瞎搅和什么 现在好了 将军琴毁了 这可是整个白家都要供制的绝世神秘 还我的气 说 说 你冷静 这回白家可丢大脸了 将军琴毁成这样 我要是白旗扎我也破大防量 这场比赌的结果都不用评委宣布了 楚臣 好样的 楚臣就是当之无愧的赢家 楚臣厉害啊 我为八郡图 以十一记中所记载的八郡神运为标准 哦 君马要行神俱备 栩栩如生 各位 八郡图成 这就是罗克的八郡图 果然比例浑厚 价值千金 听说楚臣会双仙入神 但罗克大师的功力在这儿 楚臣八成会输啊 在八郡图的压迫之下 我倒要看看 他的双仙入神能够发挥出几成水准 罗师傅画完了吧 对 那就好 不然我担心我一出手 你都不敢把这幅画亮出来 难道你还能拿出比我这幅更好的画 笑话 一介五夫 你凭什么赢我 凭拳头 这 怎么回事 楚臣这是比不过罗克大师 恼羞成怒了 该不会真大打出手吧 不对 你们看清楚楚臣是在作画 什么 双仙入神 这 楚臣还融入了华夏功夫 借身法保持宣旨在空中飞养 光是引肩作画 功夫作画配合双仙入神 简直就是神技啊 光夫作画 还能这样画 画成了 天呐 你可能刚刚是在画画 是搞得个武术表演吧 太让人惊艳了 说实话 就算他画得一般 我也想投他赢了 我也是 姐夫太棒了 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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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啊 楚臣 无耻的炫技罢了 评委们可都是 玩意领域内的巅峰宗师 绝不会被影响 楚臣 也就偏偏拍下的无知观众 我倒要看看 你能画出什么玩意儿 请便了 这怎么可能 天呐 楚臣也太大胆了吧 怎么了 楚臣画得不好 是他画得太好了 楚臣也画了八郡 而且比罗克画了 更行神兼备 这场比试 胜负一分 我 我输了 什么情况 罗大师居然主动认输 楚臣这么强 不但征服评委 还征服对手 楚臣 牛啊 天呐 楚臣的话被投评出来了 哎呀 看的人真热血沸腾呢 楚臣他是真大师 牛啊 楚臣 好样的 楚臣 怎么会这样 这一战 白白让楚臣出的风头 还搭上了一元奖赏 和我们白家的将军琴 可恕的八郡图 可是画坛神话 罗家的金字招牌 这一败 我罗家损失 根本不可估量 但我们家肯定死定了 吴小勇 你可真让我们大开眼界的 既然你已经连胜三场 就没必要比这第四场了 我也正有此意 马上该您上场了 不比了不比了 我可不想上台丢人啊 其实我挺想看看你的字 只可惜白家招来的书法大师 推不靠谱 居然临阵跑路了 没事 等回头我写一幅字 给你送去 好好好 哎呀 表演太精彩了 楚大师 你简直就是青年一代 文艺界的希望 过奖过奖 大师兄 楚臣倒真是九玄门弟子 错不了 天南齐王陶居 是九玄门 在世俗中的弟子 楚臣既然是陶居的师兄 在九玄门的地位 应该不低 本想找找天机玄途的线索 没想到 反而有了这么个意外收获 这么妖孽的九玄门船人 一定要尽快铲除 否则我天机派 永无出头之日 姐夫 赢了姐夫 小秋 这么激动 哇 上亿的奖品啊 发财喽 你小子 仲裁清姐夫啊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跳出来个视频 这就是华夏十大古画之一 天机玄途 天机玄途 小秋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玩意儿突然自动播放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找它 但我只想用它 换一个人的命 谁杀了楚晨 天机玄途就是谁的 贺作剧 不对 小秋 立刻把这视频备份保存 好的 嗯 姐夫 视频都已经下架了 楚小友 事情有点无妙 你看台下 嗯 台下怎么了 哇 楚晨的命这么值钱 能换到天机玄途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楚晨是能打 但大家一起上 说不定能赢 这群人瘋魔了吧 还真想动手啊 财帽动人心 打起来我倒没什么 只是现场还有很多无辜群众 混战起来 难免会波及它 楚晨有 这里我们拦着 你们从后面离开吧 至于比赛的奖赏 事后我会派人送到宋家 嗯 那就麻烦老爷子了 小秋 快走 嗯 快追 别让楚晨逃了 咱就他们 小秋 控制家里人 立刻这离现场会送到 我们两个 要外城一圈再回去 好 看视频的人 居然是冲我来的 还拿着天机玄途 看来得尽快调查一下 视频的来源 族长 那七条线都派查过了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怎么会这样 嗯 丢者前辈又发来消息了 啊 前辈说什么 他让我们去查一个平台 一个大概在三分钟前 被秒伸的小视频里 提到了天机玄途 这条线索来得太及时了 那个平台的总部正好在扬城 我们立刻出发 是 啊 绕了一天 总算甩开了所有尾巴 姐夫 那些人也太疯狂了 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暗中蛰伏的那些人 更棘手 哎 还有更厉害的 怎么回事 从哪冒出这么大个石墩子 车都卡死了 哎呀 姐夫 我下去 来 先别开门 这块石头凭空出现 可不会是巧合 什么 这么快就有人追上来了 恐怕 是这样 索秋 搜好 隔空操武术 果然是天机派找来了 我去看看 姐夫 他们人呢 藏在暗处 真不愧是昔日 能与九玄门争锋的奇门门海 有些手段 该死 楚城竟然挺得住这一击 小师妹 我们自作主张对付楚城 回去不会受责罚吧 怕什么 你忘了那人说的话了 天机派 我管你们是什么派 只要带来楚城的人头 我立刻交话 只要拿到天机玄徒 我们就立了大功 师父一定会奖赏我们 哪还会追究我们擅自行动的事 只是没想到 楚城这么难杀 小师妹 你看 什么情况 小秋 快跑 天风 又让人进来 真是天助卧眼 只要能扣颜碰陶鱼的时间 哪怕只要短短几秒 也足够让楚城粉身碎糊 神秘兽 神秘兽 神秘兽算 哎呀 哎呀 我的天 要不是姐夫您反应神速 今晚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 想跑 小秋 你守着现场 控制策战局的人了 姐夫你小心 师兄等等我 师妹 快点 请人白跑一趟 没办法 没想到楚城奇数这么强 我们可搞不定 恐怕 得请大师兄出手 啊 诚 诚 两位这么着急要去哪里 你们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 如此是人命如草芥 星城那庄灭门案也是你们的手笔吧 既然你知道那就不能再留你了 我倒要看看是你九旋门厉害 还是我们天机派更强 刚才如果我没能及时出手 小秋恐怕难逃一死 云姐姐也曾说过 九旋门和天机派之间有不少恩怨 既然如此 今晚我就代表九旋门 先拿一血 怎么可能 我居然一招就败给他了 九旋门的人竟然抢到这种地步了吗 看来只能使出杀手锏了 华山 你中招了 这灵活看似轻飘飘的一张实际上重达千斤 楚城一定会被压制 哼 就这 怎么可能 还给你 小师妹 你到底想要什么 告诉我 用天机玄图买我命 是什么人 我 不清楚 不说 看来你们还没吃够骨头 饶命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不然 早就去抢了 怎么可能还来招惹你 这都不像讲话 楚城 陶姐 你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查点东西 刚好接到宋秋的电话 这两人就是宋秋说的神秘杀手 对 而且他们极有可能 就是京城灭门案的凶手 会点奇术 押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别被他们逃走了 什么 相信特战局内 应该不缺能人意识 把他们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我这就打电话给局里请求支援 楚城 你还真是 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 放开我 楚城 席门之间的争斗 你叫警察来是什么意思啊 九旋门做不起吗 我们九旋门跟你们天机派那群法王可不一样 我们是公平的使者 正义的化身 对付你们 当然得用最直接了当的手段 不止 还有什么话 留着跟警察慢慢说吧 先是犯下面门重案 今晚又操纵大火车自杀式攻击 够你们俩在老里蹲一辈子了 那辆货车与我天机派没有任何关系 你别乱扣黑锅了 不是你们做的 这么说 除了天机派 还有玉博势力要杀我 鞋上车 把他们看好了 没想到 那个天机选途的视频刚发布才没多久 就发生了这么恶劣性质的西沙事件 事不相瞒 我刚刚正在调查那份视频的发布人 桃姐 你查到什么了吗 我找到视频发布的平台 查到那账号的注册信息 以及发布视频时所在的IP地址 只可惜 那是个监管不严的小网吧 网吧人来人往的 线索就这么中断了 不过我猜 幕后的人肯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楚辰 你的处境比我想象中央危险得多 要不要申请我们特战局的贴身保护 我就不用了 桃姐如果方便 可以在宋家周围部署一些警力 确保我家人的安全 至于我嘛 嗨 兵来降党 水来土野 不过话说回来 幕后黑手紧平一个视频 就煽动了那么多人来刺杀我 视频里的天机旋徒 却连视针视角都不知道 或许有一个人 能帮我分辨分辨 天机旋徒 换一个人的命 杀了楚辰 是真的天机旋徒 残缺的那一脚 和我印象中一模一样 姐夫 这消息万一传出去 肯定会有更多人扑上来 对你下杀手的 你觉得会是什么人 想用古花来买你的命 盲猜没意思 这人买得起我的命 也要看 有没有人卖得起 年轻人就是胆子大 不过我喜欢 正好你来了 有件事 我想当面征求你的意见 老爷子您说 我曾提醒过你 远离天机旋徒 想不到他却和你扯上了关系 太多人为了这幅画 不择手段 想找出幕后黑手 也不容易 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和阳城众协会 联名推举你为华夏文化 传承使者 让你身上的光环 成为你的护身符 所以不能让你 完全避开危险 至少能让部分人 不敢对你轻举妄动 老爷子 文化大使 这名套太适合我姐夫了 昨天才出的视频 今天老爷子就帮我 弄来这么一个称号 这份手笔实在太大了 这个称号 可不是随随便便授予的 到时候有官方正式授予称号 徽章 你可愿意接受 这是我的荣幸 好好好 我敢说 你是全国最适合担当 这个称号的人 没有之一 三到五天内 官方应该就会安排 授予称号徽章的仪式了 老爷子为了帮我 真是用心良苦 我又怎么能不投套暴力呢 老爷子 我能看看您的双腿吗 一双残废了的老腿 没什么好看的 这些年来 我寻遍世界灵医 都没办法治好 让我看看怎么样 我曾跟师父 学过一些针灸之术 对于这类的腿伤 有特别的功效 老爷子您别不信 我姐夫的云师傅 可厉害了 他能妙手回春 起死回生 我姐夫得了他的真传 区区腿伤 一针下去 肯定能让你变得 生龙活虎 难为小辈有这份心 好吧 你帮我看看 果然不出我所料 老爷子 您的腿没事 站不起来 是中了天机派的 奇门手段 奇门 没错 之前听说 老爷子的双腿 是在十五年前 争夺天机旋徒时被飞 我就有所猜测 现在一看 果然如此 小秋 你去给我准备一些东西 越快越好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小时后 老爷子就能丢掉 这烦人的轮椅了 好嘞 十五年前留下的伤 多少年来 无数名医都束手无策 初晨 你真的能一小时就解决 我会拿我老头子 寻开心的吧 是不是在开玩笑 您待会儿 不就知道了 爸 我听说楚师傅 要给您支腿 怎么样了 这 我是谁 我在哪 老爸怎么只穿着大裤衩 楚晨为什么在化服 历子 杀杀着干什么 还不滚进来 好好好 你是鬼迷心脚答应了 就由这楚晨这孩子闹吧 唉 老爷子 差不多了 我们这就开始吧 怎么了吧 我的双腿 好像有反应了 有反应就好 刚刚检查时发现 老爷子的腿骨 并没有受伤 而是中了天机派的 灵人附骨术 灵人附骨术 通俗的讲 就是小鬼咬骨术 一旦老爷子想站起来 小鬼就会啃咬您的骨头 听自然疼痛男人 以为自己的双腿废了 小鬼 姐夫 那鬼 会不会已经出来了 只是打个比方 不是真鬼 归根结底 还是天机派的奇术 老爷子都没怕 怕什么 我 我紧张嘛 总之 不是真鬼就好 现在只需彻底去除奇术 您就能脱胎换骨 摆除病痛 好好好 楚晨 你继续吧 最后一路 楚晨 怎么不继续施针了 已经好了 可以扶老爷子 试试站起来了 什么 这么快 爸 走走试试 我 老爷子怎么不走 老秋 一个原本剑步如飞的舞者 足足被困在轮椅上失误 这份苦楚 旁人又怎么能感同身受呢 哦 多给老爷子一些缓冲的时间吧 十五年的痛都长寿过来了 就算失败 再长寿一次痛处 那又如何 我站起来 我站起来啦 腿一点都不疼 这不是梦吧 爸 你真的能 老头子我真的站起来啦 太爽啦 哇塞 老爷子这可太猛了 姐夫 你的医术真神啦 这多亏了你 出臣 我老头子欠了你一个大大的人情 老爷子言重了 智商这事 就当是我还您之前帮我的人情吧 好好好 何玉 你去准备准备 我要在阳城最好的酒楼 宴请处臣 冲击以后 他就是我皇府家的大贵人 我这就去办 怎么样 找到了吗 各数都找遍了 完全找不到小师妹和师弟的踪迹 也联系不上他们 不过我打听到 昨晚有人去暗杀处臣 结果失败了 师兄 会不会是小师妹他们 赵臣 又是楚臣 天际玄途没找到 还弄丢了师弟师妹 这下彻底没办法向师父交代了 除非 我能在师父抵达前 拿到天际玄途 师妹他们不用找了 立刻搜集 关于楚臣的一切资料 三天之内 必须拿下楚臣 是 嗨 楚臣 你们怎么来了 当然是 来救你的了 我们听说前天晚上你被追杀了 特地来探望你的 这件事新闻都没报道出来 你们居然能知道 看来现在全城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了 这是自然 毕竟那个视频把你的命和天际玄途绑在了一起 俗话说 飞水不流外人铁 不如 就有柳家 收下你的命 你是想让我假死 引出拿着天际玄途的人 你怎么一下就猜出来了 我还想看看你惊呆的样子呢 没意思 不好玩 不然你们动手前 何必特地跑来 跟我这个被害人说 果然瞒不过你 楚臣 现在所有人都盯着你 除非找到天际玄途 否则你随时都有可能遭遇袭击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柳家合作钓个鱼 钓鱼啊 之前岸山的线索已经断了 特战局那边也没有头绪 与其被动防御 假死反击 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可以 不过现在还不行 得等几点 皇府老爷子好不容易帮我申请了 华夏大使的称号 我现在死顿 老爷子的心血 可就要打水漂了 你都这么危险了 还等什么 什么是能比找出天际玄途更重要 说来听听 你要是没有正当理由 我可不会等你 这小姑奶奶好奇心也太旺盛了 嗯 楚晨 你居然被选为华夏文化传承使者了 什么 我看看 还真是 往往都放出消息了 网上放出消息了 倒是比我估计的 要快一点 怪不得你坚持过几天再实施计划 到时候 你身为华夏大使 备受瞩目 一旦传出你死亡的消息 大家最先联想到的 一定是天际玄途 不错 这样一把 各方定会出手 逼出幕后之人 好 那就等文化大使称号收下来后 我们一计划行事 嗯 好 什么计划 姐姐和楚晨说的也太多了 我的大脑消化不了了 乱了 我还是继续当个吉祥物吧 确定吗 好 我知道了 爷爷 确认过了 三天后晚上八点钟 华夏文化传承使者活动官方 会在阳城天河区华腾大酒店 为楚晨授予称号徽章 到时候绝对是备受瞩目 全网俱将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楚晨一次次把前世的脸面 踩在地上 居然还想让我当众道歉 哼 去联系林姓平和周健 他们不是很想搭上 钱家的生意吗 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说的 楚晨的那件事是真的 以后再产城制药业 钱家吃肉 他们喝汤 我立刻联系 这次 我要楚晨在所有人面前 神败名利 万劫不复 头儿 那两个天际派的人松口了 哦 京城那起面门案 确实是天际派犯下的 只不过瞎杀手后 他们从被害者家里 拿走了这份访客名单 上面记载着案发前两天 和被害者见过的人 立刻查证名单上 这些人的去向 黄宇 姓黄 这人和谈称黄家 什么关系 他是黄江洪的儿子 常年在外经商 早年离婚 只有一个儿子黄玉衡 黄玉衡 他被楚晨打断双腿 实力一落千丈 最后还被坑骗惨死 黄宇爱子心切 完全有杀楚晨的动机 石却告诉我 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 必定大有收获 统治其他组员 排查名单上其他人的去向 黄家 亲自来钉 是 队长 淘姐 你还要继续蹲守黄家 这都一夜了 根本一无所获嘛 没有破绽 恰恰就是最大的破绽 现在楚晨四命楚歌 黄家人作为楚晨的敌人 不敲锣打鼓庆竹 奋断安安静静 九点不到 全家就熄灯睡觉 这么犯常 一定有古怪 黄江红 另一个人 是黄玉衡的父亲 黄宇 爸 玉衡可是你最杰出的孙子 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死得那么惨 难道你不想为他报仇了 我做梦都想杀了楚晨 让他给玉衡偿命 只是 万一被人知道 是你发布的视频 天际旋徒就在黄家 什么 天际旋徒竟然在黄家 放心吧 爸 我已经把图放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除了我 谁都别想拿到他 如今我们手握宝图 就相当于掌握着绝世神兵 只要运用得当 不但能杀楚晨报大仇 或许还能让黄家重回巅峰 让黄家重回巅峰 好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这可是黄家的大机遇 新宝费 新宝费 这可是关键信息 必须尽快报告给吊者前辈 华像上说 黄家有九玄少主想要的情报 果真如此 我终于能在少主面前立大功了 张道长发来的信息 前天夜里我前脚刚遇袭 张道长后脚就找上门来了 少主 我刚刚夜观天下 发现你有危险 赶来的路上 我还听说少主被悬赏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袭击我的人 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那些小人 竟敢用天机悬徒悬杀少主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少主 追查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 那就麻烦道长了 少主 天机悬徒在黄家黄羽手中 位置隐秘 我继续追踪 原来如此 看来用天机悬徒悬杀我 也是黄家人的主意 咻 这么快就有回信了 张道长 还真是搞情报的一把好手 不枉我投了那么多资金 把他发展成手下 专门来收集情报 确定主谋是谁就好办了 有困难 还是应该找人民警察 桃姐 查到了 确定黄家有天机悬徒 把这个消息汇报给调者前辈吧 耶 太棒了 前辈肯定想不到我们一夜之间 有这么大的收获 这 这是 陶姐 怎么了 我蹲手一整晚才得到的消息 前辈竟然已经知道了 哇 要这前辈真是神仙人物 必须要更努力了 我一定要让前辈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实力 好热闹 是在举办什么活动 这你都不知道 官方选了楚辰 当华夏传统文化使者 今天受称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啊 不过除了楚辰 恐怕也没人能配得上这个称号 哦 姐夫 你听到了吗 大家都在夸你呢 嘿嘿 来 淡定 跟了姐夫那么久 这种小场面还没有习惯 走吧 老婆 嗯 天哪 居然是钱老爷 自从钱氏和北辰斗法输了以后 钱老爷就没在公共场合露面了 快拍下来 真奇怪 钱氏来干嘛 他们可还没向姐夫你道歉呢 看来 来者不善 今晚是楚辰的受称仪式 钱老爷露面到底有何用意 难道是要蹭这个曝光洞 当面向楚辰道歉 钱老爷真是蒸蒸铁汉 钱氏要道歉 真的假的 姐夫 你看见了吧 他们这么嚣张 肯定是来捣断的 我这就把他们插出去 算了小秋 没必要为几个小人丢了形象 恭喜你了 楚辰 好姐 你们怎么也来了 意外吧 这场受称仪式关系重大 所以今晚的安防工作 就由特战局负责了 我来其实是想提醒你 暗中用天际旋徒买你姓名的 是皇家人 皇家 差点忘了 陶姐把这件事报告给你调查 可她不知道 那是我另一个忙 这么快就调查出来了 特战局真是神速啊 其实这都是我们一位前辈的功劳 红阳华夏国粹 她通情习书画 笑傲文介群音 她就是今天的主角 禅城 楚辰 有请楚辰上台 姐夫 上 帅啊 楚师傅 好样大 楚辰 这个称号 颁给楚辰 实至名归啊 没错 接下来 有请主办方 来自华夏文化传承联盟的 高安国先生 为楚辰颁发华夏大使的称号和徽章 恭喜你 楚辰 好 多谢 我宣布 正是将本届 短头文化使者的称号 赊于楚辰 赊于笑 这个称号不能颁给楚辰 否则今天华夏文化传承联盟 将颜面无存 这人疯了吗 要这么重要的场合作药 同志保安 立刻把人轰出去 二位 请立即离开 你们凭什么赶我走 我要说出真相 就是 你们拦着不让说 肯定和楚辰是一伙的 怎么回事 前老爷不是来道歉的吗 什么道歉 这么重的火药味 看来今天有热闹看了 听起来还和楚辰有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好 现场人太多了 根本没办法控制住 这样下去 事态只会发酵得更厉害 老姐 让你的人放他们过来吧 什么 我也想听听 前老爷口中的真相 是什么 哼 楚辰 你就狂吧 你不知道吧 我早就查到了 你在禅城这五年的经历 禅城 这五年 该不会 前老爷要披露的是 楚辰的身份 男权之师 文谈新兴 对 你根本就是个身份不明的黑户 楚辰是黑户 怎么可能 楚辰拳打五戒 脚踢文坛 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是黑户 前老爷该不会是不想道歉 所以污蔑楚辰吧 哼 就知道你们不会轻易相信 幸好我早有准备 楚辰做了禅城宋家五年的少门女婿 没有人比宋家人更了解楚辰 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执行者 就让他们来告诉大家 楚辰的真正来历 混账东西 啊 小鱼 小秦 你们怎么会来 难道你们两个又不知悔改 和外人勾结了 大姐 二姐 哼 这段时间宋家把楚辰当个宝 反而处处冷落我们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宋家不帮助我们 就别怪我们自谋生路了 啊 前老爷说的没错 楚辰确实来路不明 五年前宋言不小心开车撞了人 把人带回家治疗 结果那人醒来就变傻了 我父母提醒一个道士的话 让那傻子入罪宋家 那人就是楚辰 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 怎么楚辰偏偏被撞傻了 还巧合的入罪宋家 现在想想 这根本就是楚辰和那道士谋划好的 没错 他们的目的就是掌控宋家 实际上楚辰连孙范证都是宋家伪造的 谁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说不定还是个通缉犯什么人 我的天 说得有头有尾 不会是真的吧 别慌 楚师傅还没说话 楚辰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没错 我现在的身份证确实是假 楚辰 姐夫怎么说出来了 真的假的 那他是谁 用假身份证入追宋家 潜伏五年 细思极恐啊 楚辰真正的身份 见不得光吗 闹 幸好前世大闹 否则把华夏大使的称号 给一个身份成谜的人 那才真闹出大小话了 终于能打夸楚辰了 让楚辰丢脸还在其次 现在他没了华夏大使的称号 想要天机玄途的人 就再对他下手 楚辰 给我们一个解释 对 解释清楚 楚辰 解释 大师兄 这局面对我们太有利了 等楚辰一走 我们就跟上去 找机会下手 楚辰必须死在我们手里 明白 姐姐 现在怎么办 我们跟楚辰的合作 照原计划进行 我相信楚辰的品性 伪造身份一事 他必然有苦衷 正好 趁着假死 让他暂时脱离现在的局面 黑户还这么高调 警察怎么没把你抓起来 宋家也是奉修 统统拿下吧 我竟然还将楚辰示威偶像 真是瞎了眼了 六月八日至十日三连中 这一句小风银 少女一行婚 你们这群抢头草 倒得也太快了 我只说我身份证是假的而已 我关楚辰的事 当时他被我撞得昏迷 根本不知情 假身份证 是我托人去办的 老婆 所以要抓 你们就抓我 老婆别怕 不用为了我揽下责任 可是 放心吧 这场闹剧 很快就会结束 楚辰的身份 我来告诉你们 是华藤酒店老总 苏启明 苏总可是餐饮界的神话 他名下的华藤酒店 可是华夏招牌 分店遍布全国 苏总 苏总怎么来了 苏总脸色这么长 肯定是听说刚才的晦气事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苏总 不会是来教训楚辰的吧 少爷好 啊 什么 苏总叫楚辰 上 少爷 我没听错吧 华藤也是我家传爷 以前从没听说过 从小在九旋门修行 我自己都不知道 家里究竟有哪些传 苏总怎么会叫楚辰少爷 难道楚辰的父母 才是华藤真正的主人 这不可能 如果是那样 他根本用不着 入赘宋家当上门女婿 难道姐夫真是富家子弟 是因为垂涎三姐的美色 才留在家里 若是这样 今晚这一劫 楚辰算是夺过去了 只是不知他以后 还会不会留在宋家 这位是少奶奶 打个招呼 少奶奶好 苏 苏总你好 这可是妥妥的商界大郎 居然跟我问候 天哪 楚辰是华藤太子爷 那又如何 我前世今天 就要和他奏到底 大不了以后前世 不再涉足酒店行业 说楚辰少爷 是华藤太子爷 实在不妥 因为华藤 只不过是 楚家众多产业之一 什么 我前世今天 居然只是 楚辰家的一部分 他家里还有什么 今晚 楚家本打算 为少爷道贺 没想到会出 这么大的岔子 少爷 请看屏幕 新夫人 新夫人居然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她是谁 你连新夫人也不知道 她可是全华下最优秀的女企业家 经历传奇的女强人 分店遍布全国的华新百货 就是新夫人的产业 难道新夫人和楚辰是母子 但楚辰的来头可真不小 祝贺少爷成为华向文化传承识者 这是属于少爷的荣耀 也是华新百货的骄傲 华新百货以少爷为荣 又是少爷 楚辰家的惊吓 还有完没完 没完 华北公司 公主少爷 华文集团 祝贺少爷 华子银行 祝贺少爷 天哪 这些大人物 都快站住打下商机半地江山了吧 随便另一个出来 一阳城都要懂三懂了 他们竟然都姓楚 楚辰背后 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呀 那跟他付对的那些人 岂不是要玩了 好 什么 我们尚赶着来 想毁了楚辰和宋家 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 还傻了你这干什么 赶紧跑啊 老婆 等等我 宋家有这样的小辈 真是丢脸了 哎 居然有能力动动嘴 就能让秦师破产 既然都把楚辰给得罪透了 现在也只能和他彻底对立 我修 管你什么身份 伪造身份都犯了法 楚辰 你身份显赫 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我不俗 前老爷说的对 楚辰伪造身份证 就该受罚 钱可不是万能的 我都有点佩服 前老爷子的勇气了 前老爷就是针对楚辰而已 你们就是仇富吧 还是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吧 二叔 怪不得苏启明和楚辰道贺来得那么及时 看来是二叔安排好了 楚队长 楚 难道楚队长跟楚辰 是一家人 不会吧 二叔 还真是一家人啊 既然你这么执着于楚辰的假身份 那我来给你解答 谁啊 我凭什么听你的 这位是华校特战局 特殊作战队的楚队长 你说话小心点 现在能听我一句了吧 楚辰伪造假身份证 并非故意违法 而是因为他肩负任务 楚辰 是我们华夏特殊作战队的成员 什么 楚辰是特战局的一员 怪不得他多次拒绝我的邀请 小江 别这么惊讶 你们俩还合作过呢 我和楚辰合作过 不对啊 特别行动组的人 我接触过的只有 又者前辈 是我 姐夫不仅是豪门后代 还是华夏特工 为了任务才伪造身份 哇 太酷了 今晚想看姐夫笑话的人 才是闹得大笑话呀 姐姐 我们的计划 还要继续进行吗 没这个必要了 今夜一过 楚辰身上的光环不减反葬 不但禅城前世会消失宁净 恐怕就连阳城百家 都没人敢再动他 楚辰竟然有如此显赫的身份 那大师兄 该会儿我们还要不要杀他 杀他 你想给天机派惹上大麻烦吗 回去再说 是 二叔 我刚刚看到 什么 放心 我派人跟着 迟早把这群人一网打尽 老爷子 真不好意思 您好不容易帮我争取的寿称仪式被搅合了 没关系 就算要怪 也该怪前世那帮人胡搅蛮缠 主辰 在我这老家伙心里 就算你不是哪家的少爷 也是最优秀的华夏文化传承使者 多谢老爷子了 嗯 姐夫家是这么牛 宋家对他来说顶夺芝麻绿豆的 姐夫不会嫌弃我们吧 小秋 你呆站着做什么 不认识我这个姐夫了 我还以为你恢复身份 就不想搭理我了呢 怎么会 我还得教你功夫呢 不管姐夫在外面是什么身份 在家永远是宋家的女婿 嗯 好 好 初晨 我果然没看错人 少爷 我在楼上准备了桌酒席帮您庆祝 是否现在就带大家过去享用 那就 初晨恐怕没有时间吃了 嗯 查到天气选途的位置了 初晨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以免夜长梦多 好 初晨 我带大家去吃饭就好 你忙你的吧 好的老婆 辛苦你了 记得早点回家 什么楚晨 我不在乎 三日之内 谁傻土存 我愿双手奉上天地旋途 这是刚刚在外网发布的视频 看来皇家人知道 杨诚没人敢再出手 所以把主意打到了雇佣兵市场 刚刚发布的 姜姐 别 我可不敢当 你喊我小江吧 吊者前辈 视频里提到的楚家 明显是刚拍好的 你们这么着急行动 想必已经查清楚 天气选途藏在哪儿了吧 皇家大厅内侧 有一间隐蔽的地下密室 天气选途就在密室里面 至于接下来 自然是听你的命令了 调者前辈 好 马上行动 是 我与皇家之间的恩怨 就在今夜 彻底了断吧 我们是华夏特战局的 不迟动 特战局 立刻蹲下 双手抱头 皇家其他人呢 还有些人住在楼上 饶命 我们没得罪过特战局啊 难道 特战局发现我们的动作了 楚晨 黄老爷 别来无恙啊 我们皇家已经落魄到这个境地 楚晨 你竟然还不肯放过我们 不是我不肯放过你们 是你们不肯放过我 你这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查到悬赏视频 是皇家的手笔了 不可能 我们的动作那么隐秘 楚晨不可能知道 看来黄老爷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糟了 他们怎么知道密室的位置 最近小语不知为何痴迷天际旋徒 现在还在密室里 走吧 我们去拿证据 大家小心 我们的人已经控制住了整个皇家 唯独黄语不见踪影 他很有可能藏在这里 放心 笔圈甲我还 抢走天际旋徒的人都该死 死不 狗晨 一拳酒 我还没输过 搜 天际旋徒在哪 小 小命 那幅画 就在我身后的密室里 走 去密室看看 跟我们走 老实点 天哪 真的是天际旋徒 这画 好像有古莫名的吸引力 队长 队长 你怎么了 放开 不准和我抢天际旋徒 小心 队长 楚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皇府老爷子说 天际旋徒能蛊惑人心 道行不高的人看久了 容易迷失心智 注意别长时间盯着看 嗯 好 我暂时压制住了这画的行星 具体的 等回去再看 走吧 好 小月 那天际旋徒 对下 不许动 天际旋徒在这儿 你们私藏古话 还在网上叫做犯罪 光这些罪名 就足够让皇家有不翻身之地了 我完了 曾经的战争第一家族 这是彻底毁在我们手上的 这栋别墅 是特战局 特意准备的 破解除天际旋徒的秘密前 我们得一直待在这儿了 昨天 不知怎么回事 我竟然还为话发狂了 幸好有楚辰你在 没事 那话确实有几分协信 修复起来 恐怕有点难度 天际旋徒和秦门有关 正好你精通集数啊 干脆帮着一起修复吧 要是你爸妈来找你 二叔 就帮你拦着 唉 行吧 媳妇我还没追到手 可不能让他们瞎掺和 嗯 二叔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放心 楚队请来了两位专家 一起想办法修补天际旋徒 走吧 专家们已经在等着了 好 走啊 楚小友 啊 皇府老爷子 没想到特战局 请来的专家就是您 哎 您最近 恢复得怎么样 腿部肌肉基本已经恢复了 只是站久了还会有些累 我和楚队长有点交情 略懂古画修复 就一起来修补天际旋徒 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龚长安 国家博物馆的古画负责人 他修复古画的手法一流 这些年 这些年有不少残缺古画在他手中 其死回生 龚大师 幸会 寒暄就免了 还是先看天机旋徒吧 哎 储小勇 你别在意 老公就是急性子 老公 不过这位龚大师 看起来对我颇有成见的 在开展修复工作前 你们都先戴上这个 这是 老公之前对天机旋徒很感兴趣 知道这画会扰乱人的心智 特意准备了这些防护眼镜 这眼镜真能防得住天机旋徒 哎 戴上它再看这幅画 真的不会被蛊惑了 这些眼镜 采用了华夏最新的科技制成 光凑起原材料 就花了我三年时间 不过能研究天机旋徒 这些准备就都是值得的 啊 它不愧是华夏十大古画之一 近距离看更为绝妙啊 是啊 啊 那光芒 各位前辈 我们这就开始修复吧 简直胡闹 啊 这幅古画价值连城 你怎可随意触碰 公大师 这画有什么不能碰的 真是不想跟你们这些外行打交道 古画的保存条件非常苛刻 任何一点触碰都可能损伤到画 这可是基本常识 就比如你刚刚碰的那一下 怎么完全没有受损的痕迹 这话 少说也有两百年历史 这种粗暴的触碰居然没有留下半分痕迹 等等 这种材质的画质 我竟从未见过 天机玄图的材质和普通画作不一样 没那么容易损毁 失策 这次 竟是我看走了眼 修复古画最重要 我们快开始吧 如果天机玄图能修复成功 对于华夏文物爱好者而言 将会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对 对 明明已经用奇术抑制了天机玄图的大部分邪性 刚刚那阵诡异微弱的光芒 是怎么回事 看来想要修复这话 没那么简单呢 哦 二叔来电话了 楚队长的电话 嗯 可能是之前我托二叔查的人有动作了 我出去接一下电话 我跟你一起 老公啊 修复天机玄图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 以后我们和楚臣应当齐心合力 劲儿往一处使 哼 他一个毛头小子 能帮上什么忙 老公 你这话我就不同意了 我有预感 楚臣将会是修复天机玄图的关键 这次合作 说不定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受益匪浅 我攻城安纵横古化界多年 让我像楚臣学东西 哼 待会儿 我就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嗯 好 二叔 我知道了 二叔发现禅城来了几个来历不明的人 和他派人盯梢的天机派弟子会合了 天机派弟子 楚队长什么时候发现的 之前的华夏大使受称仪式 天机派弟子出现过 新来的几人来头不小 很可能是天机派的长老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看来我们得尽快修复天机玄图了 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楚臣 哦 公大使 有什么事 我想出了一个修复天机玄图的方案 你看看吧 这么快 我看看 这份方案是有些仓促 但是我有几十年的修复经验 随随便便露一手 就能让楚臣惊掉下巴 呃 公大使啊 这是正事 您别拿胡乱涂鸭的废纸来开玩笑啊 什么 竟然说我的方案是废纸 这小子 根本就是故意的 楚臣 刚刚那份 就是老公认真做的修复方案 是真的 那份方案 明明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好你个楚臣 我龚长安总横化解三十年 还没见过比你更猖狂的 你倒是说说 我怎么没常识了 画中有风 这个常识 龚大使都不懂吧 若是仔细看 就能从画中树梢辨别出 天机悬途里 有轻微东南风 风 对啊 我怎么把这点给忘了 方才还误以为天机悬途 是一幅静止画 刚才只想着 给他的颜色看看 就没有注意观察细节 没想到 被这小子反将一军 看来 修复方案得重新做了 龚大师 我们开始吧 好 又是楚队长 二叔这么短时间又打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喂 二叔 主持人 保护好天机悬途 准备随时转移 天机派的人甩掉我手下 朝你们的方向去了 什么 我在他们很可能 已经通过特殊手段 定位到天机悬途的方位了 我现在带人去支援你们 会合之前 你千万要保持警惕 天机派的人又来了 恐怕是的 大家都提高警惕 什么人 姐夫 在吗 是我 小秋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人通知我来的吗 通知的 不好 中计了 我 我的手怎么了 姐夫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这是怎么了 这是天机派的隔空操武术 这招练到一定层次后 能够控制一些意志不够坚定的人 我 我被操纵了 救我啊 姐夫 放心 小秋 姐夫不会让你受伤的 姐夫 你真好 走 姐夫 你不是说不伤我吗 姐夫这一拳下来 起码让你摆脱了隔空操武术 否则后果不堪设计 畜臣 危机解除了 还没有 隔空操武术有范围限制 师术控制小秋的人 一定就躲在附近 而且能把此法术施展到这种程度 对方起码是宗师几遍 啊 什么 宗师 怎么回事 这 又开始了吗 天哪 姐夫 主持人 小心 到底是哪个小人在暗中搞事情 出了 别鬼鬼死碎的 哼 敢说本护法是小人 一日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交出天机玄徒 帮了我天机派弟子和我女儿赵春燕 否则 你等必死无疑 咬 怎么回事 好强大的气场 这人的实力绝对远超寻常宗师 这番恐怖的实力 难道我们今天真的难投一死 书臣 我的条件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第一 赵春燕和你门下弟子参与灭门案 不可能被释放 第二 你们天机派为了天机玄徒早间人命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但这图你们想都别想 既然你不心命 那就去死吧 玄秘兽 不知小儿比你的功力 绝对接不住我这一拳的威力 金蛇传四 什么 被化解了 雕虫小技 看我劈山掌 九旋秘术 玄幻影 怎么回事 怎么有两个处臣 其中一个定是幻影 七小 该我气功了 有两个人 是 是 是 真是 是 主人才刚刚踏入新铌 竟然没有我缠走 天赋实在酷酷 此天必须杀了她 不在日后 她必须会成为我天机派的心腹大坏 看我天机派的机关术 是 这么近的距离 出尘有再大的本事 逃不开 机关术 不过如此 什么 竟然躲开了 暗器直接通过了姐夫的身影 帅啊 九旋秘书 迎风惹雾 这可是九旋门最高深的身法 用来躲几十剑 轻轻松松 不过你一个舞蹈宗师搞偷袭 天机派的卑鄙 还真是一脉相承 接下来 我也没认真起来了 什么意思 难道刚刚 他还没有使出权力 怎么可能 区区先天 狂妄自大的小子 看我一拳轰爆你 人机密技 神虎圈 发起风 好强的力量 主臣 快逃 有人飞出来了 该不会是姐夫吧 我都使出生虎圈了 竟然还被九旋门的小儿压着打 哇塞 姐夫赢了 姐夫威武 不错 前阵子突破以后 宫里突飞猛进了 你这小子的实力 我这次别说杀人夺徒 连冲身都难 该死 看来只能奋力一搏了 姐夫 你刚刚那招实在太帅了 有时间教教我吧 我的手 姐夫 我的身体好像又不受控制了 老公 你在干什么 我的身体也不受控制了 就是天机操武术 你血为瘾 天机操武术的威力会强十倍 他们两个只要不死 就不会停止行动 你好好享受吧 天机玄途 我就收下了 别跑 姐夫 快躲开 真当我拿你们天机派的棋数没辙 身体突然变轻松了 怎么样 好多了吧 好神奇啊 姐夫 她这是怎么回事 邪门歪道 遭受反噬罢了 江姐 给 用这根湿了树的绳子滚住她 她就跑不了了 太好了 我刚刚还发愁 怎么押送她回特战局呢 你 你们竟敢这样对我 天机派不会放过你们的 老实点 什么野机派 我们才不怕呢 现在是时候算算 刚才你操纵我的账了 江姐 就让小秋发泄发泄吧 可以 记得给她流口气 糟了 怎么了 老公 天机玄图燃血了 简直是爆铁天物呀 哎呀 这可怎么是好 这气气 这 这 这种邪气 是天机玄图 在攻卧我们 就像十年前那样 不好 这眼睛也等不住这邪气 储臣 喜灵咒 哎呀 这 邪气消散了 储臣 这次多亏了你 哦 还好我刚刚的伤口没愈合 不然又要费一根手指放血了 没想到天机玄图 沾染鲜血后 会变得如此凶伤 难道 天机玄图实际上 竟是一座奇门阵房 我有吸血才能开启 啊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猜的 不过你的反应 恰恰证实了我的猜想 你 哼 就算你知道了 也没用 我天机派 数代人研究多年 都没能参悟出 天机玄图的秘密 是吗 可就在刚刚 我已经想到 如何修复天机玄图了 什么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修复天机玄图的 怎么可能是我 天机派的死敌 一个九玄门弟子 哼 信不信有你 啊 楚小友 你打算如何 修复天机玄图 你还真信他 能修好古话 姐夫 你找什么 让我看看 在哪儿好了 哦 就这儿吧 小秋 你给我搭把手 哦 好 他居然直接在 天机玄图上作画 再讲立功 也不能这么草率啊 别动 你仔细看看 有什么好戏 有什么好戏看的 他 等等 好深厚的功力 那个位置 居然是这样的 简直浑然天成 我怎么没想到 这才是天机玄图 本该有的样子 我早说过 破解天机玄图的关键 在于储臣 姐 姐夫 这 这画修不好了 好快的速度 不 哎呀 我就说 古话没有这么容易修复的 没关系 慢慢来 我的意思是 还差最后一笔 九玄秘术 画龙点金 怎么回事 这金光 姐夫 不会召唤出神龙来了吧 这是 发生什么了 不清楚 楚晨 刚刚那事 姐夫 楚晨 楚晨 楚晨你醒醒 姐夫这 难不成是泪晕了 你楚晨有的实力 不可能吧 醒了醒了 楚晨 你没事吧 刚刚你突然倒下 吓了大家一跳 我没事 大概是累了 我怎么在将军怀里啊 天机玄图已经修复完成 老爷子 龚大师 你们二位看看 好好好 走 去看看 这线条 这人物 这图修复得堪称完美 主晨 我服了 而且修复完后 那股邪气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简直太神奇了 太好了 我这就把古画修复完成的好消息 报告给局长 为各位申请嘉奖 居然修复了华夏十大古画之一 姐夫 这下 也要名流千古咯 天机玄图修复的还算顺利 只是没想到 我竟然会阴差阳错 得到天机玄图中的皇葬 主晨 主晨 你醒醒 这是哪儿 我明明在修补古画 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 这里灵气如此充裕 难道是五界失川已久了 众天福地 三师父曾说过 华夏大地 百岳千川 有些地方得天独厚 灵气充裕 是上家的修炼者 被称为洞天福地 只是这种地方实在太少 整个五者界 踏遍天涯海角都求而不得 天机派肯定想不到 他们先祖传下来的洞天福地 最后便宜了我 楚晨 你回来了 老婆 一天不见 想死我了 鲜花赠美人 你 你怎么一天到晚没个阵型 公司有点事 我去处理一下 回来再陪你 好的老婆 我在床上 不是 我在房里等你 好无聊啊 姑姑也真是的 非要我们备完古籍才能出门 青青 你又在偷懒 姑姑 我才没偷懒 一直在背书呢 整个柳家 乃至整个百花宫 也就只有姑姑能治得了千千了 不过也合理 论实力 姑姑可是百花宫第一人 连公主也不及她 慢慢 你看着千千背完这本书 或出趟门 嗯 姑姑 你去哪儿 听说天机旋途 被一个叫楚城的人 修复成功了 我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传言天机旋途 暗藏宝藏 要使能看看这幅图 参无其中奥妙 说不定能为百花宫 带来一些机缘 楚城 又是她 千千 你认识楚城 当然 这段时日 她在阳城出尽了风头 不过 姑姑你对臭男人没兴趣 肯定没注意过 哦 对了 她还是九玄门少主呢 九玄门 楚城 有意思 二叔 这次总算不是 吊着鱼潭室了 臭小子 这还调侃起你二叔来了 好了 先说正事 这次你修复古花语功 特战局决定 让你破格晋级 另外 还会给你的账户 打一大笔奖金 奖金直接打我老婆账户里就好 我对钱不感兴趣 你这话传出去 怕是会气死不少人 哈哈哈哈 天机旋徒修复 固然是好事 不过 也带来了一些麻烦 不少国际盗窃组织 都蠢蠢欲动了 来自西方的 H组织 及其头目 已经秘密潜入华夏 H组织 这个盗窃组织 在国际上臭名昭著 组织成员众多 在多个国家 都设立了秘密基地 包括华夏 其头目 代号天子 此人极度自负 狡猾 曾策划过多起国际盗窃案 得手后成功逃脱 天子最喜欢 盗窃华夏文物 这次 他的目标 恐怕就是 天机旋徒 属于华夏的东西 哪国的罪犯 都拖不走 他敢来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哈哈哈哈 说得好 那保护天机旋徒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是 感情二叔 这是骗我干活来了 蒋还是老的了 哎 对了 埃及组织的手段因此 你既然接下这任务 最近就让宋家人 多加防备吧 嗯 也对 我给妍妍打个电话 提前说一下这事 喂 老公 哎 老婆 在干嘛呢 公司很忙 我在办公室工作 累了就欣赏欣赏 你今天下午送我的花 老婆别太累了 要不 我包个汤给你送去 不用不用 你 老婆亲一个 别闹 我边上还有人呢 现在的小年轻真大胆 什么话都敢说呀 也不怕刺激我是个老年人 不跟你多说了 挂了啊 哼 二叔 盐盐出事了 今天我送的那朵花 他根本就没有接 呃 什么 不愧是宋小姐 果然实实物 怪不得楚城为你 甘愿成为宋家的上门女士 哼哼 接下来只要把楚城约到我们早就埋伏好的地方 等着他乖乖送死就好了 宋小姐 我劝你别挣扎 否则你的员工 可都要给你陪葬 希望楚城能听出我的暗示 对方用盐盐的手机 邀我去缠城郊区的一座庄园 地图显示在这 赶到那儿要半个小时 半小时 太久了 二叔你们继续赶路 我先走一步 啊 你怎么走 该不会是要 没错 奇数更快 一 怎么做 放开我 别费力气了 我对女人的耐心可不多 再嚷嚷 就让你葬身池底 初晨一定想不到 等着他的会是我们 初晨 以为我会上当 那你可错 你们绑架的手段 可不那么高明 没事吧 老婆 我没事 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急着取你们的股命 爱之族之士吧 你们屡犯华下 这次居然还捂到我的地盘 绑架我老婆 愁死 下 拦住初晨 是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但你 主定要败在我天子的手上 是 什么 怎么会 堪一击 可能是美国推武特主兵 能跟熊搏斗 现在就抗不过初晨的一拳 他是仇人吗 镇国神区 每周日更新 陆续脚风云 少子 逆乾坤 可恶 华下有句古话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干脆先撤 下次再想办法对付他 四 糟了 爷爷 没事了 老婆 别怕 有我在 初晨 那个人已经跑了 放心 他跑不了 是二叔 不對 二叔從高速到這裡 至少還有半個小時的車程 卻不可能那麼快趕到 究竟是誰 走 老婆 過去看看 天子 死了 楚臣 還要去組織解決了 侷媳婦沒受傷吧 二叔 爺爺沒事 至於愛知組織 你自己看吧 這符號 是俠盜火焰 俠盜火焰 那是什麼人 是一個國際化道 近幾年在世界各地都犯下的大案 左道皆是華夏名化 但它和天子不同 專門盜走流落國外 被不法勢力佔有的華夏名化 還曾在盜竊現場 留下了八個字 物歸原主 華夏火焰 漸漸的民間就有人喊出 俠盜火焰的稱號 聽起來確實有幾份俠盜方法 但對方怎麼會出現在這 還出手解決了天子 難道是和愛知組織 有什麼利益衝突 不管火焰為何出手 他在華夏殺人 都觸犯了法律 任由他放肆 必將後患無窮 所以我決定臨時派給你一個任務 抓捕俠盜火焰 嗯 俠盜火焰 火焰 有了 長相 身份 全都不明 這怎麼抓呀 姐夫 剛剛柳家送來請鐵 說柳大小姐請你去府裡一宿 柳漫漫 她突然請我做什麼 好 楚晨你來了 要不要試試我最近心裂的無雨傘 青青 先別鬧 姑姑還等著見她呢 姑姑 我姑姑是百花宮聖女 她說 九玄門少主來到陽城 她理應代表百花宮拜訪 只是 姑姑極少出門 我只好請你過來 九玄門和百花宮一向交情不錯 兩派的人往來很正常 只是昨天才出了個俠盜火焰 今天這位聖女就邀我相見 這真的是巧合 姑姑也是說話愛好者 還想跟你交流一下說話方面的事情 你可真有福氣 我姑姑從來不見男人的 她的後院 就連公貓都得先嘎一刀才能靠近 現在 居然點名要你進去 先嘎一刀 倩倩 你這玩笑開大了 倩倩說的是真的 在我印象中 就連我們父親 也不得靠近姑姑的院子 到了 進去吧 精神潔癖到這種地步 卻允許我這個陌生的人進出 這位百花宮聖女找我的目的 不簡單呢 欸 姑姑今天心情不錯啊 竟然還彈琴了 姑姑 儲成到了 好 慢慢 千千 你們出去吧 哦 什麼 所以姑姑不僅是要見儲成 還要 單獨見面 姑姑 姑姑 你到底找儲成幹嘛 有一說一啊 她長得是帥 但她可是有老婆的人 而且 嗯 千千 你冷靜一點 姑姑這樣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 啊 姑姑 儲成 你們慢慢躺啊 我和千千在外面守著 哦 好 九玄門少主 你好 我是柳如燕 你可以知乎我的名字 或者 喊我一聲劉姐姐 劉姐姐好 主動套近我 絕對有目的 我今天見面其實沒有別的意思 就想認識一下九玄門入室的少主 順便討就點東西 啊 不知道劉姐姐想問什麼 天璣璇圖 聽說你修補好了天璣璇圖 那一定對她了如指掌吧 原來是衝著天璣璇圖來的 哦 大概 要讓劉姐姐失望了 其實 修補天璣璇圖時 我只是幫幾位大師打打下手 對她也沒那麼了解 那太可惜了 我對這幅古畫很感興趣 一直都想親眼看看 或許你能幫我離魔出來嗎 居然差點就答應下來了 剛剛那是百花宮的迷魂術 啊 好不好嘛 楚晨 好好好 劉姐姐 我離魔就是了 再停下去 我魂都廢了 劉姐姐還真不簡單呢 真的 那就麻煩你了 天璣璇圖完成了 這麼快 這麼快 如此複雜的畫作 你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離魔出來了 真是說話就得快搶手 這是誇話 男人可不能說快啊 這話 劉姐姐 你覺得我修補得如何 修補得不錯 但我原本還以為 完整的天璣璇圖 會是一座陣法 畢竟從整體布局來看 有些細微處 能看出陣法的痕跡 不愧是百花宮聖 一語盜補璇 不過洞天伏地 已經到我的手裡 熟悉再研究天璣璇圖 也沒什麼用的 你能修補天璣璇圖 想必也能修補其他殘缺的古圖吧 姐姐何處此言 我手中有一批古圖 修補難度很高 恐怕合適的人選只有你 若是你願意幫忙 我會以重金籌席 呃 劉姐姐 恐怕我 先別急著拒絕 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我有一個消息作為定金 我可以告訴你 九玄門封山的原因 我相信南宮雲 絕對不會告訴你 什麼 都一個小時了 姑姑跟楚晨 到底在談什麼 姑姑今天確實很反常 二位 范冬林 你又想來騷擾我姑姑 再死缠爛打 就算你是公主的兒子 我也要教訓你 以前是我不懂事 冒犯了聖女 現在我已經改寫規證 知道聖女就是那冰山雪蓮 高不可攀 只求你們 能幫我轉交這幅 價值連城的宋朝古畫 畢竟聖女她不見難刃 能接受我的畫 我就心滿意足了 楚晨 這麼長時間 你終於出來了 唉 再不出來累都累死了 劉姐姐也太新奇了 我才剛答應幫忙 她就連著讓我修補了三幅古畫 怎麼感覺我掉進人窟了 唉 不聊了 劉姐姐一下子讓我修了三次 我得回家補補 劉姐姐修 修什麼 難道是 是修 還三次 這小白臉憑什麼得到聖女的青睞 我和你拼了 來 這人是誰啊 啊 范東靈你做什麼 她是姑姑起來的朋友 我不信 聖女的院子 從來不接待男人 此規矩不可破 來人 把這個褻瀆聖女的燈徒子 給我抓起來 我要讓她死得徹底 這兒 褻瀆聖女 活膩了吧 哼 看來 只能用拳頭說話 上 上 陰波化系 百花宮聖女之力 果然強悍 楚臣是我的朋友 不得無禮 啊 聖女 聖女出罪 范東靈口出蕙語 帶下去 光規處置 什麼 是 軟 座城 我們離開一陣子 去處理一些事情 一個月後 九旋門封山 之前芸姐姐 卻對我說過封山的事 只是沒想到 我會從劉姐姐保重 得知師父們封山的原因 劉姐姐 我答應幫忙 現在你能告訴我 九旋門為什麼封山了吧 因為九旋門的九大高手 也就是你的九尉師父 都出海了 师父们出海了 去哪儿 是去做什么 刚才那个答案算是定金 等你将我的古图都修补好 我再给你剩下的报酬 就位师父同时出海 一定有大事要发生 可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唉 看来答案 只能等修复好刘姐姐的那些古话 才能揭晓了 啊 喂 二叔 楚晨 有狭盗火焰的线索了 通过审讯 我发现H组织 是受了沙国富商 埃尔默塔的雇佣 才来华夏的 他们的目标是天机旋徒 而狭盗火焰 曾经盗走一幅名画 被埃尔默塔的人追捕 两人机认已深 杀掉天子 或许就是他对埃尔默塔的警告 我猜 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埃尔默塔 这么说 我的下一个任务地点 是沙国 没错 二叔准备还挺极权 这么快就把相关资料 发到调整后台了 阿尔默塔 是沙国石油大盒 超级富豪 想抓住霞盗火焰 在阿尔默塔身边守住带兔 是最好的办法 要闯入阿尔默塔 配备上千武装雇佣兵的庄园 还要抓住霞盗火焰 这也太刺激了 这么说 你对这次的任务很有把握吗 江姐 你怎么在这儿 你猜猜 该不会这次也这么巧 还是我们两个搭档 没错 怎么样 惊喜吗 有美人相伴 当然惊喜 就你最甜 好了 我补充一下任务细节 后天晚上 阿尔默塔的庄园 将会举办一场宴会 神多眼杂 如果霞盗火焰正要动手 那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么说 这也是我们找出 并抓捕火焰的大好机会 没错 到时候 你要伪装成二国富翁 调野好剑混进去 四季完成任务 调野好剑 这名字也太耳系了 别看这名字奇怪 这人可是二国调野家族 组长的儿子 好了 接着谈正事吧 特战局制定的计划是 走吧 该下机了 对了将军 说了那么多 我还不知道 你的伪装身份是什么 我的身份是 调野好剑的 密术间情人 锦上清全 原来是这样啊 将军 那得罪了 什么 楚川 你这是 作戏要做全套 按照人设 调野好剑 可是个极其好色的家伙 万一我们漏了破绽 计划 就可能会毁于一旦 原来如此 是我误会了 多亏你想得周到 从此刻起 我会牢记自己是锦上清全 也会把你当成真正的调野好剑来对待 好 麻烦你了 沙果 我来了 许可 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呀 这么大的酒店 就没有一个有刺色的女人 哎呀 哈维少爷 客人里倒是有美女 可惜背景太大 不好下手啊 哼 我父亲 可是爱尔莫塔 问背景 沙果有谁强得过我 再去给我物色更美的猎物来 住酒店的女客人 也不要放过 反正我有的是钱 这 嗨 哇 这女人 简直是极品啊 我们预定了顶层的总统套房 哦 好的 您稍等 嗯 去 哎 明白少爷 嗨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是来沙果旅游的吗 看你的面孔 是华夏人 你是什么人 哎呀 别紧张 啊 我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不是坏人 这位是哈维先生 他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也是本地豪生 爱尔莫塔的儿子 哼 哈尔莫塔的儿子 师敬师敬 哈维先生 我是调也好见 我和我的秘书锦上清泉 来自尔国 不过 也略懂华夏人 我们酒店 非常欢迎尔国的客人 不如我坐东 带你们在附近好好玩玩 抱歉 我们是来谈商业合作的 这两天行程都排满了 不过嘛 后天都是有时间 听说爱尔莫塔先生 产业遍地 如果能和爱尔莫塔先生面谈 看看有无合作的机会 那就再好不过了 后天 后天好呀 后天晚上 我家刚好要开一场宴会 到时候你们过来 我迎接你们给我父亲认识 你们是我的朋友 我父亲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 这 这怎么好意思 那就 多谢哈维少爷了 哎呀不客气 哈维少爷放心 我们后天 一定到 好 那就这样说定了 哈维少爷 刚刚怎么不找个理由 支开那个条眼 他一走 那锦上清泉 还不任由我们拿捏 你懂什么 对于这种大美人 怎么能用暴力手段 后天宴会 随便捏造个罪名扣下条眼 那锦上清泉 再不愿意 也得求我高抬贵手 到时还不是任我摆布 少爷高明 那是当然 谁让沙国是我的地盘呢 哈哈哈哈 如我们所料 这个哈维果然中计了 埃尔摩塔的庄园 守卫森严 轻易混不进去 不过有个突破口 就是埃尔摩塔的儿子 哈维 根据情报 哈维就是个草包加色狼 从他手里拿到情捡最容易 而且不会引人怀疑 对付色狼 相信将棘 一定比我有经验 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 请捡到手 就看大盗火焰 会不会出现在后天的宴会上了 宴会上这么多人 如果我是大盗火焰 一定不会错过 这个混迹来的绝佳机会 问题是 怎么从那么多人中 分辨出哪个才是火焰 确实 情报里一点线索也没有 宴会主人来了 埃尔摩塔先生 埃尔摩塔先生 主要 埃尔摩塔先生 他就是火焰的目标 埃尔摩塔 将棋 我记得后台资料上有记载 这个埃尔摩塔 似乎收集了不少华夏文物 对 他是出了名的华夏文化爱好者 为了收集华夏文物 无所不用契机 强买不成 就派过佣兵偷砸抢 不过 你突然说这个干什么 这么一说 我个人倒是希望 火焰能混进宴会 把阿尔摩塔手里的赃品 一扫而空 楚辰 你 没什么 当然只是想想 毕竟我们此行的目的 还是抓捕侠盗火焰 吓 吓 吓我一跳 你还真敢说 我差点以为 你想放火焰一马了 将棋反应这么激烈 要是知道我想借这个机会 把阿尔摩塔抢来的华夏文物 带回华夏 肯定会被吓到 算了 还是先不告诉他了 不过火焰的目标 若是阿尔摩塔手里的藏品 那就简单了 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我们刚进这地方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 庄园内有高人部下的阵法 这是 监视庄园的阵法 能搞出笼罩整个庄园的阵法 看来 阿尔摩塔身边不止雇佣兵 还有奇门高手 阿尔摩塔这种人 一般都会把宝贝 藏在阵法最坚固的地方 也就是阵影 给我点时间 找出那个位置 今晚山中心 千万别贸然出手 以免打扫惊蛇 明白 清泉小姐 你怎么站在 这么不起眼的地方 害得我一直找你 阿尔摩先生 来 宝贝 亲一个 你马上就是我的了 阿尔摩先生 你别这样 楚晨 你不是说 不能贸然出手吗 出手也没事 别被发现就行 我这符 能暂时瞒过 布阵者的感知 把它藏在这儿 就没事了 好吧 走吧 江姐 我们去一探究竟 火焰肯定想不到 这场宴会 其实是为了 抓塔尔设下的陷阱 由赵玄风师父相助 叱咤各国的火焰 一定会栽在我的手中 那是自然 莫塔先生放心 我花了五年时间 才布置好这奇门精锁镇 镇内处处皆是机关 而且每一处细微的变化 都逃不过我的感知 火焰这次 一定有来无回 好 好 我要所有人都知道 敢得罪我阿尔摩塔 就是死路一条 没人会想到 我堂堂天机派掌门人 竟然会藏身沙国 还一胎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 我已经取得了 埃尔摩塔的信任 接下来 就是取而代之 将他的财产 据为己有 我天机派 将在沙国彻底复兴 除尘 你确定这里就是镇严所在 错不了 一路走来 镇法的气息 越来越浓厚了 而这里 就是藏宝机关所在 密道 这里一定有阿尔摩塔的藏品 走吧 我们进去 等火焰自頭罗网 将军 先等等 不能轻举妄动 这密道可不一半 不到五米的距离 至少隐藏着数十个奇门机关术 哪怕走错一步 都是万箭穿新的下场 什么 不过 也不是没有办法破解 将军 你过来点 怎么破解 将军 抓稳了 奇麟步 好快 虽然之前看到过楚城的步伐 但还是第一次有这么直观的感受 真有飘燃若沉 变换莫测 快 实在是快 眼睛都要跟不上他行走的路线了 趁机关没反应过来 通关完成 哦 谢谢 这就是埃尔默塔放藏品的地方 这些文物本就属于我华夏 要是能带回国就好了 是啊 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珍宝 嗯 赫尔默塔受集的 居然是这种东西 赫尔默塔这个人责 不对 这些话 怎么全都奇奇怪怪的 难道我们找错地方了 不 就是这里 这是 不 这 这是刚刚的密室 嗯 果然不出我所料 对方使了障眼法 这是 华夏十道古话之一的五阳图 还有天书琴 光这两样就价值过异了 看来 这里是埃尔默塔真正的藏宝地 将军小心 什么人 小贼 你们真是自寻死路啊 没想到吧 你们从静密道开始 就触动了我的机关 有人进密道了 奇怪 刚刚密道里的机关 我分明全都避开了 不该被发现才对 能够潜入这里 你们的身份 我已经猜到了 不好 接下来还要再上过活动 身份过早暴露可不利 住手叫情报 侠盗火焰 我们 不是 这局面解释是行不通了 那便只能战了 可恶 他们速度太快 根本没有我能插射的余地 居然探不出你的底 有点意思 不过我天机派的厉害之处 可不在拳脚 而是 奇门机关术 毒气 江姐 快服下解毒丸 好 天机派果然阴险 这密室可是我呕心沥血打造成的 只要这小子还在此地 就必然会被我拿下 刚刚那招平平无奇 不如试试我这招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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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毛头小子 连福都打偏了 哈 什么 居然还有一人 小子 你是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 声音低沉 像是故意变声了 但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故意触发机关 引来敌人对付我 我自然要给你点回报 你说是吧 侠盗火焰 什么 他竟然就是侠盗火焰 不管你们谁是侠盗火焰 今天都得死在这 这么多剑 麒麟墨 几金红颜 看不出来 功夫不错 这下真正天楼天 我都得死在地网了 先躲再说 这地方不知道还有多少机关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体力会耗尽的 小子 他是当代天机派掌门人赵轩锋 要想安全离开 我们必须通力合作 哦 真想不到 堂堂天机派掌门人 居然在沙国给人当护院 天机派这么缺钱了吗 属责感 不过不用合作 我也能打败他 这 不对 这是九旋安魂曲 你是九旋门的人 这么年轻 就能在我的攻击下游刃有余 这样天赋异禀的九旋门弟子 必须恶杀于成长之中 受死吧 好猛烈的攻击 难道赵旋风猜出我九旋门少主的身份了 不然怎么变得像疯狗一样 幸好有火焰 三方牵制 他估计不敢使出全力对付我 不好火焰要逃 那么多宝物 他什么时候打包好了 初晨 拜拜喽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别走 小子 你大意了 你我二人的争斗 还没结束呢 糟了 这是 心不化形 难道他是 化地为牢 什么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物 竟然不靠外物 就使出了这招 威力还如此强劲 初晨 放开我 九旋门的臭小子 江姐抓稳了 我们去追火焰 好 可恶的臭小子 我早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绝不能让九旋门 有你这好人物 赵师傅 我听说有人闯进来了 怎么回事 啊 我的字画呢 我辛辛苦苦收藏的字画那去了 赵旋风 你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 怎么连我的藏品都看不住 快去给我找 要是找不回来 我要你赔命 蠢货 你很久了 还想要我的命 没了我 你以为你能安安稳稳地 当你沙国首富 从现在起 你的财富 统统归我了 至于你的死 刚刚那几人 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杀了他们 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 站住 别跑 初晨 不能让他逃了 错过这次 绝对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放心 我会抓住他的 我心里的疑问 也只有火焰才能帮我解答 这声音是啊 什么 怎么突然出来个光柱 情况不对 这是什么东西 还会发光 居然穿不透 这光好像一堵墙 糟了 是天机派的奇门金锁镇 赵玄风 想把我们困在庄园里 快找 赵师傅说那几个人 一定还在庄园里 就是他们 赵师傅说的没错 导贼在那儿 注意 糟了 有人来了 快走 等等 那边也有人 走这边 刚才看到有人的 赵师傅说人就在附近 仔细搜 郭勇变太多了 根本无鲁可退 不过赵玄风 怎么会这么清楚 我们的位置 是金锁镇的作用 镇内再细微的变化 都逃不过不镇者的感知 何况是我们几个大活人的行作 镇法不是我的专长 你有办法破镇吗 可以一事 不过破镇期间 我必须全神贯注 大概需要你和江姐 帮忙拦住赵玄风了 好 那就多谢了 奇怪 火焰和楚城 怎么突然这么有默契了 赵师傅 找到了 他们在那儿 来得比我想象中还快 就是侠盗火焰和他的同伙 闯进庄园 杀人多跑 上 给埃尔默塔先生报仇 哼 杀了他们 就死无对证了 好 埃尔默塔死了 他的死与我们无关 你这么着急把罪名推到我们身上 看来是你杀了他 除言乱语 我来对付他 你快破阵 好 赵学峰 你的对手是我 快 我们快去抓住那个男人 是 上 啊 啊 你快去带着去 是 谢了 将军 这里交给我 你专心破阵 放心 这个阵法的傲慢 在我眼中已经一冷无余了 接下来只需将其一一击破 哎呀 什么情况 这是地震了 什么 那九玄门弟子 竟然触碰到了金锁镇的根基 再拖下去 我耗使五年才不好的绑命阵法被迫 所有付出都将毁于一旦 必须立刻解决这难缠的女人 死吧 哈哈 咸鸡万阵服 糟糕 被不及躲了 哎 哎 哎 看来英险偷袭 是你们天机派的传统 哎 哎 哎 你竟然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让你专心破阵吗 放心 哎呀 阵法已破 什么 我的锦锁阵居然被破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们都给我去死 小心 阵都破了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九旋门小子 你给我等着 迟早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的 但凡你跑得慢点 这话我就信了 可恶 九旋门简直就是我的克星 先离开这儿 以后有的是机会报仇 还想报仇 你没这个机会了 你 你 赵 赵师傅死了 快跑啊 不要扎我 只能一周就解决了赵旋风 好强的势力 接着 这不是阿尔莫塔的藏品吗 你这是何意 这些你们带走 交还给国家 今日我们就当没遇见过 不行 我们的任务是带你回华夏 楚城 我承认你有些本事 但你拦不住我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雷服 得罪了 你 这服 楚城什么时候在我身上动了手脚 难道是那时候 我竟毫无所查 楚城的实力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 别挣扎了 火焰 不过我还是喜欢叫你 刘姐姐 你 楚城 你认识他 你什么时候认出我来的 在密室 你拨动琴弦时 就认出来 只不过没亲眼确认前 我压根不敢肯定 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所为 与百花公无关 被你们抓到是我既不如人 我无话可说 但我偷的 都是应该归还华夏的东西 我柳如烟问心无愧 即便刘姐姐你初心是好的 你的所作所为 也已经触犯了华夏法规 按照规定 我必须把你捉拿归案 走吧 回华夏 清夜事情闹这么大 再晚一点 恐怕沙国就要举国 通缉我们了 好 这次任务你和小江 完成得非常好 上面给了不少嘉奖 你小子行啊 二叔过奖了 沙国那边没出乱子吧 放心 我派了人扫尾 你和小江去过 埃尔莫塔庄园的事情 绝对不会泄露 不过 火焰抓到是抓到了 怎么处置又是个问题 现在特战局高层都炸开锅了 怎么了 火焰虽然是国际大道 但毕竟为华夏带回了一批文物 阴差阳错立了功 本就难平 何况 他还有百花公圣女这层身份 特战局一直致力和这些古武门派合作 许多人不愿为此得罪百花公 一部分人要求重罚 另一部分人主张轻派 两方人吵得不可开交 谁也不负谁 难办呀 既然这样 我倒是有个建议 江姐 今天这么有闲情意志 还请我吃饭 算是谢谢你帮我拿了个嘉奖 毕竟杀过之行 全靠你处理了 进去吧 虽然挺想问问 最后侠盗火焰的处理结果 但这就不是我这级别能知道的了 这家的菜味道不错 在京城名气很大 我好不容易定到的位置 是吗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了 涛涛是你 杨爱炳 你回京城了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正好 今晚容姐做东 在这吃饭 我们一起去吧 今天就不去了 会约了朋友吃饭呢 这 这位朋友有点面生啊 她是我在禅城的朋友 楚辰 你好 哦 不是京城人啊 涛涛 难得遇上了 我们一起去喝杯酒吧 这位楚先生 好像已经吃饱了 石像就赶紧离开 别留在这当电灯泡 我才刚来 还没吃呢 怎么会 你竟然敢让我出丑 我过是个乡下人 杨爱炳 万一他招惹到楚辰 后果可不堪设想 爱炳 别闹了 唐唐 好久不见 容姐 容姐 是那个禅城来的土包子 她 大家都是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别一见面就闹不愉快 也没必要计较太多 涛涛 让你的朋友向爱炳道个歉 这件事就过了 我们再一起去吃饭 什么 我 向他道歉 让你道歉都是便宜你了 京城王霄 江阳四打家族 霄家可是排名第二 动动手指就能让你翻不了身 够了 双姐 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件事就算了吧 陶陶 大家这么多年的情分 你偏要帮外人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我倒是没什么 只是爱炳他们血气风高 冲动起来的话 连我也管不了他们 容姐 何必废话 给这姓楚的一个教训 让她知道京城 不是他们混得开的地方 你们这么菜还敢这么嚣张 看来京城也不难混啊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 好意出朦胧过疆 陶陶 你和你朋友 这是把我萧容的面子 放在地上菜啊 既然你们想玩 我就陪你们好好玩一场 顶峰俱乐部的人马上就到 清楚的 今天晚上你必跪着离开 顶峰俱乐部 那是什么 是容姐组织的超跑俱乐部 会员都是京城富二代 仗着有钱就胡作非为到处惹事 简直就是一群疯狗 他们都听容姐的 恐怕很快就会过来找你的麻烦了 让我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尽敢惹怒我们容姐 啊 这真招 天哪 又是哪个倒霉蛋 惹到了顶峰俱乐部的疯狗 我赌一包辣条 那倒霉蛋今天 太好了 坤哥你来了 坤哥出马 今天这场子一定能找回来 哼 那是当然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敢惹我们 嗯 香应桃 怎么是你 坤哥 这事跟桃头没关系 主要是这禅城来的土包子 他不但打我 还当众让容姐没面子 我 分明是你们 少废话 一个香巴佬 还敢在我的地盘这么销声 真是活腻了 哈哈 别生气了 我这就让他给你下规道歉 嗯 这还差不多 江姐 你这些朋友 貌似脑子不太好使 听不懂人话 呃 我跟他们不算朋友 只是从小在京城 一起长大而已 哦 这么说 我能随意出手了 京城本就是楚家的地盘 我要是在这被欺负 那么太没面子了 坤哥 小心点 这家伙拳脚功夫 有点厉害 哎 怕什么 来之前我在招待 几个武界的朋友 正好让他们一起来凑个热闹 傅师傅 今天恐怕要劳烦你了 哦 那人是 傅 傅龙师 他可是北方全世界赫赫有名的权势 在北权联盟的地位 仅次于盟主 傅师傅不但在全世界声名显赫 还败入了正统大派北斗派 此次他带徒弟来京 就是为了参加近期的香山舞者交流大会 哈哈 低调低调 这些都是俗名 无需炫耀 不过 对付个毛头小子 还用不着我出手 来 你们几个去教训教训他 是 师傅 这几个徒弟可都是我亲手带出来的 学的是正统功夫 随随便便就能吊打 怎么可能 我这个人比较简单粗暴 既然你们给我上了碟开胃小菜 那我就活动活动筋骨吧 这么年轻居然是先天无者 倒有些超乎老夫的意料了 小子 你是否是何人 上一个这么问我的 最后好像就要合理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他是男权之师 楚臣 什么 是那个之前击败西洋宗师赵方权 捍卫了华夏功夫的那个楚臣 华夏武神 楚臣 楚臣 没听过 我从来不关注京城以外的人物 哼 听起来也就是个厉害点的武夫 难不成今天他还能凭借一己之力打遍京城 别忘了 我们这边还有副师傅 哼 不乃北斗派 副龙师 小子 遇上我 算你运气不好 武者界三大正统门派之一的北斗派 这派的弟子极少在世俗走动 以这人的天赋实力 恐怕连进北斗派扫地的资格都没有 真奇怪 这北斗派的收徒门槛什么时候变这么低了 嗯 你竟敢羞辱我 找死 我确实只能算北斗派的记名弟子而非正统 但也不是你这毛头小子能冒犯的 呃 星合拳 哼 动作这么慢 拳也差了点火候 找死 哇塞 这才是真正的华夏功夫啊 太厉害了吧 楚臣对战副龙师竟然不落下风 废话 那可是华夏武神 啊 什么 难道连傅师傅也奈何不了这个楚臣 怎么可能 这小子只是个先天武者 我的实力明明在他之上 怎么会输 哼 北斗派绝学 少说也有二三十种 你该不会只会一套入门的星合拳吧 你 你怎么知道 可恶 我凭着北派全盟副盟主的身份 才勉强进了北斗派 目前也只能学到最基础的星合拳 这小子竟敢借我的痛处 看我怎么教训你 你 教训我 你 你 你还不管副哥 师父 师 师 师父居然被一招横推就倒下了 师父 你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 哦 傅师傅竟然败给了一个年轻人 这可不是一般的年轻人 是男权之师储臣啊 喂 你们的外缘都倒了 还想怎么玩 哼 我们以顶峰俱乐部的实力 不能寝出比富龙师更强的人 接下来 我怕你玩不起 哼 我倒想看看 你能不能横推整个金城